高家村民团现在应用的战法,是两段射击战法 100名火冲兵射击,然后退后装填,另100名顶上,射击,然后退后,前面100名再向前 两段射击法的切换轮次要比三段射击法慢一点 射击的间隔比较长,但是,两段射击法却比较容易训练成功 三段射击法虽然被吹得很凶,但实际训练起来困难重重 这一点,也是李道玄在叫民团三段射击时才发现的 要让所有火冲兵分成三列,分毫不乱地切换轮次装填射击 其难度远远地超过了他以前的想象 他以前看穿越历史小说,主角们随便一个训练,三段射击就成型了 但是自己实际训练时,才发现民团士兵根本做不到流畅的三段切换 总是会乱,一个人乱了就影响一片,一片人乱了就彻底崩溃 再加上高家村一直处于飞速扩张的状态,民团里不断地有心人加进来 刚刚训练好的老兵阵列,马上就又要插入新兵 在一段扩张的情况下,强行要去搞三段射击,只是个笑话 所以,高家村就采用了两段射击的模式 这还是两段射击的第一次实战 士兵们有点慌,但做得不错 因为有树林的掩护,士兵们不用直接面对着凶恶的敌人冲锋 而且,阵型拉成了布袋形,这也使得他们装填子弹时更不容易混乱 100名火冲兵打完,马上又切换100名火冲兵射击 然后立即又切换,间隔十几秒一轮 这样的射击速度,已经足够把刘寇打得满脸都是问号 我操,树林里究竟有多少火冲兵? 不止100人,也不止200人啊 500,起码500 他们一直在打,我操,还在打 刘寇们慌了,树林里的火冲兵究竟有多少成为了一个谜? 他们只能听到碰碰碰的声音不绝于耳 树林里这边响一声,那边响一声 这边闪个火花,那边冒一阵白烟 子弹就连绵不断地对着孙家沟口袭来 冲出沟口的流寇被打得哭爹喊娘,一片茫然 其实不止他们蒙里怀也一样猛 他刚刚还在怀疑这十百总的两百人能不能打呢 现在他的嘴巴却已经张得大大的 仿佛能塞进去一个鸡蛋这么大 鸟冲他见过,不是什么稀奇装备 但陕西总兵麾下一个白总能拿出两百亭鸟冲 就很稀奇了 而且,这两百个火冲兵打出了五百个火冲兵的效果 更是他想象不到的,一万汉匪被打得堆在了沟口 现在后面的不敢出来了,前面的也在向后缩了 李怀军的士兵刷得一下就拉了起来 刚刚还在四散奔逃的官兵 现在全都在向着李自军旗的旁边汇聚 没用多长时间,李怀的八百人又满血满状态复活了 哦不对,不满血,已经战死了七八十人了 也不满状态,不少人在刚才那一波逃跑的时候丢盔弃甲 现在光溜溜地和个农民一样,赤手空拳 李怀只扫了一眼自己的部下,就感觉到了深深的无力感 这一群喳喳,他娘的,现在就算集结起来了,也没法打了 他不禁怒骂道,你们的头盔呢,长毛呢,全都丢了吗 操,一群狗屎,正骂得嗨呢 旁边的王二阴阳怪气地问道 李将军,你的头盔呢,李怀 好吧,已经丢够了,就不介意再多丢一点了 李怀转过头,对着王二和时间抱拳,一脸恳求之色 两位,帮我守一守平阳府吧 这府城若是丢了,生灵涂炭,王二阴阳怪气地道 只怕你在意的,不是生灵涂炭,而是丢了乌纱帽吧 李怀,僵硬,好几秒后,李怀怒 你这家伙,区区一个小兵,屡自顶撞本将军 你他娘的,在军里究竟担任的什么职位,吐槽大将吗 王二本想和他再对两句,突然想起了自己现在的身份,和要完成的任务 算了,不和这家伙一般见识了,他哼了一声,懒得继续吐槽 王二胸口秀得天尊相,却咧开嘴,笑得贼开心 李怀柔了柔眼,这祸胸前的刺绣,怎么好像咧嘴在笑 他在定睛看,那刺绣又没笑了 刚才是本将军的错觉吗? 时间开口道,李将军,虽然你的人丢盔弃甲没装备了 但还长着一张嘴,还是有用的 李怀,嘴有什么用?时间,大家跟着我一起喊 他扯开嗓子,对着外面大吼道,哈哈哈哈,愚蠢的流寇们 你们已经中了本将军的计了,本将军伏兵一出 管家儿等全部死无葬身之地 这句话一吼,李怀恍然大悟,赶紧跟着吼 他挥下几百兵,也赶紧一起开口,跟着喊了起来 数百人一起大吼,穿插在火冲射击的剑阁之中 这声音落到了外面的流寇耳中,听得他们心中暗惊 南英八大王大吼道,该死 原来李怀故意输给我们,假装逃跑 引我们进这个伏击圈 小的们,咱们中了官兵的计了,快撤 那群流寇本来就被火冲连续射击,吓得心里有点慌 现在一听重击,要撤,那当然是十分百分万分的愿意 一起怪猴两声,转身就逃 不一会儿,贼寇们逃了得干干净净 从孙家沟的南沟口窜出去,向着远处跑了 这一下安全了 李怀全身一软,瘫在了地上,跑不动了,再也跑不动了 他挥下那几百个光溜溜的兵,也全都瘫在地上 王二瞥了一眼奇形怪状的官兵,脸上露出嫌弃的表情 好想吐槽,却必须强行忍住 就在这时候,他就听到自己胸口的刺绣天尊黑黑笑了起来 小声道,军队应该是一个国家的脊梁骨 你瞧,现在大明朝的脊梁是什么鸟样 王二,哎,天尊来我身上了 这大明的官兵,确实烂得不行 李道玄道,王二,你在看那些流寇与官兵相比如何 王二很认真地想了几秒 叹道,流寇比官兵还不如 李道玄,所以,他们谁都守护不了这个天下 王二精神一阵,在下懂了 这个天下,还是得靠咱们 时间和王二,率领着两百火冲兵进入了平阳府 刺绣天尊也就跟着王二,一起进入了平阳 此地在后世名叫林坟 乃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历史悠久,李道玄一进城就开始兴奋 旅游啊,这一次来的,可是真正的历史名城,必不可能再是个假景点了吧 不,幸亏他,只是个刺绣人,根本没有血 不然这一次铁定喷血 平阳府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景点 什么历史悠久,全都看不出来 只能看到连片的烂房子 大量的难民在城中挤挤嚷嚷 路边的商铺,几乎全部关着门 平阳之府,带着大群的牙翼 帮贤,民团守在城中 一脸的惶恐与忧色 一见到李怀等人回来,立即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急问道 李将军战况如,话才刚问出口 就看到李怀劈头散发 头盔都不知道丢哪去了 他身后的士兵也大多丢盔弃甲 光溜溜地看起来没个人样子 平阳之府的脸黑了下去 心想 完了,完了完了,平阳府完了 本官看来,要与城接亡了 他正想到这里 李怀指了指他身边的时间 这位是陕西总兵王承恩麾下的猛将 时间,十百总 这一战全靠十百总,使他奋力作战 将流寇大军击退了 平阳之府 啥?白总 对于一个之府来说 白总真是小的连芝麻都不如的五官 心中暗想 一个白总打赢了一万流寇 怎么可能做到的 莫不是李怀这家伙糊弄我 不对 平阳之府马上就想到 他不可能糊弄我 按这些无匹的尿性 小五官立地公 都是要被大五官抢的 李怀应该自吹自擂才像话 但现在他居然没有自吹 而是说这个百户打败了贼军 那就说明这个百户非常厉害 李怀被他的手段吓到了 不敢抢他地公 平阳之府也不禁对时间高看了一眼 报了报全 本官窦文达多谢石将军赤援 贼子虽暂时退却 但很快又会再来 平阳府还得仰仗石将军 时间到 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白总 帮我的军中同僚运兵 路过而已 李怀凑到窦文达耳边 笛声道 石白总手上有两百火冲兵 但并不是他自己的 而是某个靶总的家丁兵 他只是帮忙运兵 路过此地 恰逢其会 听他的意思 他马上就要离开 窦文达吓了一跳 两百火冲兵 这个武将的家丁 这么有财力 这可是粗大腿啊 离开 这怎么行 平阳府眼下无兵可守 就一个废物参将李怀 打谁都打不过 怎么可能守得住 好不容易来个粗大腿 岂能放走 但对方带的兵 并不是朝廷正经的官兵 而是某把总的家丁兵 这就很难办 没什么理由 把别人的家丁给留下 窦文达的脑子 飞快运转起来 留下家丁肯定不可行 但把那个拥有 这些家丁的武将给弄过来 却完全可行啊 他赶紧低声道 这位把总姓盛名谁 在哪里高救 李怀 陕西总兵 王承恩麾下 王小花 王把总 窦文达 知道是谁就简单了 他立即对旁边的亲信道 速拿纸笔来 很快 执笔道 窦文达提笔就开始哭 说平阳府被贼军包围 十分危险 城中军兵随时可能伸手一处 幸亏得到了石白总和王把总的帮助 才闲闲守住 现在贼军未退 随时会再来 咱平阳府知道朝廷兵力不够 也不敢求大军来源 只求三边总督杨大人 调一个小小把总 前来平阳府协防 心愿足矣 他把这封信交给亲信 火速 十万火急地 送到总督大人那里去 信使出发了 窦文达也不能闲着 微笑着对时间到 石将军运兵辛苦了 既然来到平阳府 也别急着走 在这里稍稍休息个两三日 再继续抄路也不迟 时间 军情紧急 我得尽快运兵去王把总那里 窦文达 王把总身处于大军之中 安全得很 这两百兵对他来说可有可无 急着一时也无用的 两人一番拉扯 刺绣天尊在王二胸口看得有趣 脑子里稍稍转了转 暗想 把这两百兵留在这里 其实也不错 承接南北 也是重要的交通要地 我在这里留点人 说不定将来派的上用场 反正按历史来看 官兵围剿王家印的战略 马上就要结束 白猫继续留在王成恩身边 也混不出什么战功了 他低声吩咐了两句 王二听到 便凑到时间旁边 压低声道 天尊有令 时间一听 马上态度大变 笑着对窦文达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在这里叨扰了 两百士兵就在平阳府里 暂紧柱扎了下来 窦文达设宴将他们哄住 声恐这群能打的人跑掉了 而另一边 信使快马加鞭 找到了三边总督杨赫 杨赫一看 平阳府危机 这可吓他一跳 再一看 平阳之府 只要求一个 把总带四百人去驻守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啊 赶紧下令 通知大军 把王小花王把总 派到平阳府去 几天后 白猫率着他的二百四十个卫兵 来到了平阳府 与时间会合 时间将两百个火冲兵 交到白猫手里 当然 真实的情况是 这支军队 算是交到了王二的手里 名义上白猫是把总 实际上 王二才是 他们在平阳府 驻扎下来 窦文达马上发现了一件 很稀奇的事情 别的官兵 往往都会有点 欺压良民的烂动作 但这王把总挥下的人 却很自律 尤其是那两百家丁 不但做人规矩 从不欺压良民 甚至还会经常 帮老百姓做点事 那两百四十个卫索兵 就显得要烂一些 偶尔会有买东西 不给钱的烂动作 但很快就会被王把总收拾 暴打一顿 乖乖向老百姓赴金请罪 奉上赔偿金 窦文达见到他们这么有军纪 心里忍不住暗响 山西流寇之乱 也不知道要闹多久 如果能把这支有军纪的队伍 长期留在平阳 岂不是很棒 本官来慢慢想办法吧 有了白猫的兵力之后 平阳府果然稳住了 两百火冲兵 驻守在有高大城墙的府城之中 那防御力还真不是吹的 两营八大王两次攻打平阳府 都被城墙上的火冲兵击退 参将李怀本来是个菜鸡 但有了火冲兵撑腰之后 一下子就涌起来了 贼兵一旦被火冲兵打崩了士气 李怀就立即打开城门 率众冲杀出去 追得南营八大王屁滚尿流 坚守数日之后 山西巡抚宋统英 亲自率领大军来源 一波击溃了南营八大王的主力 平阳府终于安宁了 不过贼虽然退了 巡抚宋统英和知府窦文达 却吵了起来 窦文达小小一个知府 面对巡抚 丝毫不肯弱了 气势大声道 巡抚大人请你把山西的兵统统带走 我这平阳府城 只需要有陕西王八总守着就够了 窦文达 山西巡抚宋统英怒 这平阳府 是我山西侠下的府城 由山西兵守着 有什么问题 你死赖着要陕西的兵在这里助守 是何用意 窦文达也怒 下官自上任以来 兢兢业业 平阳府在下官的治下 虽不敢说有多繁华 但在这大灾之年 也勉强地支撑过来了 老百姓虽然难 却也能活 没想到巡抚大人大军一到 反而把下官这平阳府 闹得鸡犬不宁 这才短短几天 巡抚大人麾下的兵 害死我多少老百姓了 这宋统英尬住了 其实宋统英也算是一个好官 他是万历三十八年的近士 学时修养都是一流 以前还是个小支府时 就以两袖清风文明 从不收受贿赂 经常将送礼的人赶出门外 天启年间 曾经组织老百姓抗洪抢险 解决白连教叛乱 深得百姓爱戴 崇祯二年激功 升职为山西巡抚 他是一个有实干能力 也正值清廉的地方官 但这一次 流寇大举入境 山西大乱 各地流寇乱窜 宋统英带着官兵到处镇压 疲于奔命 哪里还顾得上官兵的军纪 而且军纪这东西 也不是他一个人 在短时间内就搞得定的事情 山西兵在平叛的路上 也祸害了不少普通老百姓 让他十分头痛 现在被窦文达当面一顶 面子上实在挂不住 宋统英只好放低了音量 叹道 这些五匹实在没半点规矩 但此时天下大乱 五匹们也跟着嚣张起来了 各种不听调令 不服指挥 本官也拿他们无可奈何 只能带流寇平定之后 上书兵部 治这些五匹的罪 去 窦文达 那是后话 但山西兵祸害本府 那是眼前的事 反正下官受不了这些家伙 必须将他们赶出宋统英一脸好奇 那陕西兵就没这些问题吗 窦文达 人家王八总的兵 那可规矩了 你看 你看看他拉开窗 两人从知府衙门二楼的窗户看出去 正好看到高家村民团的一个士兵 正在帮一个老头挑担子 那担子里装的应该是老头的全部家当 破铁锅什么的 看起来很重的样子 民团兵一脸笑意 挑着担子 送着老人慢慢走 窦文达 这才是官兵该有的样子 宋统英 这怎么可能做得到 宋统英差一点跳了起来 幻觉 一定是幻觉 窦文达 巡抚大人 您当年也做过知府 下官现在的心情 您应该也可以理解才是 还望巡抚大人将心抵心 宋统英长长地叹了口气 罢了罢了 本官把山西兵都带走 那参将李怀我也带走 这平阳府 就靠着这四百陕西兵助手吧 窦文达大喜 多谢巡抚大人 两人吵完架 达成了共识 宋统英带着所有山西兵出了城 向东前进 继续追击王家印去了 此时王家印部的主力部队 已经汇聚到了沁水县 总兵力还有十六万人 官兵依旧得全力以对 才能收拾得了 而宋统英这一走 平阳府就只剩下四百陕西兵了 已经落到了王二的手里 永继古渡码头 行红狼 高出武 赵胜 赵英 老南风 战僧等人 正在围观一尊崭新的道玄天尊像 上一次李道玄共赶 过来 将一尊泥雕的道玄天尊像给弄坏了 连半边脸都掉了下去 把大伙吓了一跳 大伙商量着一合计 这一次重新造的天尊像 必须结实 必须灵活 必须高端大气上档次 他们赶紧在古渡码头寻找首艺人 结果还真给他们找到了 古渡码头上有很多工商业者 这工资可不是白给的 居然有一个来自山西效益的木偶将 疑问才知 山西效益木偶系 此时已经非常发达 其木偶神态灵活生动 机关蹊跷适用 简直可以说是神迹 于是几位领导层赶紧出重金 请拿木偶将打造一个天尊木偶 这可是个精细活 不但要把脸做得像 还要把身体各个部位的关节 也做得灵活 甚至连嘴巴也能一开一合 使用线控技术 能让这个木偶翩翩起舞 简直神乎其神 这东西 一造就是好多天 直到今天终于造好了 一群人围着那个木偶 左看 右看 高出五 嗯嗯 这张脸雕刻得还不错 就是嘴巴怎么是一个小方块 行红狼 这是为了嘴巴能动呀 所以是一个能动的小方块 你看 只要拉这根线 嘴巴就能一张一合 高出五伸手拉住了那线 但他还没来得及动 那木偶天尊就先动起来了 下巴的木块一张一合 开口道 嘿 这边又能来玩了 众人 短暂的惊恶之后 所有人一起行礼 参见天尊 木偶天尊哗啦啦一下站了起来 身体各个关节都奇异地扭动起来 看起来颇有点滑稽 但是却没有人笑他 因为木偶若是在人的操纵下动起来 那就叫滑稽 若是在神的操纵下动起来 那却叫做一一神迹 李道玄张开嘴 发出了卡塔卡塔的声音 他发现 自己共感 用的材料不同 说出去的语音也不同 正木偶天尊说话时 带着一股子说块板的感觉 大家要小心小心王家印 家印在沁水 离此两百里 说完 他对自己说块板的水平相当满意 几位头领一听 顿时惊了一惊 王家印主力已经到沁水县了 沁水县离古渡码头 确实已经不远 而且 流寇并不是很紧密的组织 当王家印的主力部队 到达一个地方时 往往意味着 周围数百里 都散布着其余的党羽 例如什么紫荆梁 闯王 老回回 曹操 南营八大王 西营八大王 这些人的部队 总是不和王家印的主力在一起行动 但也不会离他太远 几十万流寇 散布在方圆数百里范围 行红狼拿出地图来一看 脸色黑了下来 我们的萧池 有危险 萧池并没有驻军 只有一大群岩将 在那里偷偷建了一个岩村 晒岩 由于萧池位置偏僻 官府从来不管 倒也不用担心被官府发现 但是流寇来了 就不一样了 流寇最喜欢窜进一些荒芜人烟的地方 躲藏官兵 很容易就会发现萧池村 那里的岩将可不安全了 我们不能撤走岩将 赵胜道 现在高家村的制检厂 对岩的需求量非常大 岩的供应是不能断的 所以岩将不能撤 但这么危机的情况下 还要把岩将留在萧池的话 他们也太容易出事了 噪音开口道 我先摔队过去吧 让骑兵营暂时驻扎在岩村 护着岩将们 若是小谷流寇 我可以将之干掉 若是大谷的 我把岩将们拉上马就跑 此季大善 行轰了 那就拜托你了 我也会率领步兵队 随后跟过来 噪音抱了抱拳 出了营 带上三百骑兵 风一般地向着萧池去了 跑着跑着 突然感觉哪里不对 怎么战马跑动的时候 一直听到卡塔卡塔的声音 转头一看木偶天殿鼠然 坐在马鼠上 随着战马跑动起伏 那木偶天尊身上的木块瓷状 就会发出卡塔的声 噪音吓了一大跳 哎哟 天尊 您什么时候上马来的 李道玄 就在你上马的时候 噪音 您早点发声 小女子绝不会 让您坐在马屁股上 会让您坐在前面 一定会小心翼翼抱好您的 李道玄心想 就是不想让母猩猩 把我抱在怀里 我才故意 坐在马屁股上呀 你自己过脑子想一想 一只巨大的母猩猩 抱着一个木偶人 这画面很美吗 什么恐怖故事不过 这话说出来 多伤人啊 李道玄肯定是不会直说的 只是淡淡地道 我喜欢坐这里 你不用管我 噪音小甘大地道 您随着我走了 古渡码头 就又没有您的雕像了 没有天尊保佑 大家心里会很慌的 李道玄 没事 他们会再坐一个 噪音点了点头 不说话了 只是一路快马家边 有了天尊坐在背后 让他感觉到有点小紧张 同时也感觉到 自己的责任感 变得更重了 一路急行 许久之后 萧池到了 经过数个月的经营 萧池边的盐村 已经出具规模 这里建起了许多草屋 挖出了数个晒盐池 还围着村子 定了一圈竹篱笆 勉强算是 有了一定的防御能力 岩将们现在晒制出来的盐 都是直接由高家村收走 给的价格是十文一斤 比起官府 给他们的两文一斤的价格 高了五倍 不想要钱 可以直接用粮食 来支付这么一稿 使得岩将们 现在干活充满了干劲 见到噪音的骑兵队到来 岩将们立即围了上来 七嘴八舌地向他问好 噪大当家又来了 噪大当家好 哇 怎么这次来了这么多骑兵 发生了什么事吗 是不是官府要来了 岩将们心里有点小慌 看到这么多骑兵 傻子也知道 肯定是出了事了 噪音看到岩将们 目前还算平安 心里也松了口气 你们没事就好 王家印大军 已经到了沁水县 离这里两百里 行大当家担心你们的安全 让我到这边来照顾家们 岩将们听了这话 心中颇为感动 有行大当家照顾 我们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们这里有您照顾 肯定没事 真正需要担心的 可能是还留在谢池 没有过来的岩将兄弟们 那谢池可是大目标啊 噪音听了这话 心里也稍稍一惊 暗想 这倒是 谢池旁边的河东道 虽然有官兵助手 但是颜克斯手里 那点官兵的战斗力 不值一提 王家印若是要收拾他们 只怕不费吹灰之力 再仔细想想 流寇应该也是很缺岩的 他们搞不好 真的会抢一波谢池 这可怎么办 就在他犹豫的时候 墨偶天尊突然开口了 派赤后 去谢池边盯着 如果河东道的官兵不顶事 岩将们有可能遇害 我们必须伸出援手相助 只要是我们有能力 救到的老百姓 就不能袖手旁观 噪音精神一震 谨遵法指 很快 赤后安排好了 谢池很大 一个赤后可盯不住 所以出动了一个赤后小组 足足十位赤后 都是老马贼 公马贤熟 人还很机灵 穿上轻衣 轻刀轻弓 向着谢池奔去了 到了池边 长达几十里的谢池 看起来还算安宁 暂时没有流寇作乱的样子 侍候们分散开来 向着谢池边各个地方散开出去 与此同时 河东道铁鸟飞 正带着自己的十八名手下 在河东道的兵营里 大摇大摆地走着 明明是一个严肖 却能在官兵的兵营里晃荡 而且官兵们对他还挺客气 见到他都会抱抱拳 铁大当家 好呀 铁大当家 最近又在哪里发财啊 下次来弄言 给兄弟我分润点好处吧 铁鸟飞对着这些人抱拳为礼 脸上满是虚伪的笑容 放心放心 有兄弟 我有一口吃的 就少不了你们的 官兵们都笑铁鸟飞 却在心里呸了一声 暗骂 一群贪货 他钻进了严克斯的官邸 严克斯正端坐太师椅 见到铁鸟飞进来 就仿佛见到了一定巨大的银子进来似的 脸上挂起了笑容 哟 铁先生来了 这次来见本官 有什么好生意要谈吗 铁鸟飞黑黑直笑 不知道这起码五十两文银 心中暗喜 见面里都不小吗 看来这次所谋必大 他脸上带起笑容 说吧 要什么 铁鸟飞 在下这次前来 是想大人再开放一个村子的盐给在下 严克斯故意装出了一张黑脸 上次卖了一村子盐给你 结果你倒好 把盐匠给养肥了 这伙人手里有了钱 不在服务馆 半夜三更全逃了出去 把村子都给逃成了空村 害我这边减产了不少 铁鸟飞心中暗笑 盐匠是被我们骗走了 致撕盐去了 你还以为他们只是逃了 这次又来骗走你一村盐匠 你还以为我只是要买盐 心里在笑 脸上可不能笑 铁鸟飞道 盐匠逃跑可不赖在下呀 大人给他们的工钱太少了些 我问过了 他们拿到手才二文一金 我给您的可是二十文一金呢 您多拿几文钱出来分给他们 他们也就不会跑了 严克斯笑骂道 你当我是商人 还得花钱养手下不成 这些匠人又不是本部的部下 只是本官的狗 有块骨头肯就不错了 还想吃肉 铁鸟飞心中暗骂 操 脸上却笑 好了好了 这些匠人的是不重要 大人 我这边是真的需要盐 您再给再下一寸 可好 严克斯摇了摇头 铁先生 我是很想再给你一寸盐 但这次不行 有位大商人正在找我提货 盐匠逃亡太多 我这边的货 也开始供应不够了呢 得先把这位商人的货应付一下 铁鸟飞 我可以多出点钱 大人报个价吧 严克斯摇头 多出钱也不行 这位商人不是普通商人 是朝廷特批的边军供货商 他们手里有盐影 他们的盐必须优先供应 他这么一说 铁鸟飞马上明白过来 进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在边境上设立了九个边镇 这些边军需要物资供应 但是朝廷的供应能力有限 于是就有了开中法 朝廷让一些有实力的商人 给边军输送物资 然后朝廷给这些商人发放盐影 商人们拿到盐影之后 就能到山西河东道谢池 来找严克斯 提取官员拿去卖钱 因此 就诞生了竞商这种玩意儿 铁鸟飞这种言销 与竞商的实力比起来 可谓天上地下竞商一根手指头 就能把铁鸟飞的财力给按死 铁鸟飞心中暗骂 他娘的 怎么这结果眼上 竞商跑来和我抢货 我这边玩不成天尊法旨 可是得罪了神仙啊 他还想再争两句 就见 一名穿着商人衣服的男子走了进来 这男子一身的商人气息 简直要从身上扑出来 严克斯并没有介绍 因为铁鸟飞是个见不得光的 当然没必要给他介绍 但铁鸟飞却一眼认出来了 近来这人 是山西著名的八大竞商之一 黄云发 这人的生意做得极大 盐 茶 铁器 各种手工制品 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卖 但是江湖传言 这家伙将很多物资 卖到了关外 送给了剑奴 不过 这只是江湖传言 没人抓到他的把柄 铁鸟飞知道自己斗不过这个人 只好对着严克斯抱了抱拳 退了出来 一名心腹迎上前来 老大 怎么办 铁鸟飞 良扮 咱们回谷渡码头 去求天尊 只有靠着天尊施法 我们才有资格和黄云发拼财力抢生意 两人说到这里 便打算离开了 却没想到 正在这时候 东边的城墙上 空空空的警报声响了起来 一骑快马 冲进了河东道的城门 大声叫道 刘寇来了 刘寇来了 刘寇抢炎来了 这一下 还真是把铁鸟飞下了一大跳 有点想跑 但却又知道 这时候跑了 什么情报都拿不到了 还是在留在这里 才能探查到更多的东西 只见河东道的官兵们 立即行动起来 抄家伙 拿武器 铁鸟飞爬上城墙 向东一看 东边黑压压一片人头过来 人群中飘起一面大旗 闯 他心中一惊 是王家印麾下大将 闯王 这个人在王家印诸多手下中 排名第三 实力很强 河东道只怕要糟 只见闯军前面 大群官兵和岩将 正在没命地逃跑 涌向河东道城池 原来 闯军到来 池边各个岩村的驻军和老百姓 都赶紧舍弃了自己的家园 向着河东道汇聚而来 所以 场面显得十分混乱 严克斯急匆匆地从官邸中跑了出来 一边跑还 一边在扣头盔 刘寇来了 我操 河东道又不是普通县城 他们居然敢来 他还仗着自己是军区 以为刘寇不敢来饭呢 上了城头一看 才吓了一大跳 外面大片人头 数都数不清有多少 这一下 严克斯吓得尿都差点出来 近伤黄云发也跟了出来 却显得一点也不慌 瞥了外面的闯军一眼 冷笑道 一群乌合之众罢了 大人不必惊慌 待我的人先出去冲杀一波 您在徽军掩杀 一战可胜 严克斯 黄云发转身对身后的心腹道 把咱们的护卫队拉出去 和流寇们玩玩 他这命令一下 大群护卫行动起来 严克斯和铁鸟飞 都情不自禁地看向他的护卫队 只见着商人的护卫队 居然是一支一甲鲜明的骑兵队 其中有一小队人看起来牛高马大 长相外貌 似乎不是中原人士铁鸟飞心中一惊 低声道 那一小队人 不会是剑奴兵吧 听说这家伙与剑奴有勾结的 旁边的部下低声道 光看外表猜测 他肯定抵死不认 只会说这些是北方边境的牧民 冲啊 黄云发的部下一声呐喊 杀出了城去 骑兵马蹄翻飞 一群人去世如风 为首那一小队人更是汉勇绝伦 手里长枪马刀一阵横扫 打得迎面过来的刘寇军 抱头鼠窜 严克斯一看 乖乖我的妈 这黄云发的手下如此之猛 那还等什么 赶紧也大喊一声 冲 城中官兵立即一涌而出 将闯王军打得狼狈退去 闯王军被打得屁滚尿流 狼狈退去 官兵和黄云发得胜归来 那黄云发赢了一场大战 脸上却不见半点喜悦 似乎做了一件很平常的事一般 根本就没放在心里 只是淡淡地道 好了 刘寇已退 大人 咱们还是来谈谈严的问题吧 严克斯大笑道 黄先生这些手下 可真是个个勇敢绝伦啊 黄云发恩了一声 也没多说废话 又和严克斯一起退进了官邸中 低声尬聊去了 铁鸟飞被那黄云发的实力吓到了 也不想在这里久留 赶紧出了河东道 向西走 走了没多远 树林里突然钻出来一名赤猴 对着他抱了抱拳 铁大当家 铁鸟飞一掩认出来 这是邢大当家手下骑兵营的 赶紧道 兄弟 你怎么会在这里 赤猴道 天尊下令 让我们来谢池边哨探 若是岩将有危险 我们要来救人 铁鸟飞 刚才发生的事 你们看到了 赤猴一脸沉重 看到了 铁鸟飞 嗯 那我们一起回去 赶紧向天尊汇报吧 赤猴们还留了几期在谢池边继续哨探 愤出几期与铁鸟飞一起 飞快地回到了萧池岩村 噪音在这里已经久后多时了 而且 行红狼也率着步兵队赶来 小小的萧池岩村里 聚集了三百步兵 三百骑兵 好不热闹 大伙听完铁鸟飞讲的事 脸上都生起古怪的表情 连木偶天尊都皱起了眉头 两根用狐毛沾成的眉毛 紧紧地皱在了一块 行红狼道 黄云发的实力居然如此之强 比官兵还能打 铁鸟飞点头 是的 尤其是他们最前面的那一小队骑兵 好他娘的厉害 公马贤 那个 造大当家 我说个话 您别生气 黄云发的骑兵 比您手下的厉害 噪音怒 放屁 老娘的骑兵 可是马贼出身 专门抢商人的 怎么可能比不上一个商人 别吓嚷嚷 墨偶天尊开口了 造英吓了一跳 赶紧住嘴 墨偶天尊轻轻地叹了口气道 造英 不要不服 铁鸟飞应该没有胡说 你的骑兵是打不过他的骑兵的 因为 那些骑兵 肯定是剑奴精旗 这一句话 吓了大火一跳 肯定是 别的人说的话 他们不一定信 但是天尊说的话 谁会不信呢 造英一听说 那是剑奴精旗 马上就不敢再逞强了 墨偶天尊缓缓地道 八大晋商 各个都是卖国贼 他们长期将物资卖到关外 给剑奴补充物资 同时还将关内的情报 官兵布置什么的 也送给剑奴 所以 黄云发的手下里面 混着剑奴骑兵 并不奇怪 这对骑兵 也许是剑奴专门派过来保护黄云发 保证他能把物资和情报 送到剑奴手里的 也许是 他在关外花钱雇佣的 反正来路不挣就对了 众人 后面还有一半李道玄就没说了 这些晋商 最后成功地卖掉了大明 满清入关之后 将八大晋商封为了八大皇商 接下来 这八大皇商 辉煌了足足两百年 最后随着满清的衰落 一起衰落 客观分析的话 像吴三桂这样的汉奸 比起八大晋商来 都要差了一节造诣 因为吴三桂 是在家人被李自称羞辱 绿帽子盖顶的情况下 卖国成为的汉奸 而八大晋商 是一开始就 直接卖国做了汉奸 一发自觉 一个是为了父亲和老婆 一个是为了赚钱 一个是现在暂时还没成为汉奸 一个是现在已经是汉奸 虽然大家同为汉奸 但差距还是有的 木偶天尊的脸色黑了下来 当然 木偶的脸其实是不会黑的 但他故意把脸放到了阳光的阴影处 这样就黑下来了吗 各位 我们要杀人了 这句话一出 众人皆惊 最早加入高家村的人 倒是见过天尊杀人 一巴掌拍死山贼 再一巴掌拍死无上名王 痛快无比 但是后面 加入的人 就没见过天尊杀人了 因为后面李道玄 已经很少做出杀这个决定 大伙都觉得他十分仁慈 关爱苍生 现在从他嘴里听到杀人二字 不由得不惊 木偶天尊 不要让黄云发活着 离开河东道 不要再给他输送物资 给剑奴的机会 就在这里将他干掉 他这话一出口 那就是天尊法旨了 所有人都要卯足了进来完成 众人一起抱拳 严肃地答道 谨遵法旨 铁鸟飞 我再返回河东道去 利用我和颜克斯的关系 在河东道里面监视他 打探他接下要去哪里 噪音 我再多派点赤猴出去 防止这家伙逃脱 老南风则是拿出了一张地图 刷地一下展开 开始研究 怎么才能保证不让这家伙走脱 行红狼和高出武这对夫妻 则默默地跑去清点装备 准备作战去了 只剩下战僧一个人 似乎有不同意见 双掌合十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天尊 小僧觉得 杀人不好 有伤天合 就算对方大奸大恶 咱们也应该加先和他讲讲道理 说不定能讲得通吗 贫僧打算去见见黄云发 劝他放下屠刀 改邪归正 不要再做汉奸了 他一句话还没说完 铁鸟飞突然对着大伙眨了眨眼 使了几个眼色 我觉得 大师说的有道理 对这种卖国奸贼 我们应该先讲道理 讲不通了再动刀兵 如果一开始就出动军队 直接打仗 那劳民伤财 反而不美 众人齐齐一猛 不明白他葫芦里卖什么药 铁鸟飞猛实眼色 甚至还对着李道玄猛击眼睛 先用手指了指战僧 再偷偷做了一个切割的动作 李道玄也明白过来 心中暗乐 原来是这个意思 行 这倒也是一个思路 把大杀器放到敌人身边去 不一定要使用 但却可以当成一道保险 是战僧自己本人愿意去的 可不能怪别人利用他吧 似乎很好玩 不行 我也得去 想到这里 木头天尊的木头小嘴 咔嚓咔嚓活动了起来 仿佛恐怖木偶打快板 战僧说的有道理 大家也要讲规矩 顺便把我也带去 我也敢话他两句 天尊既然都发话了 别的人当然没意见 好的 那就让战僧大师 先去劝他向善吧 我们在外面也做好准备 如果战僧大师劝不了他 我们再剁了他 战僧见大家答应先讲理 顿时大喜 我就知道 天尊和大伙 都是仁慈之人 田鸟飞道 大师 你是高僧 我是严肖 我们不方便一起行动 免得辱没了你的名声 我们应该分开两波 进入河东道城 战僧点头 没必要 让敌人知道他和田鸟飞是一伙的 分开行动更加好一些 反正他是普救寺里著名的高僧 河东道是可以大摇大摆走进去的 提起哨棍 直接出发 田鸟飞则拿了拿了一个黑色的袋子来 道了一声得罪 将木偶天尊放进袋子 带着他一起进城 这木偶虽然有半人高 但并不重 因为手脚都是细细的木棍 放进袋子也不重 装好之后 一个手上往肩上一杯 就像扛起了一袋丝盐般 轻轻松松 不过 李道玄在袋子里看不到外面 那就很不爽了 拿木头手指轻轻戳 麻布袋子不太结实 他居然戳出一个小洞来 这样就可以看到外面了 田鸟飞带着手下和木偶天尊 来到河东道城门口 明明是个言销 但守城兵却对着他露出友好的笑容 像银财神爷一样 银进了城 连入城税都没有他赴 反而是良民要进城 得把入城税交足了 才能放行 木偶天尊躲在袋子里 跟着进入了河东道 通过袋子上的孔 开着这个著名的城市 这里就是后世著名的山西运城 一个运字 就到出了这个城市的关键 那就是 商 城里可谓商谷云集 大量的进商 在这里倒腾着盐 茶 粮食 军马一类的东西 运送给北部边境上的边军 这其中大部分商人是好的 他们保障了边军的物资供应 才有了大明朝几百年的边防安宁 但其中 也混着八大进商那样的汉奸 穿过商人区 钻进侧阶 这里的情况就很难看了 被闯军逼进城里的岩将们 蜷缩在街角巷尾 躲在阴暗的角落里 一脸惶恐地看着外面 李道玄长长地叹了口气 铁鸟飞马上就会议了 抓了一把碎银子出来 穿过小巷 给那些岩将每一人小定银子 放在手心里 然后凑到他们耳边 低声道 想有条活路 就逃出河东道 向西走 会有人接应你们岩将们 猛的一惊 看了看手里的银子 再抬头 才看到铁鸟飞翼行人 已经走远了 岩将们琢磨琢磨现在的处境 楚城感觉很危险 闯贼虽然被一时打退了 但还有可能再来 岩村很危险 河东道也很危险 向西走吗 如果有人接应的话 说不定可以试试 这位园外看起来像是个好人 反正现在外面很乱 自己逃亡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大 事后颜克斯也只会以为自己 被闯贼杀了 不会来追捕自己 这是一个绝好的逃跑机会 摆脱将级的机会 就在此时了 比较勇敢的岩将们 将心一横 出发 铁鸟飞则又一次回到了 颜克斯的官邸前 他在这里也是老熟人啊 不对 老财神 只要把拜帖一送 颜克斯的家丁 便请了他进去 给他的人安排了偏院休息 铁鸟飞手下的私盐贩子 马上行动起来 打探了一会儿 回来报告道 那黄云发就住在咱们旁边的院子里 嘿嘿嘿 战僧大师比我们先来 也住在隔壁另一个片院里 铁鸟飞笑 高僧就是好啊 河东到随便进 颜克斯的官邸 也能随便进来做客 我们还得花钱才能进来 他这边刚吐完槽 就感觉到院墙上人影一晃 战僧居然翻墙过来了 落地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施主若是觉得 做高僧很方便 何不也金盆洗手 来跟着平僧一起修习佛法呢 铁鸟飞指了指手下背着的黑袋子 那里面装着墨偶天尊呢 他贪手道 我就算要出家 也是跟着天尊混 做到事 战僧 阿弥陀佛 你可真不懂天尊的胸怀 他才不介意 咱们是佛事道呢 你看他对平僧 也没有半点嫌弃的意思 铁鸟飞 好了 咱们现在算是混进来了 由我先去接触黄云发 还是大师先去呢 战僧 当然是平僧先去和他谈谈 劝其向善 若是平僧劝不成 施主再去也无妨 他这要求 当然没有人会反对 虽然大家都知道他肯定要失败 但是他也不会有生命危险 黄云发再坏 也不至于在严克斯的官邸里 对一个和尚动手 由得他去吧 半个时辰之后 战僧垂头丧气地回来 平僧劝他 不要再和剑奴做生意 他根本就不承认 一口咬定没有 至于平僧劝的话 他更是完全没听进去了 铁鸟飞笑 或者这里人太多 他在这里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汉奸呢 等出了城 人少了 大师再去劝劝 实在劝不动了 我们再出手干掉他 战僧 善哉善哉 铁鸟飞 既然大师不成功 那就该我了 我去搞清楚 他何时出城 走哪条路 我们的人才好半路拦他 若是摸不清这些事 他一旦出城 剑奴骑兵护着他 如风一般北上 我们未必拦截得住 战僧 这要怎么叹得出来呢 铁鸟飞黑黑笑了起来 其实不难 和他谈谈生意就行了 战僧 铁鸟飞 大师就看我的吧 他整了整衣衫 给自己弄得更有商人气质 这才笑盈盈地 向着隔壁院落去了 李道玄发现 这乐子 自己好像看不到了呀 严重不爽 赶紧从布袋子里钻出来了 跑到两个院子间的院墙边上 这墙上爬满了树藤 爬山湖 墙上还有些小破洞 看起来颇有点年代了 李道玄也不知道 木偶有没有力气爬上去 心想 这也是一个测试 我共感的东西的活动能力的机会 试试吧 伸出两只木手 抓住了树藤 这木偶的手 做得真是精巧 居然有抓握能力 再用两个小木棍脚 在墙洞上一踩 咦 稳住了吗 挺好 这木偶人的活动能力 大致上等于李道玄本人的 活动能力等比例缩小 所以叫做共感吗 只是关节没有真人那么灵活 动作看起来比较僵硬 他用僵硬的动作 卡塌卡塌地爬上了墙头 李道玄悄悄地从墙头探出头去 对面的院子里 有一群护卫在闲聊 说的是山西话 另外 还有一群十几个 看起来明显比普通人要凶恶得多 体型也要高大的多的男子 坐在一边没有说话 这群人应该就是剑奴骑兵了 他们在中原不方便开口说话 所以都假装成哑巴的模样 他们明显比那群说 山西话的人要警惕 眼睛一直在四处巡视 其中一人 疑了一声 眼光锁定在了李道玄的身上 拍了拍身边的同伴 对着李道玄指了指 于是 十几个人全都围了过来 李道玄马上停止了所有动作 将在墙头不动了 这就叫 我们都是木偶人 不能说话不能动 那群人围观了李道玄一眼 看出来了 这是一个半人高的小木偶 也就不再放在心上 又重新回到院子一脚 坐了下来 至于墙头为什么会趴着一个木偶 他们也搞不明白 当成是汉人的奇怪装饰了 李道玄心中暗乐 好玩 很快 院门敲响 一个说山西话的护卫去开了门 就见到铁鸟飞站在门口 抱拳道 在下铁鸟飞 是一名盐商 久仰黄云发黄园外的大名 特来拜访 有些生意上的事情要谈 护卫听说谈生意 倒也不敢怠慢 赶紧进屋通报 很快 黄云发走了出来 黄云发一眼 就认出了铁鸟飞 毕竟不久前 还在颜克斯的大厅里见过面 知道他是一个盐宵 不算很大的那种 手下十几二十号人 有点实力但不多 对着这样的小人物 黄云发倒也不用太客气 淡淡地问道 原来是铁鸟飞 你来见在下 有何见叫啊 铁鸟飞装出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 左顾右盼 似乎是在确认附近没有别的人 然后才上前一步 抱拳道 黄云外在下是来投奔您的 啥 黄云发愣了 他在墙头上看戏的木偶天尊 也乐了 原来如此啊 铁鸟飞这招还挺高的 铁鸟飞继续道 在下以前 跑点盐运的生意 但是你也知道 这盐运是越来越难跑了 整个山西遍地流扣 盐将们都被打得 躲进了河东道城里 我这次过来 双手空空 一经盐也没买到 这事情 黄云发倒也是知道的 他拿着盐引来 找盐克斯提货 盐克斯就把原本打算 卖给私盐贩子的货 全都给他了 铁鸟飞 在下这跑盐运的生意 只怕是做不下去了 现在急需研究个新的门路 听说黄云外 在北江玩得很转 生意做得贼大 在下想跟着黄云外混混 黄云发邪言 你想跟着我混 可我凭什么要带你混 北江的生意可不好做 我平白无故 带你打通了门路 你一回头就把我丢开 自己吃毒食了 这就是关键的难题了 这个问题不解决 可不好办 铁鸟飞的声音压低了下去 我有门路 可以帮你介绍一个 买鸟冲的货源 这句话一出口 黄云发的眼睛就眯了起来 鸟冲 数量太少 可没什么意思 铁鸟飞黑黑笑了起来 当然不会少 多得很 几百只 而且后续还能源源不断地走 黄云发的表情 开始变得严肃了 你知道骗我是什么后果吗 不论你逃到哪里 我也能娶你 一个小小四眼贩子的狗头 铁鸟飞摆出一张严肃脸 黄云外 我是诚心诚意要跟你混的 岂能骗你 不瞒您说 我在山西那边 找到了一个偏荒小村 村子里聚集着大量 从官府工坊里逃出去的铁匠 他们躲在深山里苟延残喘 在下因为给他们供应了几次盐 就交上了朋友 他们替在下的手下 打造了许多兵器 你看 我身上这把妖刀 就是他们打的 他们还懂得打造鸟冲 而且已经打造了几百把 正在黑市里寻找买家 黄云发听得半信半疑 这事情倒也不是不可能发生 大明朝的工匠很苦 多年来一直都有 工匠逃亡的事情发生 铁匠大量逃亡之后 躲在荒村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而且 匠人们一旦逃亡 就成了流民 没有农田可以耕种 也不敢到处走动 生活当然会很苦 在这种情况下 和延宵谈成生意 私卖兵器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黄云发长期偷偷 将物资卖给剑奴 而剑奴对鸟冲这东西 那是相当感兴趣 曾经好几次和他提过 想让他从大明那边弄一些过去 但是 这件事很难办 因为大明自己的鸟冲也不多呢 大明朝这时候 财政已经崩溃 穷得一笔 官兵连军饷都发不出来 官府哪里还有实力大规模制造鸟冲 有限的一点鸟冲 全都武装在神机营 官宁铁骑等有限的部队身上 黄云发没法从贪官手里 弄到鸟冲 至于民间 就更不用说了 官府都没钱打造的东西 民间自制能有多少 稀稀拉拉几只 是毫无意义的 要走量 有了量才有用处 哪怕竞商有多神通广大 也弄不到多少鸟冲去卖给贱奴 铁鸟飞的话 让黄云发怦然心动 这一套话里 真正的值得怀疑的点只有一个 那就是 这些逃亡的铁匠 哪来这么多铁 可以用来打造几百把鸟冲 就在他琢磨这个的时候 铁鸟飞黑黑笑了起来 我不光卖盐 还卖铁 那些铁匠 现在都是靠我照的 只要我一句话 他们就能把鸟冲都卖给黄云外 我的要求也不高 黄云外带我跑几次关外 介绍我与关外的人做生意 仅此而已 黄云发最后一点疑虑也消散了 当然 像他这种人 绝不可能轻易相信别人 就算疑惑解除 也不代表就这样 相信了铁鸟飞 他还得最后做一个确认 你说 他们有几百把鸟冲 那就拿出来给我看吧 我看到了货 就相信你说的话 铁鸟飞 小诗一桩 黄云外 你且莫及着北上 先在这河东道里住上几天 我去把那些鸟冲弄来给你看 黄云发再次露出狐疑的神色 几百把鸟冲 那可不清 你就十几个人 要怎么运的过来给我看 铁鸟飞黑黑笑道 传 铁鸟飞告辞 回到了自己的小院子里来 他刚走 黄云发的表情 就变得更严肃了 看起来有点阴暗 旁边一个手下走上前来 老爷 这家伙说的话 也不知道能不能信 属下总觉得 几百把鸟冲 对于一群逃亡铁匠来说 是不太可能弄得出来的玩意儿 黄云发低声道 我可没轻信他 且看他玩什么花样 等他把鸟冲弄来了 你去帮我验验货 货没验名之前 我不会轻易信他 免得中了他的诡计 李道玄听到了他们商量的全程对话 心里也不禁乐了 这铁鸟飞 还真是有点机智 好吧 这种程度的机智 对于严肖来说 应该是常规操作吧 严肖也是商人的一种 对于静商迫切需要什么 他当然门清 用对了鱼饵 才能钓得到大鱼 铁鸟飞回到这边院子里 对着一个手下道 火速回去 通知 不用了 木偶天尊突然开口了 洽船码头马上就会知道此事 那边很快会派船过来 你去和黄云发约定一个看货的地方吧 与此同时 河阳县 洽船码头 未带型的回水湾里 好大一堆船挤在一块 随着白云培养出来的船长和船员越来越多 李道玄放下来的船母也越来越多 炮船已经有好几艘 货船也有了好几艘 另外还有了好几艘中型船 这时候 白云 白公子 正在研究一艘天尊才放下来没几天的商船呢 这商船在现实世界是八厘米长 李道玄没有在里面安装电机 马达 电池一类的玩意儿 只搭了一个空架子 但就这么个空架子 放进箱子里 却变成了十六米长 对于小人们来说 已经是中型船了 白公子从船头到船尾 仔细地看了一圈 回过头来 对白云道 父亲大人 这艘船的空间足够大 孩儿 也许可以想想办法 把蒸汽机装在这艘船上 白云大喜 那就太好了 天尊没有给这艘船 安排先接洞里 我正愁怎么弄它呢 总不能派一群船员上去划着它走 若是能将蒸汽机装入 那就非常好了 两人正聊到这里 突然就听到码头边上的 名团士兵们惊呼起来 接着 到处都有人在喊 参见天尊 两人赶紧一回头 就见到摆放在洽川堡里的 归交天尊走了出来 一边走 还一边对着那些 对他行礼的名团士兵挥手 大家辛苦了 白云和白公子 两人马上反应过来 天尊这样出现 肯定是有事要吩咐了 李道玄软绵绵地 走到了两人面前 用一艘普通的船 人力滑动的那种 装两百五十把 滑糖鸟冲 送到永济古渡码头 白云赶紧到 警尊法旨 接下命令之后 白公子才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要用人力滑的呢 用仙船 送 岂不是更快 白云也问道 是要给高出五他们 增加战力吗 要不要再送些 线糖鸟筒给他们 咱们的下赛波步枪 现在也已经有少量 制造出来了 也应该提供给 战斗最前线的高出五 他们使用李道玄 不需要那些 只送最老式的 线糖火冲过去就行了 不需要送弹药 白云一脸猛 不过 法指就是法指 听不懂也得照办 正好眼前有一艘 还没有动力系统的 空架子中型船 干脆就用这艘船 来运货好了 工人们马上行动起来 从筑炮厂里 搬出大量的 滑糖鸟冲 搬上了那艘空架子船 250兵 鸟冲真是好大一堆 堆得像小山似的 白云又派了几十名水兵上去 用古老的船江来滑动 这种操船方式 在高家村那些 用惯了仙船的水兵们看来 简直就是一个字一图 但是天尊都下了令了 土就土点吧 为了护送这一艘 土的步行的人力滑江船 白云还得派出三艘炮船 36门大炮的超豪华阵容 跟着那艘船 向着永济码头去了 三日后 河东道 铁鸟飞站到了黄云发的面前 黄云外 你要的火冲 我已经让人运来了 足足250把 不过 这么大一批火冲 可见不得光 若是运到河东道来 官兵肯定是要收缴的 在下还得落个谋反之罪 抄家杀头 黄云发早有准备 他才不会被轻易骗去奇怪的地方呢 挥了挥手 一名心腹手下走了出来 黄云发 他代替我去验货 若是货没问题 我们再商量 一个地方交接 铁鸟飞 那就请这位兄弟 随我走一趟大宇渡吧 大宇渡 是离河东道最近的黄河渡口 水路交通要冲 历代异道和沿运的必经要道 周急连运车水马龙 商骨不绝 只要在山西经商的人 没有不知道这个渡口的 实际上 这个渡口 也是控制在官府手里 听说要在官府控制的渡口 给他看几百把火冲 黄云发的表情怪怪的 铁鸟飞看出了他的疑惑 低声笑道 我那船当然不能在大宇渡靠岸 只能停在离大宇渡很远的地方 咱们要在大宇渡登上小船 去江上看我的货 他越是搞得这么复杂 黄云发反而越信了 这可是见不得光的东西 就该这样搞才是 对着手下点了点头 你去看看 看仔细了 铁鸟飞带上那步下 出了河东道 骑马向南狂奔 花了不少时间 才来到了大宇渡 在这种交通要道 黄云发当然早就安排了自己的船 铁鸟飞上了他的人安排的船 向着黄河上游逆流而上 行驶了十几里 这才在江上看到了一艘 长达武藏的中型船 铁鸟飞指着那船道 到了 靠过去吧 黄云发的步下 缓缓地靠到了这艘大船边上 只见船上有一大群 皮肤晒成了古铜色的 一看就是在水上讨生活的人 拿着船浆 用古怪的眼神看着他们 黄云发的步下心有点发毛 但他自存 自己是个小人物 铁鸟飞也不可能大费周章地 来骗杀他这样一个人 硬着头皮上了船 掀开了船上的一块大油布 向里面一看 顿时惊地呆了 鸟冲 好多鸟冲 天色已经黑下去了 古人日出而作 日落而漆 河东道里已经安静了下来 只能听到一个 更复悠扬又古怪的声音 天干物燥 小心活李道璇却还没睡呢 看了一眼时钟 才他喵的晚上十点半 这么早 现代人怎么可能睡得着 起码还有一个小时可以浪 高家商圈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地有了夜生活了 晚上正式工作了一天 想要获得精神满足的高家村民们 看戏 听曲儿的时间 李道璇若是把视野切回去 倒也可以看到一些乐子 但是天天看这个乐子也看得腻 偶尔也得找点别的乐子 想了想 还是去河东道浪吧 他发动供赶 刷的一下 又来到了木偶天尊的身体里 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了几圈 心中暗想 反正没事做 去偷听一下黄云发 在和部下们说啥吧 搞不好能偷听到重要情报呢 双手抓住树藤 悄悄地爬过了墙去 没料 刚翻过墙头 就发现两个黄云发的部下 正在院子里巡逻 他赶紧停下所有动作 但这么一个急停 已经失去了平衡木头身体 很自然地 就从墙头上落了下去 哗啦一声木块碰撞声 两个巡逻的部下吓了一跳 定睛一看 原来是一群木偶人 从墙头上掉下来了 白天的时候 他们也见到过这个木偶人 趴在墙头 现在见他掉下来了 还以为是风吹的 或者什么野猫 把他给撞下来了 其中一人向另一人叨叨叨 真探娘的吓人 突然掉这个玩意儿下来 另一人低声道 这木偶的脸 做得太逼真了 一个木偶 有必要做一张这么真的脸吗 先前那人道 不知道 反正我总感觉 这玩意儿很诡异 我们还是离他远点吧 两人甚至都不敢伸手来碰木偶 继续向前巡逻了过去 等他们走远了 木偶天尊才抖抖手压抖脚 卡卡一声爬了起来 脖子诡异地旋转了一下 心想 我好像无意中 解锁了一个新玩法啊 这个玩法在自己的地盘里不能用 但是对着一群汉奸用起来 似乎就没有心理压力了 他张开木头嘴 卡卡地笑了两声 然后故意就坐在了原地 不动了 刚才巡逻的两个部下 围着黄云发住处绕了一圈 又绕了来 两人手里的灯笼 散发着昏暗的光芒 突然 走在前面的人身子一僵 你看 这木偶旁边那人一看 顿时全身发麻 这木偶怎么坐起来了 他刚才明明是从墙上掉下来 躺在地上的呀 是 怎么现在变成坐着了 两个部下这一下全身炸毛 整个人都慌了 不不不 一定是我们记错了 我们才没记错 那就是 刚才我们巡逻过去之后 有人来了 把这个木偶给扶正了 我操 那岂不是有刺客进来了 两人吓了一跳 赶紧对着黄云发的房间冲了过去 碰个一声撞开门冲了进去 房间里马上就响起了兵器出鞘的声音 有人摔倒的声音 接着是黄云发的怒骂声 半夜三更发什么疯 往我屋里闯个啥 我他娘的 还以为你们两人是刺客 刀都拔出来了 结果你们冲到我面前 就往地上跪 发病了吗 那两人的声音跟着响起 我们以为有刺客混进来刺杀您 所以黄云发 除了你们俩 没人进来过 两人尴尬地唯唯诺诺 外面有个木偶 他动了 所以黄云发 带我去看看 他们这么一闹 屋子里许多人起来了 连那十几个仪式剑奴骑兵的人 也跟着起来 一大群人 全都向着李道玄这边走过来 李道玄才不会傻乎乎地等着他们来 爬起身 钻进了花园里的花丛 贴地爬行了一段 趁着一群人走开了 他钻进了黄云发的房间 吃力地顺着柱子爬上屋梁 抓了一根绳索 将自己倒掉了下来 外面一阵闹哄哄的 显然 他们没有找到木偶 那两个巡逻兵 被黄云发好一阵骂 混蛋 大半夜地发神经病 这里哪来的木偶 真的有啊 那两人委屈得差点哭出来 但解释无用 黄云发一声令下 别的护卫们一阵乱拳 把两人打得惨兮兮的 人群这才散了 各自回屋 黄云发心情贼差 哼哼唧唧地回了屋 对着外面吼了一声 都把眼睛瞪大点 外面一大群人回应 遵命 黄云发关上门 一转身 猛地一下 看到一个木偶人 倒挂在自己的房间中 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看着他 半夜三更看到这个 谁遭得住啊 啊啊 黄云发一声惨叫 向后急退 碰得一声 把薄薄的木板门给撞烂了 翻倒出去 掉进了花园 外面好几个巡逻队 一起冲了过来 将他护住 这里是颜克斯的官邸后院呢 这么大声惨叫 颜克斯的兵也被惊动 整个后院顿时闹哄哄的 礼道玄乐得不行 从乌梁上滑下来 又躺到了黄云发的床下面 外面响起了黄云发 带着点耸异的声音 木偶人 木偶人在我的房间里 就倒掉在乌梁上 碰 有人撞烂门冲了进来 手上还提着灯了 他们进来一看 屋子里哪来的木偶人 乌梁上也空空荡荡 什么也看不着 没有 老爷 屋梁上没有木偶人 怎么可能没有 我亲眼看到 黄云发有点气急败坏 那木偶有可能是假的 说不定是个诸如假扮的 快找 赶紧找 他可能还躲在我屋里 一群人在屋子里 翻箱倒柜地找了起来 终于有人找到了 大声叫道 床下 这木偶人在床下 有人伸出手来 在床下一拉 哗啦啦木块响声 还真从床下拉出一个 半人高的木偶来 是个真正的木偶 不是人假装的 那就是有人操纵的 黄云发大声叫道 快找 有没有人用丝线一类的东西 躲在暗处操纵着这个木偶 大群人开始翻箱倒柜地继续寻找 有人在木偶天尊的身上摸来摸去 想要找到操纵木偶人的丝线 有人则在屋梁上爬 寻找上面有没有躲着木偶狮 还有人在院子里 花丛中围墙顶 到处寻找 整个颜克斯的府邸都闹腾了起来 大群官兵跑进来 将整个偏院全都围得水泄不通 简直就是一级战备状态 然而 他们的搜索注定是徒劳 许久之后 他们终于确定了 这个木偶没有人操纵 他甚至都没有接线 不可能是有人操纵的 那他怎么进来的 有人道 不知道 完全没见过这个东西 我白天见过他 他趴在那边的围墙上 那边是铁鸟飞住的院子吧 莫非是铁鸟飞在操纵这个木偶 但是铁鸟飞和他的部下 根本就不在这里了啊 他们带着我们的人去看货去了 还没回来呢 不可能是铁鸟飞干的 他的人也全部都走掉了 还能隔着几十里 操纵这种诡异的东西 那究竟是怎么来的 不会是他自己走进来的吧 也不知道是谁说了这么一句话 所有人都感觉到全身发毛 黄云发的汗毛 都吓得倒立了起来 他深深地看着那木偶人 看了半想 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要不要烧了他 一名部下问道 别 几乎所有人同时叫了起来 别乱烧 说不准烧出什么可怕的变化来 鬼神可以不信 但不能不敬啊 你没烧他 他说不定还不会拿你怎样 就逗逗你玩 要是你烧他 把他得罪了 搞不好就变成大事 黄云发心里也一般想法 烧不得 古人云 尽鬼神而远之 他赶紧开口道 把这个木偶请出城去 请得远远的 他都不敢说 丢出去只敢说 请出去 于是 两个部下小心翼翼抬起木偶人 一群人护在周围 连夜将木偶人搬到了城外的小树林里 往树林里一摆 拜了拜 嘴里念叨道 木偶爷 请您不要再惦记我们了 转身就跑 声孔被他追上来似的 等他们去得远了 李道玄才拍了拍屁股 爬了起来 笑 这不把你们吓破胆 哈哈哈哈 不过 经过这一番操作 李道玄也算是试探出了 在古代刺杀一个大人物的难度 武侠小说里的人 随便一个飞檐走壁 就能进大人物的家里 把目标给刺杀了 但现实的历史中官员武将什么的 极少有被刺杀的记录 为啥 这次的事情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了 杀手很难靠近目标 就算靠近了 人家扯开嗓子一吼 马上就围过来无数护卫和士兵 想要刺杀弹劾容易 恶作剧一下就行了 还是等铁鸟飞回来吧 哎呦 被人丢到了城外小树林 要走回去好嘞 李道玄迈开两只细木棍腿 卡塔卡塔的 又向着河东道城池走了过去 哎呀 城门和城墙都被守住了 进不去 不过没关系 他故意在城外树林边 大摇大摆地晃了一圈 很快 树林里钻出一个噪音手下的赤后 对着他一个大礼 参见天尊 李道玄卡塔卡塔地笑了 来得好 你用力把我抡起来 扔进城吧 那赤后听得一脸猛 哎 一脸问好 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但天尊法只得遵守 赤后双手 抓起木偶人的胳膊 用力抡了起来 仿佛在扔一个大杀带似的 呼得一甩 木偶天尊飞呀飞呀飞呀 向那红色蜻蜓飞向蓝色天 哗啦啦一声 又掉进城里去了 重重摔了一下 但不痛 木偶人是不知道痛的 木偶天尊抖抖手呀 抖抖脚 又向着颜克斯的官邸走了过来 这一次他摊牌了 不装了 干脆就大摇大摆地对着大门走 颜克斯的官邸 刚刚才闹腾了一阵 现在所有士兵都还精神着呢 大门口守着一对职业的兵 正在谈论着刚才发生的事 突然 卡塔卡塔的声音 由远而近 一名士兵惨叫一声 指着长街尽头 你们看刚才扔掉的木偶人 他又走回来了 其他的士兵掉头过来一看 果然 那木偶人细手细脚 迈着诡异又不灵活的步伐 走一步 还因为木块撞击 而发出卡塔的声音 就这样从夜晚的街道上 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 啊 闹鬼了 救命啊 士兵们顿时一片混乱 木偶天尊发出了卡塔卡塔的笑声 两个木块做成的上下嘴皮 互相碰撞 那笑声在夜晚的街道上回响 真的是要让人落魂的 黄云发 黄云发 有人飞快地通知了黄云发 老爷 不好了 木偶人又回来了 正在对着关底大门走过来 还叫着您的名字 黄云发 啊啊啊啊 这次是真的吓得魂不附体 他还真不知道 这木偶鬼 为什么要缠上自己 实在太过吓人 无法思考 不过 木偶天尊最后并没有走进关底 他知道 人被吓到极致时 说不定会不管不顾地反击 到时候 真把自己这个木偶身体烧了 就浪费了木偶匠人的辛苦劳动了 他在街道上摇晃了几下之后 向着旁边一拐 走进了小巷 消失不见了 守门的士兵这才松了口气 黄云发听说之后 也松了口气 不过 这口气松是松了 今晚还能不能睡着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第二天大清早 战僧大师刚起床 就听到敲门声光光地响 拉开门一看 是黄云发亲自来了 还顶着一双熊猫眼 一张憔悴的脸 大师 不知道 您懂不懂得 降妖除魔之术 战僧一听就乐了 昨晚关底里闹得这么多凶 他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早就猜到了 是天尊在捉弄这家伙 只是没想到 捉弄的结果 是这家伙 大清早跑来找自己求助 战僧 阿弥陀佛 黄施主是想驱走那个木偶人 黄云发 那木偶人好可怕 大师救我 铁鸟飞和黄云发的手下 一起回到河东道城里时 就见到了一幅奇怪的画面 黄云发一脸惶恐地坐在屋子中间 战僧大师盘息在他的面前 左手拿着佛珠 右手竖在胸前 嘴里一直在念叨着什么 阿弥陀佛一类奇怪的咒语 铁鸟飞不经大气 我上次离开时 战僧大师还垂头丧气 说着黄云发不肯听他说话呢 现在怎么这样了 不过没关系 这不是重点 黄云发的部下凑上前去 在他耳边低声道 老爷 我随铁鸟飞去看了 他在黄河上 真的有一批货 全是品质一流的鸟冲 几百只 黄云发大喜 对木偶人的恐惧 一下子又被铜锈卫给驱散了 可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部下低声道 没发现可疑之处 那些鸟冲没有弹药 看来真如铁鸟飞所说 只是一群逃亡铁匠打造了火冲 他们甚至没有办法 弄到火药和铅弹 黄云发心中狂喜 这一批货 要是卖给剑奴 得赚多少钱啊 最重要的 如果把这条线给搭通了 今后从这些逃亡铁匠的手上 源源不断地买到鸟冲 倒卖给剑奴 那就是真的裁员滚滚 金山银山都挡不住 卖什么 能比卖军火更赚 没有 一瞬间 他觉得自己手里的眼影都不香了 转头看向铁鸟飞 眼中露出了欣赏之意 铁鸟飞 你的货 我很喜欢 铁鸟飞嘿嘿笑 您喜欢就好 您看 这批货 您报个价吧 黄云发伸手 就从袖子里 摸出了自己的眼影 放到了铁鸟飞手里 你不是要研吗 我这批研都给你 另外 我那关外的朋友 也可以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铁鸟飞赶紧装出大喜的样子 多谢黄云外提携 黄云发 在河处交货 铁鸟飞 再河 不行 黄云发立即打断了他 不能在河面上交货 太不安全了 我看这样吧 就在大宇都的西边六里处 周青村 铁鸟飞一听就明白了 黄云发身边有剑奴骑兵保护 所以他对自己陆地上的战斗力 更加自信 就不愿意跑到河面上 去交易 可惜了 洽穿码头那边 派了三艘大炮船过来 就是打算在河面上 把黄云发轰翻 送他去黄河里喂怪鱼呢 但这家伙如此警惕 看来那三艘大炮船 派不上用场了 这时候得哄着他才行 铁鸟飞只好道 好 就在周青村交货 两人商量急定 铁鸟飞又要再次出城 去安排交货 对黄云发就要失去监控了 他只好对着战僧大师使了个眼色 战僧双眉低垂 看起来像是 啥也没看到 实际上却飞快地扬了一下眉头 算是回应了 铁鸟飞这才放心大胆 转身走了出去 出了颜克斯的官邸 穿过一条小巷时 那小巷里 突然钻出一个半人高的木偶人 铁鸟飞 啊 参见天尊 木偶天尊卡塔卡塔笑 也不多说废话 铁鸟飞的部下会议 赶紧拿出黑袋子 木偶天尊自己钻了进去 一行人匆匆向着城外去了 很快 他们就回到了萧池 行红狼 高出武 噪音 老南风等人 在这里等候已久 听铁鸟飞把事情一说 所有人都黑黑笑了起来 好 周青村 咱们去那里摆个龙门宴 让黄云发和剑奴们 好好地感受一下我们的热情 两天后 周青村 周青村是一个典型的平原村庄 周围可谓是一马平川 年仅好的时候 这里的平原上全是大片的农作物 但现在大旱年间 农作物是没有的 只有大片大片荒废干涸田地 这是一个纵马狂奔的好地方 黄云发选在这里交货 就是因为这里够平 平的地方利于骑兵作战 而不利于埋伏 黄云发的部下们 驱着数辆大车 来到了周青村 剑奴骑兵极为小心 在进村之前 就先派出真骑 将周青村周围几里都探了得清楚 确保这里没有服兵 黄云发的本队 才缓缓地走了过来 铁鸟飞带着几十人 在这里等候已久了 在他们面前的车上 堆满了鸟冲 黄云发并不第一时间靠近 而是又派了部下过来 先验了货 确保了这些鸟冲都是真货 这才开开心心的一挥手 好 这些货我们收下了 铁鸟飞微笑 既然如此 我就先告辞了 拿您给我的眼影 先去提点盐 赚一笔 然后再来找黄云外 带我去关外做生意 黄云发 好说好说 铁鸟飞扔下两百多把鸟冲 扬长而去 在他离开之前 黄云发都一直保持着警惕 直到铁鸟飞真的走远了 他才微笑道 看来这家伙没有玩手段 是真的卖鸟冲给我 嘿嘿嘿 这下子赚大的 小的们立即搬货 他的手下立即涌上前去 将那两百多把鸟冲 搬上自己的车 正搬着搬着 一名部下 突然从鸟冲堆里翻出一张纸 刀高举起来 其道 鸟冲里面有一张纸 这纸上写着字 我不识字 黄云发大骑 拿来我看看 他拿过那张纸定睛一看 上面写着 你的死气到了 死 黄云发猛的一惊 重计 就在这时候 剑奴骑兵们的表情 一下子变了 他们听到了熟悉的马蹄声 而且是大量的 战马骑奔的声音 有骑兵队来了 从三个方向 一个会说汉语的剑奴 大声嚷嚷了起来 黄云发又惊了一惊 只见东西北三个方向 各来了一百名骑兵 横列开来 仿佛布下了一张巨大的口袋 将三个方向全部封死 只留下了南 而南边是汹涌的黄河 黄云发 我操 这铁鸟飞 设计陷害老子 这些骑兵是什么来路 他一个嘶言贩子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骑兵 一名部下教导 也许是官府 官府已经知道了 我们给关外的人送物资 所以想要收拾我们 黄去发 操 想点办法 冲出去 那个会说汉语的剑奴兵 突然黑黑笑了起来 这些中原的软弹骑兵 何惧之有 我们一个能打十个 黄先生 你跟好我们 我们选择一个方向 直接突穿他们的包围圈即可 剑奴骑兵开口 倒是让黄云发稍稍心安了一点点 对啊 我身边有强大无匹的官外惊奇 这些人可是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 比起中原的骑兵厉害得多 马术不是一个层级 在马背上的战斗力 也可以说是天差地远 敌人虽多 但为了包围 散开成了大口袋形 那一方只需要 及经其余一点 似尖刀一样切开口袋 便冲出去了 只要冲出重围 跑起来 中原骑兵是绝对追不上我们的 黄云发胯下的战马 也是来自关外的顶级两马 只要能跑起来 他相信伏兵战马 是绝对追不上他的 好 不要怕 准备突破 就在剑奴骑兵们跃跃欲试 准备反冲锋的时候 突然见到 那从外面围过来的三百骑兵 突然同时翻身下马 落到了地面上 这个动作 让他们奇奇一愣 有点搞不明白 接下来 那三百骑兵一起反手 从背上摘下了一把火冲黄云发 整个人都看猛 剑奴骑兵们却吓了一大跳 哎 原来 对方来的 根本不是骑兵而是 骑着马 赶路的火冲兵 转眼间 三百骑兵 瞬间变成了三百火冲兵 以一个口袋形不开 举起火冲 瞄准了中间的黄云发一行人 剑奴骑兵 有着丰富的与边军作战的经验 看到眼前这一幕 心里才终于慌了 他们不怕中原的骑兵 但是却怕中原的火冲兵 现在被人这样围着 怎么办 求饶是不可能求饶的 如今之际 唯有一冲了 剑奴骑兵 嗷嗷嗷一阵乱吼 纵马向前 死亡冲锋 于是 他们就真的死了 碰碰碰碰 火冲开火了 高家村民团 不论是滑塘枪 还是献塘枪 全都采用的碎发技术 根本无需烧火声 说开火就开火 扳机扣下就是个打 几百枚千弹飞向几十骑奴 毫无一点悬念 剑奴骑兵 瞬间连人带马 全都被打成了筛子 失去了生命的尸体 从马背下摔落下来 噪音在远处看着这一幕 不由地长叹了一声 浪费好马 浪费好马呀 还是该让我的骑兵迎上 干掉马背上的剑奴 就能把这些 好马抢过来了 老南风在旁边摊手道 你刚才看到了这些 剑奴冲锋的动作 还没看出来吗 他们比你的骑兵厉害多了 真要是以骑对骑 搞不好真的会被他们 冲破包围圈 咱们说不定还会有兄弟战死 还是用火冲轰杀最安全 噪音点了点头 这倒是 比起几十匹马 还是兄弟们的命更要紧 拿火冲轰杀剑奴 更加安全稳妥 剑奴骑兵一倒 黄云发手下的家丁丁 就没啥用处了 他们更加抗衡不了 强大的火冲阵 他们知道自己完蛋了 黄云发躲在一群人的护卫中 突然大声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你们别得意 你们以为自己赢了 没有 根本没有 老子根本不是黄云发 只是黄云发的替身 哈哈哈哈 你们是杀不了他的 众人 曹 铁鸟 飞从远处的山坡后面探出头来 惊恶地道 这么溜 墨偶天尊也不禁跟着愣了愣 让子弹飞 几里外的树林里 真正的黄云发 正拿着一个夕阳望远镜 看着这边的情况 冷哼了一声道 我就知道 这事处处透着诡异 还好我防了一手 可惜的是 以后没有替身可用了 我可得更加小心行事 他收起望远镜 转过身 对身边留下的十名亲信护卫道 咱们走 先回到安全的地方 然后组织人手 拉上竞商盟友一起 把这铁鸟飞 抓来好好的拷问拷问 看看究竟是什么势力 在背后与我作对 他刚一转身 就听到背后不远处 响起了一声佛号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黄施主 你看 你若做了坏事 就会有人想要取你的性命 你这次虽能逃脱 但下一次呢 再下一次呢 哎 只有平生不做亏心事 半夜才不会害怕鬼敲门啊 听平僧一句劝 回头吧 只要你洗心革面 现在这些要杀你的人 将来说不定都是你的朋友 黄斑云的眼睛微微眯起 战僧大师 你居然在跟踪我 战僧道 我只是在跟随着一个迷失了自己的施主 黄斑云 我不想杀出家人 你滚远些 战僧 阿弥陀佛 回头吧 他娘的 叫你滚没听见 一名手下冲了上来 挥起妖刀 对着战僧呼的一刀迎头斩下 但战僧哪有这么容易对付 手里哨棍一挥 那手下扑通一声倒了 黄云发心中一惊 这和尚 身手居然如此之好 有问题 他一旦生了疑 那就不管对方是不是出家人了 照杀不误 挥手道 上 堕了他 剩下的十名护卫 全都冲了上去 使得打一个 优势在我 战僧就一根哨棍 而且他还不愿意杀人 非要讲究个神武不杀之术 哪里挡得住十个护卫的轮番进攻 不消几个回合 战僧就被打得手忙脚乱 狼狈后退 施主 回头吧 战僧急喊 现在放下屠刀 还来得及 黄云发 快杀了他 听他说话就烦 一名护卫奋起神威 一刀扫向战僧 战僧正在躲另一个人的刀 对着后面这一刀 实在躲避不及了 扑的一声 手臂上被划出了一条斜口子 他百忙中低头一看 双眼刷的一下就红了 谁 谁他娘的 竟然放老子的血 没吃过说 吃人言消和平的名字吗 黄云发 护卫们 一脸和蔼的战僧消失不见 现在他们面对是一脸杀气的和平 和平手里哨棍一甩 扑的一声 居然捅在了一个护卫的太阳穴 那护卫惨嚎一声 倒了下去 接着一片棍影翻飞起来 护卫一个接一个的惨叫倒下 几乎每一个人 都是被一棍击在要害 急死 不消片刻 就只剩下黄云发一个人了 我再也不卖东西给剑奴了 他吓得全身颤抖 僧大放下屠刀了 我现在改邪归 立即 马战僧 谁是战僧 和平咧嘴 猙獰的笑道 老子叫和平 你改不改邪归正 关老子何事 他呼的一棍 敲在了黄云发的头顶上 红的白的 扑的一下 剑开满地 玉矢无声 正在头疼 哎呀妈呀 脑瓜疼 三万流寇家眷 现在就挤在小小的 河区县城里面 虽然他明知道 这样说不应该 但还是在心里 暗骂了一句 王家印你这狗日的 突围时也不把家眷带走 甩在这里 是要干什么 刘寇的妻子 我带你养之吗 在这一瞬间 连他这个文官的心里 都闪过了一抹 和五官一样的想法 杀光多好 不过 这样的想法 对于读了 圣贤书的文人来说 那是绝技不该去想的 他扼杀了自己的阴暗面之后 重新恢复到光明面 皱起眉头 这些人必须得安置 而且 这些人还不能安置在山西 这些人都是陕西人 如果他开口说 安置在山西的话 山西巡抚宋统英 肯定不乐意 不乐意就不会好好配合 到时候乱七八糟 把这三万人 随便找个山谷一丢 不给吃的 不给耕地认 他们自生自灭 那用不了几天 这伙人又要反了 虽然他们没有轻壮 全是老弱妇孺 但一群老人和妇人 拿着锄头造反 那不是更显得朝廷无道吗 到时候又来杀 杀个血流成河 送上去三万具 老弱妇孺的首集 皇上生气 第一个就把他 玉矢无声的脑袋给砍了 没办法 只能迁回陕西呗 一想到迁回陕西 他就又想到了济公和尚 想到了成城县 哎 也不知道这三万老弱妇孺 成城县肯不肯接 报 一名手下进来 大声报告道 大人 陕西推官石可法求见 无声心中一喜 石可法来了吗 太好了有请 很快 石可法大步走了进来 石可法今年29岁 正值雄心勃勃干事业的年龄 现在的官职 是陕西西安的推官 所谓推官嘛 主要就是掌理行明 暂计点 不过他到任之后 就没做过几天推官的正经工作 而是一直在负责证明 没办法 不证明不行啊 如果不证明 明就会犯罪 到时候 推官的工作会忙不完 所以 抢在明犯罪之前先证明 防患于未然 就不用做推官的工作了 这才叫真正的推官 就和真正的剑术高手 手中都没有剑一样 无声一看到石可法 就像看到了亲人一般两行类 史兄来的真是时候这些 从陕西跑到山西来的流寇家眷 需送回陕西安置 一路上需要花销大笔银钱 而负责这件事的人 若是生起贪念 将这些银钱 收入自己腰包的话 这三万人必在造反 本官唯有将这个任务交给你 才能心安 石可法一脸自信与从容 眼神中也带着坚定 吴大人放心 下官若是贪了一个铜板的救灾前 下辈子投胎 做块铺路石头 被万民践踏 无声 我只有信你了 他一挥手 手下搬了一个银箱子出来 你用这些银子 送这三万老弱妇孺回陕西 将他们交到城城县令 梁士贤的手上 石可法像那箱子里一看 心中就到抽了一口凉气 吴大人 如果我没看错 这里顶多只有三千两银子 下官如何能用这点银子 安置得了三万人 无声 这只是路费 路上花的 石可法 只是路费 到了城城县之后 下官就不用管了吗 无声点头 不用管了 也管不了了 他一脸黯然 本官带了十万两银子入闪 刚到陕西 就被红城愁淘了两万两 去支付拖欠的军饷 手里只剩下八万 东旧 西旧 现在手里的银子 已经不到五万 这三千两 也是本官咬了咬牙 才能挤出来给你的 石可法 无声快步走上来 握着石可法的手 除了你 我信不过别的人 他们都会贪银子 只有你才值得信来 石可法精神一震 明白了 吴大人放心交给我吧 即使下官能力很弱 但也必将奋力而为 很快 石可法带着一千官兵 三万老弱妇孺 踏上了前往城城县的长路 从河取前往城城县 最快的办法 应该是乘船 但是黄河上游水流湍急 行舟不易 朝廷在这里运力不足 根本没有办法 调来大量的河船 运输三万人之众 石可法只好走陆路 先到太原 然后从太原到平阳府 再从平阳府到河京府 通过龙门谷渡过黄河 在京韩城县 河阳县进入城城 这一条路总长度 足足有千里之遥 石可法知道很难 但他不怕 他虽然弱 但从不退缩 几天后 他率众来到了太原府 出发时 带的粮食已经吃光了 老弱妇孺们 饿得哇哇大哭 许多人已经走不动路 情绪崩得紧紧的 再不给他们吃东西 只怕又要闹起来了 石可法 只好进太原府买粮 靖城在官府的粮行里一问 粮价是一斗粮八百文钱 石可法的脑门 顿时一阵轻痛 这样算下来的话 三千两银子 只够买五万斤左右的粮食 这可怎么够三万人 走一千里的路啊 没办法 硬着头皮干吧 石可法先和粮行 讲了讲价 拿出官微 把粮价压到了一斗七百钱 然后再拿出一千五百两银子 买了两万多斤的粮食 先让老弱妇孺们 吃一顿半饱的 压住他的躁动的情绪 安一下明星 然后带着他们继续向南 一路上挖草根 挖野菜 包树皮 将这些东西与粮食混在一起煮时 拼命地节省 发一番艰难跋涉 又走了好几百里路 那两万多斤粮食 已经消耗殆尽了 一名属下来报 大人 我们的粮食见底了 又得找个地方买粮了 石可法的眉头 深深地皱了起来 前方要经过的城池是哪一个 属下报道 平阳府 平阳府吗 石可法马上就想起来 不久前还看到过军情通报 说平阳府被南营八大王率领的 一万贼军进攻 参将李怀战败 险些破城 后来得到了陕西总兵麾下的石白总增援 才闲闲守住 石白总因此也升迁为了拔总 石可法长长地叹了口气 平阳府不久前才被贼子攻打过 只怕粮价也不会便宜 哎 这可怎么办好 石可法不敢让那三万流寇 家眷进城 他把府城给搞乱了 让他们留在了城外 他本人则轻易捡从 只带了一小队家丁 钻进了平阳府来 平阳之府窦文达 见到城外来了这么多人 当然也是要来过问的 早已经迎到城门口 石可法的官职 比窦文达低 行了大礼 乖乖汇报 下官赴天使无声无大人之命 负责押送三万降贼 从何居府前往城城县 途经跪地 需要再次叨扰一番 窦文达 只要他们不乱来 那倒也无妨 若是敢为非作歹 咱们平阳府 也有制他们的手段 说完 他指了指旁边站着的一名武官 介绍道 这位是陕西总兵王成恩将军麾下的爱将 王小花 王八总 现在平阳府全靠王八总在镇守 王小花 石可法在心里暗暗吐槽了一下 给这个倒霉孩子取名的家长 对着白猫拱了拱手 王八总辛苦了 白猫委屈得不要不要 每一次被人介绍名字 都有一跳想从城墙上跳下去的感觉 抱拳回了个礼 也没多说废话 只是把头从城墙上探出去 看了一眼在城外 驻扎的三万流寇家眷 心里默默盘算 天尊看到这么多人 肯定很开心 虽然没轻壮 但是老人可以拉去编煮制品 做豆制品什么的 女人可以采缝刃机 印刷装订书刊 小孩子送进监狱里的学堂 她正想着呢 石可法开口问道 下官的队伍没凉了 她这一开口 窦文达就抢得到 平阳府也没凉 没有没有 石可法哭笑不得 不白拿 下官有银子 花钱买 哦 窦文达的表情 这才舒缓下来 买就没问题了 哎呀 本官早该想到嘛 石大人是御使吴大人派来的 那手上肯定有皇上发的救灾银子 十万两呢 哈哈哈哈 石可法暗想 人人都知道 吴大人带着十万两 却没几个人知道 吴大人都快接不开锅了 可怜的吴大人 她咳了一声 不知平阳府现在的梁价是 窦文达贪手 咱们这里的梁价可不便宜 石可法心中一紧 就见窦文达伸出三根手指 一抖三百文 什么 石可法大吃一惊 三百文 她才从太原过来 那边可是八百文 她磨破嘴皮子 还甩了官威 才好不容易压到七百成交 哪知道 一来平阳瞬间降成三百了 这他娘的窦大人这里 为何如此便宜 窦文达又指了指白猫 多亏了小花 白猫一口老血 差点喷出来 赶紧道 请称 我为王八总 窦文达充耳不闻 小花出生于富庶的家庭 她家里的长辈 为了支持她的事业 从陕西那边 运来了大量的粮食 低价卖给了本官 哈哈哈哈 本官这平阳府 一下子就安定了下来 白猫额头上青筋冒起 请称 我为王八总 石科法也懒得去听 这两个人发神经过嘴瘾 她只记住了一条 那就是 平阳府的粮价很低 不经大喜过望 转身就对随从道 快快快 把咱们剩下的银子 全部拿来 全部买成粮食 她在太原府 已经用了一千五百两银子 现在手里只剩下一千五百两 这一下想都不想 全部缩哈 这一缩 居然缩出来了五六万斤粮食 石科法大为兴奋 哈哈 靠着这些粮食 我肯定能撑得到城城县了 哈哈 肯定撑得到了 她又让老弱妇孺们 吃了一顿饱的 然后告别了窦文达和白猫 继续向南前进 五万斤低价粮食在手 让石科法意气风法 整个人仿佛充满了干劲 就这么走呀走 走呀走 数日之后 合金县到了 前方出现了一个废墟 那是合线城县 城墙被拆掉 房屋被烧毁了一半 里面连人影都见不到半个 看得石科法 也不禁黯然流泪 合金真是太惨了 本官现在有粮 若是合金县里有难民 本官也是可以镇计一下的 可惜 这里一个人也没有了 唉 继续前进吧 到了合金县 也就意味着 离龙门谷渡不远了 而过了龙门谷渡 就回到了陕西境内 石科法精神大振 催促着队伍 尽快前进 没用多久 他们就来到了龙门谷渡 石科法还以为 这里就是个很普通的 小渡口的模样 却没想到 到了地方一看 这里居然建起了一个 庞大无比的水城 城中人口上万 熙熙攘攘 热闹非凡 啊 原来金县城里的老百姓 全都搬迁到这里来了 石科法精神一震 赶紧来到城下 驻守这个水城的 正是石科法在官方消息里 看到过的 解了平阳府城之围的时间 石白总 哦不对 现在已经是八总 要叫十八总了 石科法开开心心地 对着石坚打招呼 听闻石将军力退 南营八大王 以两百兵力 击退一万贼寇 战功彪悍 十乃武将之楷模 时间到 哪有哪有 都是参将李怀的功劳 知道真相 石科法 也就只有京城里的金官 才会相信 是参将李怀的功劳 咱们这些身在情境之地的人 有哪一个不时间 只好微笑 过奖过奖 石科法瞥了一眼 人头涌动的龙蒙古渡城 低声道 石将军收容如此多的难民 粮食问题 可有解决 本官给你介绍个好地方 平阳府 那边的粮价 只要三百文一斗呢 石坚笑 哎呀 三百文 太贵了 咱们龙蒙古渡这里的粮价 才一百五十文一斗 什么 石科法大吃一惊 一百五十文 是的 一百五十文 石科法 扑 身子向后就倒 旁边的家丁赶紧扶住 老燕 老燕 您怎么了 石科法垂胸顿足 我为什么要在平阳府花光银两 应该留一千两 到这里来买粮啊 吴大人 下官浪费了您的银两啊 下官浪费了呀 下官简直就是个费 您好不容易挤出来 给下官的银两啊 龙蒙古渡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 泰坦尼克天尊 正张着双臂 感受着和谐的阳光 大群从合金线过来的老百姓们 正在天尊向的前面许着愿望 都是些很朴素的愿望 例如 明年风调雨顺 流寇不要再来 家里已经生了五个姑娘 求生个儿子 家里已经生了五个儿子 求生个姑娘 就在这时候 天尊的眼珠子 滴溜溜的一转 活了 天尊向一活过来 第一个动作 就是把张开双臂给放了下来 顺便吐个槽 也不知道是哪个家伙设计的雕像 非要把双手给设计成张开的样子 累不累啊 他这一活 前面许愿的老百姓们 顿时大为感动 天尊降临了 我终于亲眼见到 天尊降临了 哇 天尊 天尊 李道玄只好又把 刚刚才放下去的 硅胶双臂举了起来 安静 老百姓们立即噤声 李道玄道 我随便转转 你们都安静点 别把新来的官给吓着了 老百姓们 赶紧应声退下 李道玄这才将眼光转向了 还在龙门古都外面 正在组织那三万详贼 准备渡河的石可法身上 脑子里缓缓地流过 关于石可法的资料 石可法 抗清名将 民族英雄 但是 虽然他有名将和英雄的光环在身 几乎没打过胜仗 一直输呀一直输 输到最后 陪着大明一起灭亡 他的能力很有限 甚至可以说很弱 但他在气节这一条上 并没有亏欠 吴正骑士就有点像他 我知道我很弱 但我必须在这里战斗 石可法就是这样一个人 李道玄轻叹了一口气 走到了码头边上 坐下 石可法组织的第一批渡河难民 很快就来到了岸边 这里已经准备好了长长的铁锁 渡河用的扶牌 官兵将扶牌连接起来 然后用铁锁牵引着 就能让人快速地渡过河去 但是在扶牌上行走 还是挺困难的 摇摇晃晃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坠河 军队里都是轻壮 用这种行军过河的扶牌 倒是没有问题 但这三万难民 全都是老弱妇孺 行动能力堪忧 有些老人和小孩 在平地上都走不稳 更别说让他们走福桥了 降贼队伍在河边犹豫起来 迟迟无法渡河 石可法焦虑地看着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石坚远远地看了一眼 坐在码头边的天尊 心想 天尊突然降临 还坐在这里看老百姓渡河 究竟是何用意 莫非天尊打算出手帮忙 他猜对了 李道玄这一次来龙门 还真是打算来帮忙的 最近这些天 随着山西远征小人们的活跃 不断地帮助山西难民 箱子的拯救指数长得很快 箱子的视野也扩得很快 李道玄的视野 实际上已经扩到龙门谷渡了 而这个地方 是一个值得操作的地方 因为河道窄 龙门谷渡所在的这一段河道 最窄处仅仅只有120米宽 在李道玄的箱子里 也就是60厘米的宽度 他完全可以帮助小人们架桥了 而且 桥也是现成的 早就准备好了 当初他在购买电动小火车时 那店主就忽悠他 买了几个桥梁 忘了的朋友请看235张 李道玄将那些桥买下来之后 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使用 其实他的视野 已经能看到大段黄河 其中好几个地方都可以架桥 但是他一直在犹豫 要不要搞出这么变态和超凡的东西 还是希望 尽量不干涉小人们的世界 但是这一次 看到几万老弱妇如 要渡黄河 不论是用船运 还是用浮桥 都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搞不好某个老人 或者小孩一失足 就是一条人命 所以 他也就不再犹豫了 变态就变态吧 超凡就超凡吧 把事情搞得很夸张 总比看着老人 小孩淹死在黄河里 强 一厘米不到的小人掉进河里 他伸手捞都不一定来得及捞起来 水一冲 搞不好就没了 好 决定了 驾桥 坐在码头边的泰坦尼克天尊 刷的一下站起了身来 远远地对着时间招了招手 时间立即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天尊 您有何吩咐 石刻法在远处看到 一个穿着打扮奇怪的人 对着时间招了招手 后者居然就立即扔下自己 屁颠屁颠地过去了 还摆出了一副很恭敬的样子 和那人说话 也不经大棋 李道玄道 你给大家说一声 离河岸两边远点 我在河上搭一座桥 不是浮桥 是真正的桥 哎 时间愣了愣 120米 对于李道玄来说 是很窄的河 但是对于时间这样的古人来说 那可是很宽的河 根本没有可能在这样的河上搭起桥来 但是 天尊说了要搭桥 他只是微微一愣 马上就接受了 转身大声下令 所有人离开河岸边 离远点 天尊要施法降下一座大桥了 这话一出口 高家村过来的士兵退得最快 瞬间跑得远远的 他们可是知道 天尊赐下东西时 那阵仗可大了 地洞山摇什么的 隔得太近会很吓人 不过 河京县城来的难民们 还萌萌哒的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呢 一脸茫然 天尊要刺桥 我们只知道 天尊会刺下粮食来 原来天尊还会搭桥吗 石坚怒骂 还发什么愣 退远些 他麾下的士兵 开始忙碌起来 在岸边驱赶那些站着不退的投铁娃 石可法带来的那些老弱妇孺 也在被驱赶之列 石可法这一下就有点猛了 走上前来 对着石坚叫道 石将军 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的人正要通过福桥渡河 你把他们都赶开作甚 石坚 福桥有个屁用 天尊下了法指 马上就要赐下一座真正的桥来 石可法 啥 天尊 泰坦尼克天尊对着他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不是李道玄故意玩诡异 而是规交人 毕竟不是真正的人 当他仿效真人做表情时 那表情就会显得很呆板 看起来就很诡异了 石可法的注意力 转到了他的身上 你就是天尊 石可法的心里 现在多多少少生起了一点警惕的味道 天尊这两个字 就不是正经路数 再加上眼前这家伙 穿着一身像是神仙般的衣服 表情僵硬古怪 诡异感十足 总感觉和白脸邪叫完的那一套 有点类似 如果真是邪叫 这个叫时间的拔总 肯定也是邪叫一员 这个龙门古度 就很危险了 石可法有一种身陷贼潮的感觉 心里有点慌 如果一言不合 搞不好这龙门古度 就是自己的葬身之地 李道玄对着石可法咧嘴笑 龟娇脸笑起来 真是超可怕的 石可法 你还挺有名的 我知道你哦 石可法 心里有点发毛 本官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推官 谈不上什么有名 李道玄咧嘴 你是世袭的锦衣卫百户 崇祯元年近世吉地 又有了一个文官的身份 石可法 被一个不认识的人 一口叫出自己的双重身份 还真是吓了他一跳 普通人知道 他是个文官并不奇怪 毕竟科举考试的结果 是要登榜公告天下的 他近世吉地的事 天下无数人知道 一点也不奇怪 但他世袭锦衣卫百户这件事 知道的人 却不见得有多少 石可法的声音瞬间压下 你你怎么 知道的 这事可是绝密 切勿泄露 李道玄飞快的一个切线操作 将意识回到箱外的本体身上 使出关注功能 将关注点放在石可法身上 这关注功能是可以穿墙的 当然也能穿衣服 仿佛扫描仪式地 在石可法身上一扫 立即就发现了 他袖子里暗藏的密信 连信里面写的什么内容 都能扫得清清楚楚 再切线回到泰坦尼克天敦身上 你明明是个推官 主掌行明的 却被朝廷派出来 主持震灾工作 和你本职工作 扒杆子打不到一块 其实是为了方便你采集情报吧 将流寇的动向 灾民的动向 各地官员的动向 都向朝廷汇报 这是锦衣卫的拿手绝活 石可法的汗水 哗啦啦地向下流 这 这都被他知道了 究竟怎么知道的 李道玄伸手对着他左边衣袖一指 你的袖子里藏了一封密信 里面写着你这一路走来的建文 尤其是粮食价格的变化 已经让你升起了警惕之心 你在里面向皇帝汇报 越靠近城城县 粮价越低 你打算深入城城县调查此事 查清城城县的粮食来源 石可法 他的手刷的一下放在了刀柄上 为了不暴露自己锦衣卫的身份 他不方便佩戴绣春刀 所以就佩戴了一柄窝国武士刀 这刀对于普通文人来说是装饰品 但对于他来说 可替代绣春刀使用 石可法的声音沉了下去 你将这些事大大方方地说出来 是打算不让本官活着离开此处了吧 李道玄贪手 我哪有这么凶残 不是穷凶极恶 没有挽救余地的人 我一般是不会杀的 更何况 你这个人能力虽然弱点 但品德方面并没有问题 石可法 李道玄对着他眨了眨眼 接下来你要看到的是 也许会让你吓一跳 不知道你看过之后 还会不会把密信继续写下去 我挺好奇的 看好了 别眨眼 石可法还真没打算眨眼 他的手放在刀柄上 眼睛死死地锁定了李道玄的每一个小动作 如果他突然动手 石可法也没打算束手就擒 拼了命也要杀出龙猛古渡去 就在这时候 有人大叫了起来 看天空 天尊动手了 哇 来了来了 石可法赶紧抬头向上看 只见云层开出 一只金色的巨手 从天空中探了下来 这手有几十丈宽 庞大无比 手掌摊开上面 能占几百人之多 吓得石可法全身一个哆嗦 放在刀柄上的手 都无意识地松开了 码头上的几百个高家村民团 欢呼雀跃 他们好久没看到过天尊的金色大手了 现在看到这东西 当真是欢欣鼓舞 士气瞬间拉满 而合金县城里过来的难民们 在最近这些天的码头建设中 也已经陆陆续续地听过了有关于天尊的事 先前还有些人半信半疑 现在看到金色巨手出来 所有人瞬间败了下去 就像城城县城的老百姓 第一次看到金色巨手时一样 而那三万降贼就不行了 他们根本就没听说过什么天尊的事 陡然间见到金色巨手 不知道是神还是妖 吓得他们尖叫连连 乱成一片 那巨手先伸到了黄河东岸的斜坡上面 碰碰碰地拍打了两三下地面 一阵地动山摇 周围的老百姓吓得连连后退 石刻法也险些站不稳 晃荡了两下 很快 河边的地面被拍石了 那金色巨手又伸到了河对面 碰碰地在地面上拍了两下 将土地拍得仅是石刻法看懂了 这是确定架桥的位置 那河道两边被拍石的地方 就是要摆桥墩的地方 金色巨手缩回了云层之外 过了十几次眨眼的时间 他又来了 这一次 他居然抓着一个巨大的桥长打几十丈 宽似五丈 五彩缤纷的大桥 轰 一声巨响 大桥落下来 搭在了河上 左右两边的桥墩 深深地插入了刚才金色巨手压石的位置 接着那金色大手 还抓着桥左右摇晃了两下 似乎在确定他架得稳不稳 还再抓了一把泥石过来 在桥墩的位置 再多压了一压 直到确定了他稳如泰山 没有摇晃的可能性 这才收回了天空之中 就这样 短短地不到半炷香时间 黄河上凭空多出了一条大桥 长达几十丈的五彩巨桥 他就那样威武地横搁在所有人的面前 让他们以为自己刚刚在做梦 石刻法 石刻法 石刻法听到有人 在叫自己的名字 猛地一醒 才发现 是那个叫天尊的人在招呼他 脸上依旧挂着那古怪的诡异笑容 走吧 咱们两人去踩桥 有人先走过了 老百姓们才敢走 石刻法整个人一醒 哎 好的 李道玄和石刻法两人 率先走上了龙门大桥 由于桥头两边的地面 只是李道玄用手掌 简单地压实了一下 并没有建造配套的公路 高架 阶梯什么的 要走上去 还真是有一点小费力的 石刻法一只手撩着自己的官袍下摆 艰难地爬上了斜坡 跑脚弄上了不少泥沉 显得有点狼狈 但是 内心深处 却有那么一丝丝的兴奋 大桥啊 好大一个桥啊 到这个桥上去走两步 会感觉很爽的吧 果然 当他登上大桥 站在桥面上向下俯视的那一瞬间 感觉当真是爽得不要不要的 汹涌的黄河水 在脚下树杖的地方流过 站在河岸边的人 看起来变得好小好小 河风呼呼地吹着 将他的官服都吹得飘了起来 其实别说他了 哪怕是现代人 偶尔去一次大桥上面 都会感觉到爽 一个古人哪能抵挡这种感觉 啊 这桥 这桥真是太棒了 石刻法激动地道 从此以后 天欠变通途 山西与陕西两地之间的交通 可以变得更加顺利了 他一个文官 不顾形象地在桥面上奔跑起来 跑了一圈 又跑回到李道玄身边来 双手指着桥栏杆 对着李道玄道 你不是凡人 你是神仙 李道玄微笑 其实 我一直都在避开官府行事 尽量不让官府知道我的存在 这句话一出口 石刻法的表情一下子严肃了 他马上就听懂了李道玄的话中之意 李道玄 那为什么 我会当着你这个锦衣卫的面前 暴露自己的存在呢 按理说 越是看到锦衣卫 我越是应该隐瞒才对 石刻法表情一速 拱手为理 何解 李道玄伸手指了指 那三万老弱妇如 因为这些人要过河 石刻法 李道玄 他们不是青壮年 是老弱 他们无法在摇摇晃晃的浮桥上 轻松地渡过黄河 我敢肯定 他们在从陕西渡河前往山西的时候 就已经遭受过一次苦难 不知道多少人坠河而死 而现在 他们又要经历一次这样的苦难了 石刻法猛地一下明白过来 天尊哪怕暴露自己的存在 也不想看到这些老弱妇孺 失足落水而死 天尊仁慈 李道玄 天对人仁慈 人能否也对自己的同胞仁慈一点呢 石刻法 李道玄 好好照顾这些老弱妇孺 将他们平安地送到成城县 然后 再用你的眼睛 好好地看一看成城县吧 到时候再考虑一下 你袖子里那一封密信 要不要递交上去 石刻法 说完 李道玄也就不理会他了 走到桥下面 从时间那里 要来了几根结实的布绳子 将它们扭在一起 变成了一根巨绳 他将巨绳的一头 系在了桥柱上 另一头系在了自己的腰上 众人大惑不解 很想问天尊在做啥 但是神仙做事 凡人哪能随便问 只见天尊把绳子捆好之后 突然翻过大桥的栏杆 向着黄河猛地一跃 跳了下去 这一下 可把众人吓坏了 几万双眼睛 一起眼睁睁地看着天尊自由落体 高空坠落 还在半空中发出了一声 够哇哈哈的诡异叫声 眼看天尊就要落水 绳子猛地一下崩直 将它拉住了 回弹了起来 又弹起 再落下 好几次之后 天尊悬停在了水面上空 两丈高的位置 哈哈大笑 时间 拉我上去 时间带着一群名团士兵 赶紧上桥 拉着粗绳 将天尊给拉了上来 天尊 您这究竟是李道玄黑黑笑道 这叫做蹦极 是上面的人喜欢的一种极限运动 除了很危险 容易死之外 没有别的缺点 众人 蹦极什么的 大伙听不懂 但是天尊刚才那一跳 似乎很刺激的样子 天尊都喜欢做的运动 大伙当然理应仿效 这就叫 上行下效 时间二话不说 也给自己腰上缠好了绳子 确定缠得稳稳的之后 也对着桥下面跳了下去 半空中响起了他哇啊啊的惨叫声 接下来 勇敢的民团士兵 不对 应该是不务正业的民团士兵们 一个接一个地玩了起来 就在大伙玩蹦极 玩得嗨爆全场的时候 石科法也开始组织那三万老弱富如过桥了 老人们腿脚不变 刚才看到扶桥的时候 心里还在想 自己搞不好 就要死在这里 但现在走上了宽阔又舒服的大桥 吹着舒爽的和风 心情一下子变得贼好 过了这个桥 就回陕西了呢 要回家了 我们是俘虏 回了陕西 也不会跟良民一个待遇的 唉 管他呢 走吧 走一步看一步吧 至少还能回到家就不错了 就在这时候 大桥的桥头 居然响起了音乐 原来 这个塑料大桥 还带着音乐功能呢 只不过 里面自带的歌都是耳歌 李道玄只好给他换了一个 MP3塞进去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他不停地向我召唤 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 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 归来吧归来哟 浪迹天涯的游子 归来吧归来哟 别再四处漂泊 大伙大吃一惊 哪里响起的音乐 铺天盖地的声音 这是仙人在唱歌吧 再劝我们回头 不知道为什么 听着听着就流眼泪了 呜呜呜 孩子他爸在何取县城突围出去了 也不知道 现在是否还活着 真希望他能和我们一起回去 他丢下你们孤儿寡母 自己跟着王家硬跑了 你也别想着他了 忘了他吧 石可法长长地叹了口气 想说什么 又不知道说啥好 他带着这群人 走到大桥的西桥头 回过头看 却见到天尊站在东桥头 并没有跟着过来 远远地对着他们挥手 石可法对着天尊 长长地一一拜了下去 伸手摸了摸袖子里的密信 心想 且不忙将这信发出去 我就去城城县 用我这双眼 好好地看一看吧 过了龙门大桥之后 很快就到同关道寒城县了 作为军事重镇 交通要到 这里也依旧是掌握在朝廷手里的 石可法故意跑去梁行 问了问梁价 不出他所料 距离城城县越近 梁价越近 这里的梁价 已经降到了120文一斗 只比飞天灾年间高一点点了 梁价下跌带来的直接效果 就是整个城市百业复苏 街上重新变得繁华 工业和商业都开始恢复 老百姓脸上重新挂上了笑容 石可法随便在街上走了几步 就看到路边茶馆里 有个说书先生正在讲故事 话说那十四到了城城县高家村 打了几天苦工 赚了点力气钱 心想 牵着做苦工 哪能发得了财啊 那必须得学点技术 便装了一袋面粉 提了二两腊肉 想去找个铁匠拜师学艺 哪料到他刚走出家门 到了竹林边 就感觉后脑一痛 碰 被人给打晕了石可法听到这里 居然也听出了兴趣 不禁驻足 想知道后续 说书先生却把扇子一收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石可法怒 继续讲下去啊 好的不学 学断章 官爷别生气 来喝口茶 殿小二给他奉上一杯香茶 石可法端起来随口一喝 脸上表情顿时僵住 普通老百姓也许喝不出来 但他却一口就能尝出来 这茶居然是一瓶的雨前龙井 有没有搞错 就算在苏杭富裕之地 这种品质的雨前龙井 也不是路边茶馆能提供的呀 只有达官贵人 才享受得起 在这寒城 居然路边小茶馆 就给我倒上了一杯 石可法 你这茶哪里够来的 殿小二乐何乐何地道 掌柜的弟弟带回来的 他在城城县高家村学校里 做教书先生 据说这茶是教书先生的 特别慰问品 天尊亲手赐的呢 他也不爱喝茶 就派人送回来给掌柜 掌柜也不好茶 就干脆拿出来带课了 听到天尊二字 石可法瞬间懂了 这品质的茶算什么 天尊连黄河大桥 都能直接赐下来一做 他拍了拍殿小二的肩膀 告诉你家掌柜 这茶在江南都不易买到 名贵得很 别拿来随便乱请人喝了 殿小二 啊 是这么好的茶吗 这么一打岔 说书先生已经跑了 石可法没听到故事后续 相当的失落 那说书先生讲故事 后续是怎样的 殿小二笑 他讲的故事是 高飘 其实寒城的人 大多都看过小人书了 只是在听说书先生 添油加醋的讲一遍 凑个热闹罢了 官爷若是有兴趣 可以去买本小人书看看 石可法 书殿在哪 殿小二 前面拐脚便是 石可法到了书殿 只见这里摆满了书籍 其中一半是他熟悉的 各种文字著作 什么四书五经三国水浒 但另一半就很奇葩了 什么语文 数学 物理 化学 光看名字 只看得懂前面两本 后面的什么 物理 化学 简直让石可法一连忙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还有一大堆绘本 道玄天尊除魔传 这个名字 一下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想到天尊赐下大桥的事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买一整套六册 让随从捧着 再向前走同 杨家将 岳飞传 三国演义 各种小人书开始出现 还有他要买的那本高飘 也挤在其中 石可法也算是个有钱人 管他呢 扫货 凡是自己没见过的书 不管文字的还是绘本 全部买下 都让随从捧着 本来他是来买高飘 想看十四被人打晕之后的故事的 哪料到这一堆买的书里 他最感兴趣的 居然是道玄天尊除魔传 于是便一边走 一边翻看起这本书来 没多久 队伍出了寒城 向着和阳县前进 石可法就在马背上翻看着小人书 一连六册 全部看下来 总算是对天尊有所了解了 心中也不禁暗惊 原来我在龙门渡口碰上的 就是书里这位天尊 他在人间险盛和我说话呢 大人 和阳县的农田 庄家长势极好 好得不正常的那种 随从 见他看完了书 便赶紧向他汇报来了 石可法和尚书本 抬头四顾 四周的农田 还真是长势喜人 让人一看就知道 今年必是大丰收 而且是比往年收成更多几倍的那种 若是没有看 道玄天尊除魔传 他现在肯定要大吃一惊 但看过书之后 心里已经有数了 淡淡地道 这是因为 天尊为此地的农民们 赐下了鲜肥 庄家只要浇了鲜肥 收成就会翻倍 嗯 这本书的第三册讲了这个 你们好好看看吧 随从结果书翻了几下 恍然大悟 石可法伸手从袖子里拿出密信 看了看自己写的那段 粮价低的不正常的汇报 轻探道 城城县和和阳县 在天启年间 两县人口加起来 约16至20万人 也急事说 如果没有闹旱灾 这两地的粮食产量 本来就可以养活差不多20万人的 而现在 粮食产量比平常年间翻倍 这两县的粮食 即可养活40万人 如果再加上多开垦了一些荒地 那养活50万人不在话下 石可法 我先前还写密信 质疑这里的粮食 为何如此便宜 为何能接纳大量难民 现在这样一算 接纳这点难民 还真不算什么 就算天尊不出手 只靠农田产的粮 就能负担得了几十万灾民 更别说 天尊还要时不时地 赐下些物资了 石可法算得不错 自从李道玄给城城县降雨 提供化肥之后 他赐下的粮食 就开始刻意减少 让这两县学会自己自足 勤劳的老百姓们 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自己种的粮食养活自己 还有多的可以拿出来 卖给村库 再由三十二从村库里调出来 分配给劳改贩们 而李道玄现在赐下的粮食 大多直接转去山西了 很快 石可法就来到了和阳县城 和阳县令冯眷迎出了城来 双方见过了李 石可法劈头盖脸 第一句就是问 此地粮价如何 冯眷被问得一将 但马上反应过来 回到八十文前一斗 石可法 果然八十文了吗 这价格已经与寻常年间一样了 粮食产量翻了两倍 但粮价却与寻常年间一样 并没有暴跌 正是因为向外输送 以及接纳了大量的难民 对吧 冯眷被人披着盖脸 这样来了一通话 心里有点小惊悚 暗想 这西安来的推官 一开口就是一副 在搞调查的语气 莫不是已经怀疑上我了 糟糕糟糕 我一直好不容易 欺上瞒下地混到现在 若是朝廷起疑 派军镇压 我就 不要慌 不要慌 我的家眷 已经全部接过来了 大不要躲在天墩的金手大手后面 石刻法 冯大人 你怎么流鼻血了 冯眷伸手一抹 刷 鼻血抹得干干净净 无妨无妨 下官自由的小毛病 不妨是的 两人正聊到这里呢 呜呜呜的气笛声响了起来 一辆巨大无比的铁车 旷吃旷吃地来到了和阳县城门外 石刻法吓了一大跳 什么东西 冯眷 那是从城城县高家村到和阳县的小火车 您来的可真是时间 这火车昨天刚刚通车呢 哎呀 咱们两地之间弄出这条铁轨 可真是不容易 出动了几万民工 拼了命地见了几个月呢 石刻法一连猛 什么火车 什么铁轨 都听不懂 冯眷 大人要把这三万多老洛妇如 从和阳县送到高家村去吗 四十余里路倒也说不上很遥远 他们走得过去 但是大人不妨少走点路 乘坐火车过去吧 还可以从老洛妇如里面 挑出一千名体制较差 走得很慢的人来坐火车过去 免得他们拖了大队伍的后腿 石刻法 什么 一次能运一千人 莫非是天尊赐下来的仙车吗 冯眷听到他嘴里吐出天尊两个字 倒是心中一松 原来你也知道天尊了 我还怕你知道之后 把我当白莲妖人看 既然你也知道 那我更不怕了 他精神一震 以前天尊赐下过仙车 那仙车一个时辰能跑二百四十里 但后来 高家村的白公子研究出了蒸汽火车 咱们凡人也能造出来了 只是凡人造的蒸汽火车 比仙车要慢一点 一个时辰只能跑六十里 从这里到高家村 需要大半个时辰才能跑到 石刻法这一惊飞小 运着一千人的车 一个时辰跑六十里 这是什么可怕的怪东西 居然还不是神仙刺的 而是凡人也能造的 这个东西 本官倒要试试 石刻法精神一震 这样吧 本官随着第一辆火车去高家村 再挑选一千个走得最慢的老弱妇孺 一起坐车过去 另外的两万九千人 就让我的兵压着他们 慢慢走过去 冯眷拱手 很快 石刻法登上了小火车 这台小火车 就是白公子制造的第一台蒸汽火车 原本只能跑每小时八公里的时速 但在测试运行之后 白公子就开始不断地对他进行优化 不断地提高蒸汽机的效率 以及传动轴的传动效率 现在 他已经能跑出每小时十五公里的时速了 而他的铁轨也是才分成了好几节同时架设 一边从高家村向河阳县城修 一边从河阳县城向高家村修两条铁轨 昨天才连接上 刚刚通车呢 修建铁轨的过程 倒是让高家村的铁匠们 第一时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标准化 因为铁轨是必须标准化的 要是一个人打得粗 一个人打得细 也拼不到一起 于是 宋应兴带着聪明的工匠们统一了尺子 高家村的铁匠 和河阳县的所有铁匠 供推了一把尺子出来 将它设定为一个标准 叫做一米 然后大家再以这个标准 来统一打造铁轨 天尊上次发下来的标准化的技术文档 就这样实际运用了起来 一米这个度量单位 开始作为高家村和河阳县的新长度单位 所有的工匠 不论是铁匠 木匠 都开始采用这个标准 来制作东西 标准化 使得所有的工作效率都开始提升 后装步枪的生产速度 一下子就开始加快了 他只知道一千人挤上了 这辆庞大的怪车 然后怪车乌地叫了一声 旷吃旷吃地行驶了起来 这么大的车 又装了这么多人 他居然真的可以跑得起来 没用牛拉 也没用马拉 只用了一个黑乎乎的大车头拖着 石刻法感觉到惊讶莫名的同时 锦衣为这个职业赋予他的刺探情报习惯 也让他无法按耐 忍不住就从客运车厢 向着最前面的火车头走了过去 他是个大官 坐的本来就是最前面的第一节车厢 所以走到车厢最前面 拉开小门 就能看到火车头了 两节车厢中间用大铁勾勾着 车速15公里 不快 在这个速度下 他完全照得住 于是大气胆子 从铁勾上一跳 跳到了火车头里 拉开小门 钻进了火车头里面 一进去 他就感觉到一股热浪扑脸 两个光着上半身的中年男子 正拿着铁铲 往一个大炉子里面铲煤炭呢 两人满身大汗 浑身都是黑乎乎的 只有一双眼亮闪闪 石刻法 这车是烧煤炭跑起来的 两个天煤宫本想发火 怒骂这个违规 进车厢的家伙 但见到他穿着官服 倒是不敢骂了 只是一起道 非工作人员 不得随意进入火车头 这里危险 快出去 石刻法 本官就看两眼 看两眼就走 两个天煤宫哭笑不得 这有什么好看的 这玩意儿 就是烧开水 然后水汽冲出来 冲在机阔上 机阔带动轮子旋转 就这么简单 石刻法 啥 啥啥啥 烧开水 他的眼光 随着大炉子上面的管子 一路看过去 不行 完全看不明白 这究竟是什么可怕的东西 小火车带着石刻法 这个好奇宝宝 一路呜呜呜地跑 穿过和阳县的数个村镇 穿进了城城县的境内 再穿过郑家村 最后来到了高家村火车站 石刻法这一路上看到的景象 全是绿意盈盈 就如他所料一般 和阳县与城城县两地的农田 都没有受旱灾影响 全部已经复产 而且都长是喜人 产量肯定要比以前多两倍 他还透过车窗 看到一些农民正在啃荒 原本平级的黄土园 被他们啃荒成了大片大片的农田 一些已经啃好的地方 种上了玉米 这种农作物石刻法 是认得的 西安附近也有 只是没想到 城城县这边 居然种植了如此之多 真是一望连天黄土园上 到处都是玉米地 这一眼看过去 粮食的产量 起码都能有十几万斤 眼睛看不到的地方还有多少 不敢想象 难怪 难怪啊 石刻法忍不住长叹 再来三十万难民 这地方也全都吃得下来 终于 火车到站了 高家村二号火车站 石刻法刚刚从车上跳下去 就看到一个年轻女子 穿着一身白衣 衣服上还绣着红色的边 看起来滑贵大气 明显于普通女人 不是一个层级上的人物 他身边还站着一大群人 有穿着打扮像文人的 也有像军人的 还有蒙面武官 这阵仗把石刻法吓了一大跳 哎 在等我 那女子微笑 我们在等史大人 也同时是在等着一千老弱妇孺 石刻法 不知你是 女子微笑 我叫高一燕 是道玄天尊教的圣女 为天尊在世间传话之人 不过嘛 最近天尊经常下界来玩 我传不传话 不太重要了 石刻法 他稍稍惊了一惊 但马上就理顺了思路 圣女姑娘你好 我在龙门古渡 见到了天尊下凡 他还亲手赐下了一座跨河大桥 搭在黄河上 使得天欠变成了通途 老弱妇孺们都能平安过桥 真是莫大的善举 女子微笑 嗯 这件事 我们已经知道了 您看 那边有个屏幕 正在播放这件事呢 石刻法移了一声 随着女子的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一块巨大的仙境 立在地面上 许多老百姓正围着仙境看热闹呢 那仙境上 正在反复播放一段视频 也就是经手的大手 把大桥摆下来的画面 原来李道玄这骚包 在摆下大桥后 把当时的视频给剪出来了 拿回来给高家村的老百姓们 看个乐子 有人正指着屏幕大叫 看看看 天尊从桥上跳下去了 有绳子拉着它 哇 这个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我也想去玩 这个只怕不太好玩吧 绳子要是断了怎么办 那就掉进黄河里呗 还能怎么办 这绳子用几次换一条新的啊 感觉好危险 断了就换 众人 石刻法在那面巨大的仙境里 居然看到了自己 像个土包子进城一样 在桥面上兴冲冲地奔跑 还闭上眼 做出吹和风很爽的表情 高一雁 看 我们已经通过这面仙境 认识了史大人好几天了 石刻法 高一雁 这些流寇家眷 就请史大人交给我们来管理吧 您先休息休息 然后这高家村里随您参观 天尊说了 您是锦衣卫的百户 有侦查情报上报给皇帝的职责在身 所以 你想刺探什么情报 就随便刺探什么情报 但是在把这些情报向上汇报的时候 天尊建议您想清楚了再汇报 免得 史刻法心中一紧 免得什么 高一雁笑着摇了摇头 对皇帝和朝廷的习性 处事方式 史大人肯定比我们更清楚 哪些能汇报 哪些不能汇报 汇报之后有什么后果 史大人只要稍稍想一想 肯定会明白 天尊说了 叫我们不要干预 让您自己多想想 免得一个情报汇报错了 给朝廷和皇帝 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史刻法从这句话里 瞬间抓出了关键 这个女人说的是 免得给朝廷和皇帝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而不是说给高家村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几个字的差别 或者说兵语的差别 但整句话的意思 和这背后蕴含着的可能性 却天差地缘 史刻法不禁倒抽了一口凉皮 这女人在威胁我 被威胁了好气好气 但是想到那只金色的巨手 那威风无比的跨河大桥 她不知道为啥 突然不气了 生气不能解决问题 若者生气 叫做无能狂怒 我史刻法 才不是只会无能狂怒的那种人 面对强大的敌人 我史刻法可以疑 可以怎样来着 可以想什么办法 史刻法绞尽脑汁地想了想 突然发现脑门一片白 想不到啊 面对天尊那可怕的巨手 唯一可以做的事 就是以身殉国 当然 她并不害怕以身殉国 如果没有天尊插手人间 十几年后的某一天 她会率军死守扬州 立抗清军 死战不退 最终以身殉国 她不是怕死之人 但是她却担心为朝廷和皇帝 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史刻法抬起了头 摆出了一张严肃的脸 好 本官会好好看看这里的 哪些是会上报朝廷 哪些是不报 本官自会有一番考量 她刚说完这句话 旁边那个很扎眼的蒙面武将 对着她黑黑笑道 史大人 你既然是锦衣卫百户 还在西安任职 那你应该知道 诚诚巡俭程序的名字吧 史刻法皱了皱眉头 当然知道 此人浩大喜功 谎报军情早已被我锦衣为诛杀 蒙面武将黑黑笑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并不是因为谎报军情被杀 而是因为他当年 抱过燕党的大腿 被定性成了燕党 所以才被杀的 不然 全天下这么多浩大喜功 谎报军情的武将都没事 偏偏他就被诛杀了呢 史刻法猛的一惊 整个人僵住 过了好久 他才长长地叹了口气 党争之事 本官也爱 本官也毫无办法呀 程序问完问题就撤了 他知道自己这蒙着面的样子 挺惹眼的 若是与史刻法说 废话说太多 搞不好会暴露身份 太奶奶会出来的 只说这么一句 发泄一下这些年 心中的怨气就好了 做人不要太浪 别浪丢了 现在安逸的生活 史刻法倒是没去怀疑 一个蒙面人 会是谁这种问题 当年程序被山崩吞没 是一大群请一味亲眼目击的 他也不可能想得到 程序现在还活着 还能站在自己面前说话 他只是被那一句话 问得有点羞愧 朝堂上的混乱 有时之事哪有看不出来的 但是看出来了也没用 他无力去改变什么 还是收拾心神 好好地参观一下 这个奇怪的地方吧 很快 他就迷失在了大片的房屋 繁华的商圈 干净整洁的学校之高家村的一切 看得他如坠梦中 这里莫非是桃花园不成 不对 桃花园是避世的 而这个地方是入世的 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市井的气息 他没有脱离世俗 而是无限地贴近着老百姓的生活 也没有藏于山中 而是与周边的县城保持着联系 石科法走着走着 突然来到了一片崭新的水泥房子面前 虽然他不懂水泥 但也能看得出来 这些房子是新建成的 方方正正 亮亮堂堂 整片房子都被一道小矮墙给圈了起来 矮墙朝南一侧留了个大门 门上挂着个牌匾 高家村职业技工学校 别的建筑物虽然新奇 他都能理解 只有这个职业技术学校 石科法有点理解不能 理解不了就进去看呗 石科法台步就走进了职业技术学校中 刚走到第一个房子边 就听到里面响起了叮叮当当 铁锤砸东西的声音 他好奇地凑到窗口往里面看 只见里面的布局有点像学堂 前面有个讲台 讲台上站着个类似老师的人 下面是一群人排排坐 似乎在听老师讲课的模样 但是 这屋子里的老师和学生 全是五大三粗的汉子 一看就是那种 大字不识两个 粗的不能再粗的大老粗 石科法移了一声 兴趣更高了 从来没听说过大老粗讲课 下面一群大老粗听课的 这简直颠覆认知 只见讲台上的老师面前 还摆着打铁全套工具 一个炉子里居然还升着火 一块铁已经被烧红了 大老粗老师拿起大铁锤 大家看好了 锤打的动作要这样 他拿起铁锤 光的一声锤在了烧红的铁块上 这就是石科法刚才听到的声音了 大老粗老师 运锤如飞 叮叮当当一阵乱锤 不一会儿 那块烧红的铁 就变成了一把菜刀的模样 大老粗老师笑道 看到了吧 就这样挤锤挤锤 一把菜刀的胚子就出来了 接下来再粗修一下 把它磨锋利 它就可以用来切菜了 你们听课时认真点 他娘的 一个个的 精神不振 骑行怪状 你们这样 学得好铁匠技术吗 没技术 你们就只能去挖路 挑沙子 一天就只有三斤面粉的工钱 一斤面粉 现在才卖七文钱 一天才赚二十亿文钱 穷不死 你们这群懒货 大老粗学员们听了这话 露出了羞怯的表情 他们的体型看起来 各个都是凶贵级别 腹肌八块那种 铁塔的汉子 小脸这么一红 那画面太美 石刻法不敢看 眼脸急退 退得远了 驱散了刚才看到的可怕画面 石刻法才顺了顺气 心想 刚才那间学堂 居然是教学生们打铁的 太离谱了 在咱们朝廷那边 根本没有人愿意做工匠 但在这里 居然还会有人 屁颠屁颠地跑到学堂里 来学习做工匠 离谱啊 离谱啊 不过 他是看过 高飘的 脑子里猛的一下闪过了 高飘 里面 十四的同伴 学成了铁匠技术 一个月赚三两银子的画面 又一下子释然了 在这高家村 有工匠技术 就等于一个月三两银子工钱 这换了谁不愿意做工匠啊 想着想着他 又走到了第二个房间 这里依旧是一群大老粗 在听一个大老粗讲课 不过 这次讲的变成了木匠技术 那大老粗老师 拿着一把报刀 正在推木头 整个学堂里 木屑粉飞 老师一边推着木头一边笑 最近村子里人口增长很快 家具需求量很大 桌椅板凳 书价衣柜 样样都能卖得好价钱 你们认真点跟着老子学 老子带你们发财 石阁法摇了摇头 这人身为一个老师 一口一个老子 有辱斯文 有辱斯文啊 他再继续向后走 这里还有交裁缝的 交雕板的 交印刷的 交造纸的 交造琉璃的 交制糖的 交制盐的 交炒菜的 有些科目学员多 满屋都是学员 有的科目学员手 老师和学生加起来 也就五三个虾兵蟹将 他一路走 一路看 一路撕裂自己的认知 走到最后一间教室 这里的画面 突然变得不对劲起来 站在讲台上的 居然是一位 穿着白衣的 翩翩家公子 一看就不是大老粗 是那种世家公子哥 他也不再是 实际在操作什么 工匠活了 而是在黑板上 写写画画 主委看好了 蒸汽机 在咱们高家村 现有的设备中的运用 他拿出一张巨大的纸 用磁铁 压在了黑板上 纸上 画着一套蒸汽机 齿轮组 连动轴什么的 这一套东西 石刻法完全看不懂 感觉像在看天书 但是 那学堂里一群学生 居然个个都看得懂的模样 有一个人还举起手提问道 白公子 您画的这个 就是蒸汽小火车里的 齿轮和传动轴吧 白公子点头 正是 这套设备现在非常金贵 只有高一一等少数几个 铁匠会做 他们现在已经晋升为 高级技术工程师 拿的是工程师的工钱了 一个学员好奇地问道 工程师的工钱是多少啊 白公子 五十两银子一个月 石刻法 卧槽 有乳斯文 有乳斯文 学堂里一群学生 顿时听得眼睛都红了 我们一定好好学习 争取早日学会做这一套东西 晋升高级技术工程师 白公子点头 好 你们有干净就好 我相信在座各位的铁匠技术 都是一流的 你们现在需要补充的是 这套系统的理论知识 来吧 跟着我一起看看 蒸汽机是如何带动这一套设备的 白公子讲了一圈蒸汽机的运作原理 石刻法 站在窗外偷听 听了半天 居然完全听不懂 不知道在听些啥 让他感觉到沮丧的事 屋子里 那群看起来像大老粗一样的学员 居然听得懂 这就很离谱了 这让石刻法第一次感觉到了 自己似乎是个废物 还没一群大老粗懂的东西多 从职业技术学校晃荡出来 石刻法浑浑噩噩 有点搞不明白 自己身在何方了 但是有一点他是明白的 这个职业技术学院 能在短时间内 培养出大量的技术工匠 而这些工匠 若是投入生产之中 会带来大量的生产力 刚从学校里钻出来 迎面就碰上了圣女高一叶 高一叶对着他露出了微笑 石大人觉得 这个职业技工学校如何 石刻法 非常实用 若是能在我大名全面推 必将说到这里 他突然愣住 接着表情一下子暗淡了下去 高一叶微笑 石大人看来已经想到了 这东西无法全面推广 是的 石刻法垂头丧气地道 工匠地位极低 得预期麦子才能存活 哪会有人愿意去学的 高一叶见他全都明白 心中暗道 天尊说得对 朝廷上聪明人其实很多 很多事 朝廷里的人都能想得到 只是他们受到 种种条件的限制 做不到 就在这时候 他听到了来自天上的声音 一叶给他讲一节 思想政治课吧 就像你在课堂上 给孩子们讲的一样 原来 高一叶现在天天 拿着天尊给的资料 在学习思想政治方面的东西 一边学 一边在高家村学校里面 负责上政治课 还要给民团上思想课 现在天尊 让他给石刻法讲 他不禁精神一振 脸上露出了老师特有的 迷之假笑 石大人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先进的生产力 必须要有先进的 政治制度相配合 若是政治制度 已经老化腐朽 就会脱生产力的后腿 石刻法 哦 此话何解 高一叶 刚才的工匠问题 不就是解吗 大明朝现有的工匠制度 拖了生产力的后腿了 工匠地位低 收入低 大家都不愿意做工匠 那工匠的数量就不会多 技术也无法得到传承与升华 这就是落后的政治制度 对生产力造成的限制 石刻法 嗯 这一下仿佛暴击 让石刻法整个人都僵住 半想说不出话来 他可是大明朝廷忠臣 容不得别人说 大明半点不好 但是眼前这话 根本无力反击啊 不慌 且听我狡辩 石刻法精神一振 拿出蛇战群臣的架势 朝廷可以改 提高工匠地位 提高他们的工钱这件事 本官回去 就就这么一件小事 怎么就上升到政治制度 这样的说法上了 真的是小事吗 真的提出来就能改得了吗 高一叶笑道 朝廷现在是什么模样 史大人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就这么一件小事 需要扯多少皮 最后能不能落实 这还不关乎政治制度吗 嗯 石刻法又遭暴击 不要慌 我是大明忠臣 我要为朝廷辩解 且在听我狡辩 石刻法换个角度出击 太多的人成为工匠的话 农民就会减少 粮食产量会下降 将无法养活这么多工匠 贵村这个玩法 未必适合整个天下 高一叶 史大人觉得 我们这里的粮食产量 为何能养活更多的工匠 石刻法哼了一声道 那是因为 你们这里有天尊照幅 赚下了鲜肥 使得你们这里的农田产量 比别的地方高两倍 别的地方两个农民 才能养活一个工匠 而你们这里 一个农民就能养活一个工匠了 自然可以大力培养工匠 这是仙家手段 非凡人力所能及 用仙家手段来攻击朝廷制度 岂有此理 高一叶微笑 这您就错了 鲜肥一开始 确实是天尊赐下 但现在 我们高家村 已经可以自制鲜肥了 虾米 石刻法吓了一跳 自制鲜肥 高一叶微笑 我们的化肥厂 在无意中制造出了硫酸 用硫酸处理磷矿石 就将织制成了化肥 虽然效果比鲜肥拆那么一点点 但也能大幅度地提高农田产量 石刻法 高一叶道 制造化肥的是工匠 工匠造出来的东西 使得农田增产 而农田增产 可以养活更多的工匠 嗯 石刻法再遭暴击 其实 他嘴巴虽然硬 但心里也知道 大明的政治制度 早就已经在脱生产力的后腿了 仅仅一条藩王分封制 就对大明朝的经济 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一点 很多文官都知道 大家轮番上书 想让皇帝削弱对藩王的恩惠 但皇帝 自己就是皇族 当然要力保皇族 上任秦王死后 秦王这个位置 由谁来继承的问题 闹得皇帝和文官集团对来对去 皇帝想要赶紧封个新秦王 而文官们想要脱 免得朝廷又给新秦王一大堆好处 拖累了国库 于是 秦王位置就一直悬而不绝 朝堂一片混乱 至今还没闹出结果 石刻法感觉到压力很大 蛇便全面落在下风怎么办 不要慌 且听我狡辩 石刻法拿出最后的精气神 不要说的你高家村 不是我大明朝的一部分式的 你们这里也是大明 你们今天能有这样的生活 也是朝廷的恩惠 所谓雷霆雨露 皆是天恩 高一夜眨了眨眼 笑得更甜了 笑容中还带着一抹骄傲与自豪感 史大人说得好 皆是天恩 皆是天恩 石刻法将这句话复述了一遍 突然感觉哪里不对 他说的天 和我说的天似乎不是一个天 和高一夜打嘴巴架打输了 石刻法带着一身的挫败感 走进了高家商圈 嗯 前面有一幢类似青楼的建筑物 石刻法心想 这时候 只能去找个清官 唱的曲儿给我听 才能安抚得受伤的心了 他摇摇晃晃地 走到青楼门口 定睛一看 才发现 这里根本不是什么青楼 而是一家做水仙夹落的店 不对 不仅仅是卖水仙夹落 这家店好像还提供面条 米粉 炒菜 各种各样的小吃 还挺丰富的 最离谱的是 这家店的厨师有两个 一男一女 男的 在负责做水仙夹落 女的会做得却更多 各种乱七八糟的小吃 都是女人在做 他也不怕抛头露面 围了个围腰 裹了一张头巾 在店里忙前忙后 偶尔还招呼一下客人 石刻法这就齐了 对着那男人问道 你们这店里 居然是个女人做主厨 男人笑 是啊 我媳妇厉害吧 哈哈 石刻法 这是个什么情况 男人笑 我们是从和阳县过来的 本来只有我一个人 做水仙夹落 但我媳妇去女子继绣 学了一身做菜的本事 回来之后和我商量 咱这个店面太大了 光卖水仙夹落 实在有点浪费 干脆把她学来的本事也用上 楼上楼下的房间 全都用起来 各种菜色都可以上 嘿嘿 现在 咱们家已经成了 高家村最大的饭店了 石刻法 可是 让女人抛头露面 出来做这些 难道不会招人非议吗 男人又笑 非议 非个什么诡异 在咱们高家村 女子能顶半边天 除了下力气的活之外 各行各业里 都开始有女人 尤其是纺织业 已经完全被女人占据了 男人都插不下手呢 石刻法 她突然又想 刚才和圣女争论的 生产力问题 如果高家村 把女人也都动员起来做工 在各行各业 投入大量的女人 那生产力 岂不是又上一层楼 她猛的一下想起了 送来高家村的 三万老弱妇孺 突然很想知道 这些人会被如何安置 赶紧又抬步 向着高家主宝跑去 不一会儿 她就又来到了高一夜面前 圣女姑娘 我想去看看 我送来的三万流口家眷 高一夜笑 史大人来得正好 我也正要去看他们呢 原来 石刻法先前乘火车 送来高家村的一千人 直接被小火车 送去了白家宝 然后就在那里等着 接下来 后面两万九千人也到了 就将他们继续转运 去白家宝 石刻法在高家村里 浑浑噩噩 已经赚了两三天了 而那三万人 现在已经全部送到了 白家宝附近 等着给他们最后的 劳改安置了 这种大规模 劳改犯安置现场 高一夜需要到场 去布置思想教育工作 劳改犯不光要劳 还得改 思想教育是重中之重 高一夜 史大人 一起去吧 石刻法 好 两人来到了高家村火车北站 在这里搭上了小火车 前往白家宝 到了地方 才发现三万流口 已经在高家村的名团安排下 准备进黄龙山了 要进黄龙山 石刻法被唬了一大跳 这山里是人住的地方吗 黄龙山一向是流寇聚集之地 高一夜 史大人放心吧 黄龙山里盘踞的流寇 早就被赶走了 现在山里很安全 我们在山里建造了大型监狱 里面已经关了一万流寇 这件事 欲史无生 沿随总督红城仇 都是知道的 听说有两个大官知道 石刻法倒是放下心来 好 那倒要跟进去看看了 石刻法的一千部下 与高家村民团一起 压着三万老若妇孺 进入了黄龙山 这些老若一开始看到 要进山 还以为道路会很难走 搞不好九死一生 但走进去了才发现 山里居然修着 很平很平的水泥路 这路的坡度也不陡峭 居然是盘沙而上的 老若妇孺走起来 也完全没有问题 他们可是从山西河曲县 千里迢迢走过来的 什么破路烂路没见过 没想到 走进历代恶贼盘踞的黄龙山 却走上了如此好的道路 整个人都猛了 石壳法也一样猛 在这险山恶水的地方 修这么好的路做啥 你们难道连黄龙山 这样的破地方 也打算见一见 他还真猜对了 真要见 老若妇孺大队 走到一个山谷前 就被山谷里的景象给惊呆了 那小小的山谷里 居然修建起了大片的厂房 虽然他们 看不到房子里面的景象 却能看到房子外面的空地上 大量的布皮被运来运去 大量刚刚染了色的布皮 还挂在架子上晾晒 整个山谷都是布皮的海洋 不少人一辈子 都没见过这么多的布皮 一起晾晒出来 一辆牛车 从山谷里慢吞吞地驶出来 牛车上驮运的 全部都是顶级的棉布 织的那叫一个漂亮 每一个针脚都是均匀了 一个擅长织布的女人 忍不住伸手 在车上的布皮上摸了一把 发出了惊讶的声音 不可能织出这样的布 每一针每一线都这么均匀 怎么做到的 车夫笑骂道 喂喂 别乱摸啊 洗手了没 摸脏了就不好卖了 等你进了劳改营之后 够得你摸的 到时候天天都要摸 女人 车夫又笑道 这布皮不是人织的 是机器织的 所以织得很均匀 你进去就知道了 喂喂 前面的让一让 牛撞到人我可负不起责呀 这年头的行人 可不敢不让车 路中间的老弱妇孺们纷纷躲开 牛车拉着一车布皮 向着山外的白家宝火车站去了 聪明点的女人想到了点什么 闹闹哄哄地 对着押送他们的民团问道 我们会被押到这个山谷里面去织布吗 不 这个山谷装满了 民团士兵笑道 天尊马上要给你们准备新的山谷了 一听到天尊二字 三万老弱妇孺 就想起了龙门古渡天尊 刺下一座大桥的事情 一时之间 京剧与敬佩两种心情 同时升起 所有人都恭敬地等着看 天尊怎么给他们安排住的地方 只见高一叶举起了双手 大声道 天尊来了 随着他话音刚落 天空中云层分开 两只金色的巨手一起伸了下来 一只手上还拿着一块巨大的铁板 他用那大铁板在地面上一刮 就出现了一条道路 通向旁边的另一个山谷口 接着 大手往山谷里一拍轰的一声 谷中地面被这一巴掌拍成了平时的土地 就这么短短一瞬间 又一个适合住人的山谷打造完成 但是很明显 天尊还不满意 可能是觉得 那个新开辟的小山谷 也住不了三万人吧 他们不仅仅需要居住的空间 还需要有件纺织 硬燃厂房的空间 于是 金色的大手又盯上了旁边的另一个山谷 轰得一巴掌 将那山谷里的地面也拍平 接着巨大的金属板 在地面上一刮 又一条道路延伸过来 继续这个操作 不一会儿 三个新山谷开辟成功 与原先那个山谷加在一起 变成了四个山谷 四条道路汇聚在一起 仿佛幸运四叶草的造型 为了防止它们逃跑 或者防止野兽的侵扰 天空中又陆陆续续降下来五彩的城墙 不消片刻 四个山谷全都被五彩城墙包围在了其中 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劳改城 这一番操作 不光新来的三万老若妇孺们看到了 原先就已经劳改的一万流寇 也全都看到了 这惊天动地的威能 看得所有人瑟瑟发抖 就算原本有点逃跑心思的人 现在也被吓得什么心思都不敢再有 最后 天尊还从天空中放下来一个五颜六色的堡垒 耸立在了四个山谷口拉出来的道路 汇聚在一起的那个中间位置 高一叶爬到了堡垒顶端 大声道 天尊赏善罚恶 做了恶事的人 就会根据他作恶的程度 给予惩罚 那些作恶多端 理应处死之人都已经遭了天罚 而你们现在之所以还能活着 看到眼前的这一切 那是因为 你们做的恶 还没有到该去死的程度 天尊仁慈 饶你们一条性命 你们理应尽心竭力 努力劳动 用自己的劳动 洗清自己的罪孽 劳改结束之日 就是你们重获新生之时 老南风麾下的 那群雇员叛军 最先响应 我们一定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他们一带头 别的劳改犯们 也跟着嚷嚷起来 重新做人 这么一烘托 那新来的三万人 一下子心态就稳定了下来 乖乖地在民团的安排下 分成三拨人 各自进入一个山谷 在里面安顿下来 天尊又刷刷地 赐下了一堆 临时使用的塑料房子 后面慢慢替换成水泥版本的 这就是后话了 石阁法看到 这让人头痛无比的三万人 居然在极短时间内 就被恩威病失地搞定了 心里也不禁暗暗炸舌 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内心复杂无比 这时候 高一叶已经带着 大量的民团士兵 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 去开展基层工作去了 石阁法也找不到人可以说话 有点惆怅 地带上他自己那一千人 垂头丧气地往回走 走着走着 一名部下居然惊叫道 看前面天空中 石阁法抬头一看 天尊飞过来了 当然 天尊并不会飞 这又是李道玄没有戴手套的情况下 用手托着一尊龟胶天尊飞了过来 别人看不到他的手 也就感觉 那龟胶天尊在飞了 他飞到了石阁法前方不远处 缓缓落地 站稳 然后看不见的手收回了天上 共感打开 龟胶天尊的表情 一下子就诡异地动了动 咧开嘴 露出了一个僵硬又诡异的笑容 石阁法 咱们又见面了 石阁法不敢怠慢 赶紧一个大礼 参见天尊 李道玄笑道 怎么样在这里看到的东西 可有趣 石阁法常叹了一声 天尊赐恩之处 让下官看得大开眼界 然天尊法力无边 为何不将这恩赐 撒遍全天下呢 李道玄 这天下是你们的 还是我的 你们自己不好好搞 难道全都要我来操心吗 我高兴给的就给 不高兴给的 你不能讨 石阁法 这话在里 石阁法赶紧在行义里 是下官梦浪了 李道玄突然又咧嘴一笑 不过 我已经给你了很多东西了 石阁法 李道玄伸手指了指他的脑子 我把他们 装进你的这个地方了 石阁法本来还没觉得啥 被他这样一指 突然感觉自己脑子有点痒 似乎真有什么东西 长进脑子里了 他在仔细一想 自己在高家村的见闻 似乎明白了点什么 胆紧再行一个大礼 下官懂了 嗯 懂了就好 李道玄笑道 我还是那句话 你在这里看到的一切 听到的一切都可以随意 上报给朝廷 这是你锦衣卫的职责 我不怪你 不过 你想清楚哪些能报 哪些不能 否则 朝廷肯定会有些不必要的麻烦 说完 李道玄刷的一下飞了起来 瞬间消失不见 石阁法对着天空在义里 败送了天尊离开 收回目光 只觉得内心无比的沉重 在这里看到的一切 虽然有很多看不懂 但让他感觉大受震撼 脑袋里仿佛也开了花 冒出来许多乱七八糟的想法 整理了又整理 他终于决定了 天尊的事 不上报 免得朝廷将这里当成白莲邪教 非要派人来搅 那可就是自讨死路了 至于这里的粮食产量 为什么这么高的问题 倒是可以上报 圣女姑娘说 凡人已经可以造出鲜肥了 自己去高家商圈里 买一包鲜肥 拿回去上交给朝廷 就说是高家村的工匠 研究出来的东西 让朝廷仿制 推广 我大明朝廷粮食产量 一旦拉起来 那岂不是大膳 只要粮食够了 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大明朝中兴 指日可待 时刻法精神一阵 本官还年轻 本官做得到的 崇祯四年 公元1631年 五月 永济 古渡码头 墨偶天尊正坐在黄河边上 用戏竹罐 搅踢着水花玩 他本人坐在双庆式的家里 却能用共感 来享受坐在河边玩水的舒爽 墨偶天尊感受到的风 他的肉身也能感受到 墨偶天尊滑过的水 他的肉身仿佛也滑到了 这多爽 简直是宅男的最佳玩法 正爽的不要不要的 码头水寨的瞭望塔上 哨兵大声叫了起来 有一骑快马来了 啊 我认的那人 是王家印麾下 那个使官 墨偶天尊压了一声 回过头 就见到行红狼 高出武 老南风 噪音等人 都从屋子里跑了出来 向着义士大厅走了过去 很明显 准备开始和使官扯皮 李道玄的墨偶手指掐指一算 同一时间切换到了电脑外 在某度输入这个时间 加上王家印三个字 刷刷一查 飞快地看了一遍资料 再切换回到墨偶天尊身上 嘴角微微翘起 嘿 我算出来了 原来如此 迈开木棍腿 发出卡塌卡塌有节奏的声音 向着义士厅跑了过去 一小会儿之后 义士厅里 一群山西远征军的头领 面对着使官 摆开了龙门阵 使官上一次来这里时 被泥雕天尊给吓了个半死 还用自己的脸 先落地摔了一跤才走掉 这一次一进帐篷 就小心翼翼地看了一下 没发现泥雕天尊 这才松了口气 不过 他这口气才刚松完 就发现旁边的桌子上 坐着一个木偶天尊 用似笑非笑的诡异表情看着他 这他娘贼吓人 使官也不敢多说废话了 报了报权 刑大当家 王爷 让我来通知您一声 他计划集合四方之力 一举攻破进城 现在已经集结了十六万大军 刑大当家 也是我军议员 还请率领你的军队 加入王爷的大军 一起攻城 城破之后 论功行赏 绝不亏待了刑大当家 行红王第一时间就想拒绝 他才不乐意帮刘寇攻城呢 城破只会害苦进城老百姓 不过 上一次天尊开口 答应了加入王家印大军 他现在名义上也是刘寇一员 若是拒绝不去 未免要引来一些口角 正犹豫间 木偶天尊又开口了 好 众人心里七七 咦 不过 他们只是心里奇怪 表面上可不会露出来 天尊开口 大伙儿便立即照做便士 行红狼对着使官报了报权 好 那咱们也去 请通知王爷 我稍后就率军来援 使官也大喜 没想到一说就说通了 行红狼这一支起义军 一直有利于王家印的控制之外 基本上就没听过王家印的调令 只是名义上算是王家印阵营的一员 使官出发之前 还以为很难说得通 没想到自己一开口 对方就答应了 真是够意外的 使官开开心心 告辞而去 带他走了 几位头领才一起转过头来 对着木偶天尊行了个礼 天尊 您这次的安排是 木偶天尊开口 两个木块嘴巴一打一打地 念起了快板 掐指一算 家印要完 布下乱窜 进城大乱 众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马上明白过来 老南风道 天尊说 王家印要死了 这是在泄露天机给咱们听 既然如此 咱们假装过去 帮王家印 带兵到离他不远不近的地方看戏 官兵出来干到他之后 他手下流寇乱窜之时 咱们趁机收罗一批流寇 将他们抓回来做老改犯 如此一来 既能保护周边的老百姓 也能给咱们的老改营 送去一批青壮年劳力 送他们回去 和老弱妇如会合吧 哈哈哈哈 他们亲人失散于何曲线 相聚在老改营 一家人都变成老改犯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 说到最后一句 老南风的恶趣味发作了 笑得贼阴险的老种 行红狼不禁翻了翻白眼 老南风 你在哪里学来的什么 整整齐齐一类的骚话 老南风 天尊教我的呀 众人 众人嘴里不敢说 心里却抹了一把汗 天尊都在叫老南风 什么怪东西啊 总之 出发吧 行红狼道 假装帮助王家印 过去就开始看戏 然后抓壮丁 高初五 感觉很好玩的样子呢 大伙赶紧整军出发寨子里 留下他们 在山西这边征召的新民团来留守 这些新民团 还在接受思想教育 所以用的是普通的冷兵器 进取不足 但是防守一个大木寨子 问题不大了 在家这里 还留着赵胜和战僧 真碰上困难 天尊会忽来 智川码头的战舰 寨子安全无忧 所以 高初五 行红狼 造英 老南风这四个大将一起出发 率领三百旗 三百步兵 一起前往晋城 他们这一支小部队 路过河东道 直接打出了行字大旗 河东道城里的官兵 看到一只一假鲜明的流寇 根本不敢出城来迎战 只敢缩成一团 躲在河东道的城墙后面 瑟瑟发抖 过了河东道之后 大伙专挑县城边缘道路前进 一路不扰名 没用多长时间 就来到了晋城侠下的阳城县附近 从史关那里所知 王家印的大军 就驻扎在阳城县的西城山 行红狼一行人 走到离西城山 还有四十里左右的赤红寨附近 老南风就大声叫道 咱们别前进了 众人不解 这里还很远 老南风摇头道 不远了 你们别忘了 天尊说 王家印快死了 这也及时说 王家印很快就要被官兵追上 而官兵在追击流寇时 一般都会离流寇军二十里 或者三十里左右的距离扎营 我们继续向前 搞不好会撞到官兵 所以我们在四十里左右停下来 就是最安全的 再向前进的话 看热闹 就有可能看到自己身上 于是 行红狼部就在赤红寨驻扎了下来 派出赤后向前 小心翼翼探查 不查不知道 一查还真如老南风所说 孤山副将曹文照率领的三千名官兵铁骑 在前方十几里处扎着营 已经盯上了王家印部 只是曹文照手里兵员太少 没有第一时间 就对西城山发起进攻而已 众人不禁叹道 有个老南风在队伍里 还真是安心 行红狼部派出了大量的赤后 向前方散步开去 驻扎在前方的曹文照部 也一样散出了赤后 在前面的西城山上 王家印部也同样散出了大量的赤后 小小的阳城县里 到处都是赤后小队在活动 这些赤后不时相遇 对着对方纵马冲过去 射上几箭 撩搏搏搏 各出其招 压缩对方的侦察圈 这么一搞 赤后与赤后之间的能力对比 马上就出来了 很明显 曹文照部的赤后能力最强 前党后聚 将王家印和行红狼部的赤后 都逼退得远远的 行红狼派出的赤后 必须绕很大一个圈 才能绕过曹文照的赤后圈 靠近到西城山下 老南风亲自充当赤后 跑到西城山下 对着山市看了一阵之后 不由得有点猛 这西城山市陡峭一手南弓 山上各处显要 都有流寇军中的猛将把守 总兵力真如史官所说 有十六万之众 山坡上密密麻麻全是人头 而山下的曹文照 只有区区三千官宁铁骑 三千对着一手南弓的十六万 这一仗 怎看都不觉得曹文照能赢 除非官兵再调来别的部队 像包围河曲县城一样 将西城山重重包围 也许还有得打 但是 天尊却说 王家印快死了 天尊的话不可不幸 这就有点奇怪了 罢了 看戏看戏 看了就知道了 西城山的主封盛王平 海拔一千八百八十九点五米 山高凌深 陡峭南登 王家印的本镇 驻扎在圣王平高处 扶揽低处 一手南弓 而他旗下的其他流寇 则分散在山腰 形成环卫之势 总兵力高达十六万人 已经做好了要攻打进城的准备 泽州府 进城县 阳城县三地的支府和县令 全都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组织民团 准备与流寇 拼个鱼死网破 山顶高处 一个避风的岩壁前 立着王家印的帅仗 王家印穿了一张白虎皮做的大衣 把自己打扮得好像很帅很拉风的模样 坐在守卫上 左臂弯里 还搂着自己抢来的老婆张氏 诸位 刚才斥后来报 曹文照又追过来了 率领着三千官兵铁集 驻扎在山下二十余里左右的荒郊野外 左丞相紫禁梁没说话 脸上带着忧色 右丞相白玉柱 却开口笑道 他只有三千人 没有别的官兵帮他的话 根本拿我们没办法 王家印点了点头 嗯 曹文照虽勇 人数太少 我们倒也不必在意 攻打杨城县 近城县 泽州府的计划不变 我们的粮食快吃光了 再不打几个城 就要养不活士兵了 坐在不远处的小舅子张立卫 用复杂的眼神 看了一眼他的姐姐张氏 这才抬头对王家印道 姐夫 行红狼也来了 驻扎在曹文照背后四十里左右的赤红寨 与我们遥遥呼应 一听到行红狼三个字下面 坐着的布詹妮表情就不太好看了 冷哼了一声 他来了也没用 被曹文照挡在中间 他是过不来的 闯王 高影响 摇头 布詹妮 你还在介意老张飞的事啊 算了吧 冤家一解不一解 大家都是反抗朝廷的 都是朋友 布詹妮 当初他杀我不下老张飞的时候 就没想着 大家都是反抗朝廷的 闯王道 永继是行红狼的老家 老张飞结到了他老家里 因为这个打起来 应该只是误会 就比如 行红狼如果招呼都不打一声 就带兵打到你老家落川 你也一样要生气的 布詹妮 哼 行红狼的事 他们也就暂时不争了 王家应道 大家好好商量商量 怎么攻打杨成县和进成县 我罚了 先去休息休息 说完 他搂着张氏的腰 低声笑道 艾妻 进去陪我喝上几杯 嘿嘿嘿张氏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 有点不情不愿意地 跟着他 转到了后面的营帐中去 张立卫看着姐姐的表情 心中严重不爽 但他也做不了什么 只好闷闷不乐地走出了大帐 坐到了山崖边 吹着海拔1889.5米的山峰 就在这时候 一个低级兵 一边巡逻 一边走到了他的身边 张立卫本来没在意 一个区区的巡逻兵 但那兵走到他身侧时 突然站定 压低声音 飞快地倒 张将军 似乎对王大当家的举动有些不满 在为您张家的遭遇抱不平 张立卫猛地一惊 转头过来 瞪着那个巡逻兵 那巡逻兵脸上带着古怪的笑容 姚卯张氏 本是当地望族 因王家印逼迫 不得已献出张氏与王家印为妻 张将军也被裹挟进军中 身不由矣 张立卫的脸黑了下来 你究竟是何人 那小兵低声道 我是为曹文照曹将军效力的 张立卫 这一瞬间 张立卫脑中闪过一个念头 抽刀出来砍了他 立功 王家印肯定会重赏我 但是 他重赏了 我又有什么用 我只是从一个小土匪头目 变成一个大土匪头目 依旧还是土匪 但若和眼前这个人谈拢了 帮曹文照立了功 那我就能从一个土匪头子 变成官府中人 让姚卯张氏 重新恢复为妄族 张立卫的手 从刀柄上移开了 那巡逻兵也松了口气 心中暗想 成了 张立卫深深地吸了口气 说吧 曹将军想要我怎样 巡逻兵低声道 联络军中 不想只做个流寇头目的有志之事 举谋启事 再利用你姐姐的关系 潜入王家印帐中 将他杀了 然后放一把火 大闹起来 曹将军看到山顶火起 自会引军杀上山 将流寇一扫而空 必使你立下大功 朝廷必有风赏 恢复姚卯张氏之名望 指日可待 张立卫听完这话 脸上表情殷勤不定 这是不好做 一不小心就得掉脑袋 但他现在跟着王家印造反 做的也是掉脑袋的事 左右都是个掉脑袋 就看哪边掉得更值得了 所谓富贵险中求 眼下这个机会 说不定真能让张氏飞上天去 考虑了半天之后 张立卫抬起了头 好 麻烦你想法通知山下曹将军 这事情 我张立卫干了 第二天 张氏在床上 好好地服侍了一番王家印 将他弄得三魂掉了六魄 好一会儿都软烂在床上 不能动弹 爽得不能呼吸的那种 张氏凑到他耳边 轻言细语 用温软的声音撒着焦 王爷 王爷 贱妾的弟弟张立卫 在你军中的位置也太低了 他是你小舅子呀 你也不给他的大官做作 你这分明就是不宠爱贱妾了 王家印刚刚爽完 男人在这种时候 智商略等于零 被美女这样一撒娇 这谁扛得住啊 含含糊糊就应道 好 给他升 升升升 张氏又道 我又想弟弟升官 又怕他战死 我看这样吧 你把他升为你的帐前指挥 天天守在你身边 这样最安全了 王家印笑 这是小事一桩 那从明天开始 张立卫就是我的帐前指挥了 帐前指挥 就基本上等到清卫队长 这个职位一到手 王家印的脑袋 就已经交到了张立卫的手上了 崇祯四年 公元1631年 6月初二 赤洪寨 行红狼部的帅帐里 行红狼 高出武 噪音 老南风等人 正在百无聊赖地打着麻将 这是天尊教他们的新玩意儿 用竹子切成块雕刻制成 没事时搓两把 还挺有趣 他们在这里远远地看着西城山 已经好几天了 但王家印部没有动 曹文照部也没有动 无聊的他们 只能打麻将 正在这时候 躺在一边软了好几天 啥动静 都没有木偶天尊 突然卡塔一声 站了起来 四个正在打麻将的人 几乎同时 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同时转过身来 对着木偶天尊行大礼 参见天尊 木偶天尊黑黑一笑 两块主板嘴卡塔一打 今晚有事要发生 家印恐怕难逃生 而等速速准备好 战场旁边去捡宝 四人大喜 同时跳了起来 行红狼 早鹰 高出五三个人 都冲向自己的装备 只有老南风 拿出个麻布口袋 拉开口放在桌边 然后用手在桌上一扒了 将麻将全都扒进了 麻布口袋里 收好 你们别这么慌着去打仗 仗是打不完的 但麻将这东西 是花花世界里的好东西 得收好 他收好麻将 这才开始披甲 配刀 但他动作飞快 常年的戍边军律生涯 使得他闭着眼睛 都能比高出五 他们披甲更快 后发而先制 比另外三个人 还先披好甲 翻身上马的时候 老南风居然 还在哼哼着仙界的歌 花花的世界花花开 我在这等你入梦来哼两句 他还中断一下 对着高出五等人笑骂道 你们的动作怎么这么慢 骂完 再继续哼歌 怎么也飞不出 花花的世界 原来我是一只 酒醉的蝴蝶 另外几人看到 他这轻松的样子 也不禁暗暗敬佩 上战场前 能像他这样轻松的人 整个高家村 也找不出来几个呀 民团总叫西河九 每次上战场前 都贼紧张 到处寻找他的太奶奶 哪有老南风这般随意 就在这时候 一骑赤后从帐外冲进来 大声报告道 曹文赵不动起来了 正在整军 看样子是要攻删了 咦 各位头儿都已经准备好了 老南风哈哈大笑 天尊果然厉害 掐指一算 什么都知道 既然曹文赵动了 那王家印就要死了 走走 咱们浑水摸鱼的时候 到了三百骑兵先行 步兵跟上 前方不断传来 赤后情报 曹文赵不正在行动 反正曹文赵向前走 大伙就跟着向前走 中间始终保持着 几里地的距离 走着走前 前方远远的 就能看到西城山了 此时天色已晚 西城山已经变成了 一座黑乎乎的大山 仿佛剪影一般 矗立在深邃的黑暗之中 曹文赵不在山脚下 待着不动了 随时做好了进攻准备 行红狼部自然也不动了 安静地等着 等到半夜三更之时 月明星熙 突然 山顶上轰得冲起来一团火光 接着 山顶上有数百人 骑声大吼起来 王家应以授手 王家应以授手曹文赵大喜 进攻 三千关宁铁骑 立即冲上了西城山 看到这一幕 后面的行红狼等人 也不禁微微一愣 山顶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木偶天尊黑黑笑着 又打起了快板 抢抢名女埋伏笔 帐前只会是七弟 趁他酒醉取首级 多行不亦必自闭 众人听得一愣 再仔细一琢磨这四句话 猛地明白了过来 三双眼睛 刷的一下 同时看向了老男风 老男风抠了抠头 干嘛 你们干嘛这样看着我 高初五 老男风 感觉你很有可能 不枉家应厚尘啊 你这家伙对美女 一直都摆着 一张垂涎欲滴的脸 搞不好哪天 你就强强的名女 然后多行不亦必自闭了 老男风脸色一正 嘿嘿 这一点你们就错了 我老男风确实喜欢美女 但并不喜欢凡间的女子 我的心中 现在只有天界的仙女 众人 老男风 再借我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抢抢仙女啊 行红狼点头 这倒是 噪音也点头 复义 只有高初五 咧开了大嘴 抢仙女虽然不行 但是可以偷仙女的衣服啊 牛狼好像就是偷仙女的衣服成的好事 老男风 咦 还有这招 我怎么忘了 高初五 你简直是个天才 我去找个山里的水池边手手看 众人 行红狼一脚 就把高初五踹翻在地 你教他些什么鬼 他这家伙 真的会去做的 高初五 这种事 真的会有人去做吗 行红狼 别的人不可能 但是老男风这家伙 很有可能啊 木偶天尊在看边看着这一幕 笑得整个木头 架子身体 都卡塔卡塔地想 大家放心好了 那些仙女不会下凡来洗澡的 老男风等不到他们 更别想偷到衣服 老男风 他们真的不会下凡洗澡 木偶天尊点头 不会 从来不会 上面又不是没有洗澡的地方 干嘛非要下来洗呢 老男风扑通一声扑倒在地 是一体前驱 大伙在山脚下 心情轻松地聊着天 但山上却是一片火海 惨叫连连 原来 六月二日晚 张氏又是一番温言软语 骗王家硬喝的烂醉 然后他的帐前指挥张立卫就进来了 先用指挥的身份 把别的护卫赶出去 然后拿出刀子也来 轻轻松松就砍下了王家硬的手机 他早已经约定好了一些心腹 跟着他反叛 王家硬的手机一到手 当即率军开始放火 山顶上的本镇 立即大火冲天 乱成一团 张立卫率领自己的清兵 在火中乱窜 见到忠于王家硬的人过来 先假装成一伙的靠近 然后突然就是一刀 这么一搞 王家硬本正会乱成什么样子 就可想而知了 张立卫又组织了几百士兵 其声大喊 王家硬已经授手 这喊声震耳欲聋 回荡在整个西城山上 从山顶到山脚 十六万人全都听了得清清楚楚 曹文照率领的三千官宁铁机 立即抓住这个机会 开始攻山 这一下 可谓理应外合 黑暗之中 山顶和山脚 同时向山腰打过来 驻扎在山腰上的贼军各部 哪里搞得清楚 东南西北 还没开始打 士气就已经彻底没了 布占尼早就对王家硬不满 此时当然不会再搞什么 回救率淫这一类的蠢动作 当机立断 立即开溜 反正曹文照只有三千人 根本不可能包围西城山 他随便找了一条山路 轻轻松松就率重逃了下去 接下来 刘寇军各部都开始自求生路了 又丞相白玉柱 干脆利落地向着曹文照布头了详 左丞相紫荆良拼命约束好部下 汇聚成一股 突围而出 闯王 南银八大王 西银八大王 曹操 罗汝才 老回回 马首英 等人 也各自找了一个方向突围 许多流寇在黑暗中 找不到自己的头目 只能盲目乱窜 向着山下随便选一个方向 跑西城山南脚下 老南风微微瞇了瞇眼 来了 准备抓撞钉了 噪音笑 不能用抓 得用骗 行红狼点了点头 把咱们的大旗亮出来 刷 一面写着行字的大旗 在暗黑中制冷了起来 大旗旁边还故意点起了大量的火把 让这面旗子在黑暗中显得十分扎眼 三百旗兵和三百步兵 齐声大喊 勇记行红狼在此 走投无路的兄弟们 快快过来 高处憨憨地问道 这样喊 会不会把官兵喊过来啊 不会的 老南风笑道 曹文照现在只想尽快杀到山顶 亲眼看看王家印的手机 别的贼囚的死活 他不会放在心里的 什么紫金粮 闯亡一类的大头目 他都没时间去管了 又哪会来管咱们这一股小小的延宵势力 高出五 哦 正如老南风所料 他们在这里六百人齐声大喊 那声音可大了 哪怕山上正打得激烈 曹文照也听了得清清楚楚 扭头过来 对着山脚下看了一眼 然后瞬间抛到脑后 他哪有空来管一个小小的勇技型红狼 这个延宵在朝廷看来威胁不大 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 属于可以招服的对象 没必要硬脚 三千关宁铁骑 继续对着山顶上冲杀 沿路砍下无数流寇脑袋 流寇们吓得根本不敢在山道上抵挡 只好翻入树林 或者贴着山坡向下滚 狼狈不堪 一片混乱中 不知道多少流寇 找不到自家老大了 天下茫茫 找不到老大 该怎么活啊 就在这迷茫的时候 他们听到了永继型红狼的呼唤声 嘿 那也是我起义宫中的一个分支 我去偷偷行老大 他肯定会暂时收留我的 拖对了的流寇们 全都对着行红狼不跑来 短短半个晚上 行红狼就收拢了五千溃君 这些溃君中 居然还夹杂了一个流寇中的小头目 名叫崔山虎 他身边居然还有一百名部下 逃到行红狼身边 稳定了一下情绪之后 这家伙就拿出了 扶我也是个老大的架势 有下有兵 自然就会有老大的自觉性 崔山虎大大咧咧咧 走到了行红狼身边 行大当家的 咱们现在又有了五千兵力了 回山上救援王老大 肯定是不行了 您说说 今后该怎么个走法 兄弟我崔山虎 一定亲力协助你 行红狼黑地笑了一声 走 先回永济 崔山虎祈祷 回永济 我们不先去找紫荆良 闯王 南英八大王 西英八大王 曹操 老回回他们吗 行红狼 黑暗之中 他们四面逃窜 短时间内 哪里搞得清楚 他们去了哪里 咱们先回永济 安稳下来之后 再寻找他们 崔山虎心想 这倒也是 先走一步 看一步吧 他也就不再提意见 跟着行红狼部 一起向着永济逃去 五千溃贼 全都是轻壮 跟着行红狼一起行动 整个队伍乱糟糟的 毫无章法可言 木偶天尊坐在高出武的肩头 表情不善地 看着这些被骗来的流寇们 高出武压低声道 天尊 这些人一点军技都没有呢 你看 那边一伙人 行军师居然还在喝酒 一边走一边喝 我好想过去给他们两拳 木偶天尊 嗯 高出武又道 那边那一群也很过分 我刚才看到他们 过路一个民居的时候 钻进去一圈 出来的时候 手里还拿着一个破油灯 幸亏那整个村里都没人了 不然 他们肯定要动手 抢抢那村庄的财物 木偶天尊 把这些人的脸都记清楚 扔进老改营后 交给老南风那群老部下 锤打锤打 高出武 原来还能这样 嘿 我懂了 这群人羞弱 统统羞弱 让他们干最重的活 对 干最重的活 行红狼也帮腔了一句 老南风在旁边低声道 这伙人的数量也太多了 我们只有六百人 能不能镇得住他们 要怎样才能安全地 搅了他们的武器 让他们乖乖投降劳改啊 这要是操作得不好 搞不好把我们自己的地盘 也搞得一片迷烂 木偶天尊 嘿嘿笑了起来 回到永激古渡码头 再搅他们的武器 李道玄把收搅 这伙人武器的地方 定在永激古渡码头 那当然是有原因的 这原因也很简单 永激古渡码头 已经进入他的视野了 高家村到龙门古渡的直线距离 是六十五公里 而到永激古渡码头的距离 只有五十七公里 当李道玄在龙门古渡 摆下黄河大桥的同时 永激码头早已经进入视野 可以直接伸手下去了 只是他现在摊子扑得太大 有点顾不过来 所以才没有在永激古渡伸手罢了 小人们也就还不知道 但现在是时候让他们知道了 他只要一开了口 自家小人们就有了底气 带着这五千猎贼 向着永激古渡码头 缓缓前进 为了不让这伙人 扰民行红狼 故意说要躲避官兵 带着他们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穿行 一路上倒也没让这伙人 骚扰到任何一个良民 早呀早的 前面已经看到永激古渡码头了 墨偶天尊黑地笑了一声 不用再哄着这伙人 大家可以嚣张点了 几位自家小人精神一振 这时候流寇群中 那个头目崔珊虎 也开始精神起来了 走了很久的路离西城山远了 他就好了伤疤忘了痛 从被曹文照打猛的状态中 苏醒过来 把大哥的架子拿出来 伸手对着前方远处的水寨指了指 大笑道 大家看 前面有一个大水寨 我看到好多人在里面活动的样子 这里怕不是很有钱 可以大抢一票 抢你娘 行红狼怒 那是老娘的寨子 崔珊虎 咦 行大当家你一个言宵 居然还见水寨聚首 这这不是很容易被官兵围攻吗 他还记得 王家印就是因为太飘了 好好的流寇不做 非要在何曲县里撑个王 聚首县城 才会被官府盯着往死里打 这不 真死了 这时候 高家村的六百名团 已经悄无声息地 与那五千人 拉开了一小段距离了 这是在天尊发号施令之后 就一直在悄悄做的事 因为流寇行军很散漫 他们也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这时候 水寨已经很近 所有人都走到了 寨墙外围的空地上 行红狼突然一回身 举起了手 挥下三百骑兵 三百步兵同时一驻足 停着不动了 这个举动 把崔珊虎和那五千人 吓了一大跳 所以有人都脚下一僵 崔珊虎飞快地拉开了 和行红狼的距离 退回了自己的手下之中 让他那最后的一百名手下 将他保护在中间 扯开嗓子吼道 行大当家 你这是在做啥 行红狼大声道 崔珊虎 你刚才不是在问我 剑寨子不怕被官兵打吗 我很肯定地告诉 你不怕 崔珊虎心中一惊 莫非 你也早就投靠了官兵 行红狼大笑 我勇气行红狼投靠官兵 你嘴里除了喷粪 还能说出点像样的话吗 崔珊虎 那你是什么意思 那五千不成同鼠的流寇 悄悄地向着崔珊虎背后聚集 行红狼大声道 我现在就来告诉你们 不会被官府围攻的好办法 那就是拖了个长印 直到所有人的脖子都伸长了 他才大声道 不要再烧杀抢掠 不要再做好坏事 好好做人 重获新生 崔珊虎 啥 他揉了揉耳朵 有点怀疑自己听错了 我操 行红狼 你他娘的 好歹是个言枭 干嘛突然冒出来一句 像得酸辅和尚说的废话 水摘的哨塔上 冒出了战僧的脑袋 阿弥陀佛 你这样形容和尚的善意 贫僧不太高兴啊 住嘴 崔珊虎 哪里来的蠢和尚 信不信老子堕了你 战僧 善哉善哉 他是和尚 他与人无争 所以被人威胁了 他也不还口 只是默默地善哉了两句 行红狼接过话头 大声道 我在西城山下接应了你们 不是接你们继续烧杀抢掠的 而是要让你们这群蠢货放下武器 改邪归正的 老娘知道 你们都是各个都是凶悍之徒 不会轻易听别人的话 但是 老娘警告你们 老娘比你们更加凶悍 从今之后 你们都得他娘的乖乖听话 谁若敢说半个不字 老娘请出天尊 将他碾为一滩肉泥 高初五在旁边低声道 哇 我媳妇突然变得好凶 老男风低声笑 对这些人 就得凶 你要是和他们兵兵有理讲道理 他们抽出刀子 就把你砍了 你只有比他们凶 才能真的助他们 哈哈哈哈 崔山虎大笑起来 行红狼 你在这里装什么装 你手上就这点兵力 区区几百个虾兵蟹将 居然敢来威胁老子 你睁大眼看看 这五千人 现在愿意听你的 还是愿意听我的 他这一笑 身后的一百多个死忠手下 全都向前一步 摆出了凶恶的模样 那五千个没了老大的散贼 也受他鼓动 跟着对行红狼吼了两嚷子 崔山虎 老子不光不会改邪归正 还要就拿你开刀 现在就剁了 你这丑女人 在把你这破水摘子抢得干净 哈哈哈哈 兄弟们 跟我一起干部 他那一百手下抢先开口 跟 那五千人开始犹豫 跟还是不跟呢 有点想跟啊 就在他们还在考虑的时候 行红狼冷笑了一声 好的 崔山虎 你可以去死了 崔山虎 哦 我倒看看 你怎么杀最后一个 我自还没出口 头顶上的云层 突然一下子分开了 一只金色的巨手 斜着风雷之势 轰然落下 砰 巨大的巴掌 拍在了崔山虎的头顶上 连同他身边那一百多个死忠部下 全部覆盖在其中 闷头盖下 大地震战 地动山摇 大手刷的一下 又收回了天空中 地面上只剩下一大滩肉酱 后面的五千流寇 吓得哇哇大叫 有人瞬间 就失了裤裆 有人连屎都吓出来了 胖臭 队伍最前面的人连连后退 最后面的人 则掉头就跑 但他们跑是跑不掉的 金色的大手 再次伸下来 轰的一声 拍在了他们逃跑的道路上 这群人知道跑不掉了 双腿一软 跪在地上 这从天而降的大掌 别说流寇要下猛 就连不少高家村民团的士兵 也吓了一跳 心里都在想 咱们只在 道玄天尊除魔传 上面看到这一掌 没想到今天亲眼看到了呀 永济古渡码头里的老百姓们 也同样看得吓了一跳 不少人都在暗暗念叨 我以后可千万不要做坏事 做了坏事 天尊降下审法 这么一掌 谁顶得住啊 刚刚还闹哄哄的五千流寇们 现在彻底安静了 一片安静中 再次响起了行红狼的声音 唉 老娘还是喜欢 看你们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呢 五千流寇瑟瑟瑟发抖 还桀骜个屁 在这种情况下 还玩桀骜 只能叫不知天高地厚的傻貌 行红狼 把你们的武器 都丢到旁边的山坡前 五千流寇哪敢不听 现在还留着武器有个屁用 什么武器能打那只金色的巨手 所有人都行动起来 赶紧把自己的武器丢到山坡边 有趣的是 别人都在丢武器 有一些人却坐在地上没起来 没有参与丢武器的活动 看到行红狼的眼光盯着他们 那些人吓得大哭 赶紧辩解 行大当家 我们不是不听你的话 只是双腿被吓软了 站不起来 您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双腿不软了 马上去丢 呜呜 这腿 我这腿怎么就不听屎话了呢 我们很听话 别杀我们 别招来大手了 我们什么都听您的 行红狼表情冷淡地看着那几个人 也不说要杀他们 也不说要放过他们 吓得那几个人 眼泪鼻涕横流 更加害怕 越怕双腿越软 越软越站不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行红狼觉得玩够了 才将目光转开 那几个人松了口气 一下子感觉双腿能动了 赶紧跑到小山坡边 将弓箭 刀枪什么的 统统扔了得干净 身上连一点硬东西都不敢留 生怕被误会成了武器 老南风对高出武道 瞧 你媳妇把这些家伙唬得多厉害 哈哈 不愧是混过陆林的言消 他比你更懂 怎么收拾这些猎贼 高出武 呀 我媳妇真厉害 老南风勾着他的肩膀 你这家伙 怎么追到这么厉害的媳妇的 恕我直言啊 你比他可差远了 这不匹配啊 高出武 呀 不是打赢了他就能取到他的吗 老南风 这时候五千流寇都被绞了武器 扒了甲咒 只让他们穿着粗麻布衣 空着双手 也不让他们进寨子 就让他们在寨外的一节黄河边上坐着等 这伙人也知道自己将要遭受什么样的命令 但不管什么 也得被那金色的大手拍死枪 只能乖乖等着 不一会儿 江面上驶来了三艘巨大的炮船 每一艘船上都有十二门荧光闪闪的大炮 看得这群流寇心中慌的一匹 这行红狼究竟是什么人啊 怎么还能弄出三艘大炮船 三艘大炮船的大炮 指着流寇 接着 大量的货船来了 平板板的货船 驶到岸边 靠稳 行红狼将脸一黑 滚上船去 一群人乖乖上船 在平板货船上坐下 接接的 一艘船就能装数百人 十几艘货船 将五千流寇全都买上 三艘大炮舰在旁边压着 船队开始逆流而行 向着黄河上游驶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前方出现了一个码头 一个流寇 突然大声叫了起来 啊 洽船码头 一年多前 白玉柱老大带领我们 攻打过这个码头 我们被大量的火冲 和奇怪的炸弹给击退了 他这么一吼 流寇中又有许多人 跟着吼了起来 我也参加过那一战 我也 原来是从洽船码头来的船 行大当家 怎么和这里有勾连 就在他们议论纷纷的时候 岸边的洽船堡上 出现了一袭白衣的白冤 他这招型实在是太惹眼 一站出来 不少流寇都将他认出来了 啊 当年在洽船码头 打败我们的民团教席 就是这个人这一身白衣服 我绝对不会看错的 只见白渊从旁边的手下那里 接过来一个铁皮喊话筒 对着河面上的船队 大声道 诸位 欢迎来做劳改犯 在下白渊 现任白家宝宝主 城城县民团总教席 兼高家村水军提督 他把长长的头衔抱完 逼格拉满 还用空着的另一只手 拿出一把扇子 刷的一下甩开 露出上面的君子二字 这才继续道 你们将在这里登陆 然后步行几十里 前往黄龙山监狱 在下劝你们不要有任何妄动 天尊在天上看着你们哦 流寇们听不懂天尊 但听说天上 他们却忍不住抬头看了看天空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天空中云层分开那金色的大手 玄停在云层下面一点点的地方 现在看来 没有要拍下来的意思 但是 顺着这白衣人的话一想就明白 自己稍有轻举妄动 这只手就会拍下来了 大伙儿 当然瞬间变得很乖很乖很听话 但白鸢和行红狼不一样 他不是一个只知道吓唬别人的人 还知道要哄 恩威病师 才是上位者的手段 这一点 他在治理白家宝的时候 就锻炼出来了 和行红狼那种野鹿子可不一样 白鸢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你们在何曲线突围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丢掉了家眷吧 你们想自己的父母 想自己的妻儿吗 这句话一问 不少人脸上露出了难过的神色 人非草木 熟能无情 就算是最凶残的刘寇 也是有软肋的 他们当初扔下软肋逃跑 就是赌朝廷 不敢大规模一次性地屠杀几万老弱妇孺 并不是真的可以做到绝情绝义 白鸢 你们的妻儿 早就被我们接过来了 现在安排在黄龙山的山谷之中 你们若是乖乖听话 就能再与妻儿团聚 若是想要做些什么不法之事 那他故意一句话不说完 留给刘寇们自己想 那些留寇哪能不想歪 这话一入耳 马上就想到 我们如果不听他们的话 他们就要把我们的妻儿杀了 这种事 高家村是绝对做不出来的 天尊不允许屠杀老弱妇孺 但留寇们不知道呀 还以为白鸢做得出来 这一下真是吓得不轻 更加不敢乱来 有金色大手吓唬人 有名团士兵的火冲吓唬人 还有白鸢拿他们的父母妻儿来唬唬人 这极管齐下 五千留寇更加不敢乱来了 乖乖听话 跟着高家村的只是一栋 他们穿过农田丰美的河阳县 又穿过一片繁荣的高家村 在惊讶于这里如此富裕之后 终于到达了黄龙山的牢改谷 于是 一场感人肺腑的认清大会开始了 啊 孩子他爹 你终于来了 媳妇 你和儿子还好吗 你个不孝子 居然把老娘丢在河曲县城 自己跟着王家印跑了 你给老娘跪下 今天不打断你的腿 山谷里一片混乱 有感人重逢的 也有被自家老母亲拿着藤条追打的 一阵风闹之后 足足用了一个时辰才平静下来 待他们出来乍到的惊喜赶过了之后 这伙人才开审视 目前所处的状况 山谷很大 里面很多彩色房子 居住条件居然还不错 他们先一步到来的父母妻儿们 并没有被虐待 反而天天都有吃的 能填饱肚子 不过 除了小孩子之外 所有人都必须要工作 一部分女人大抵上都被安排 操作一种奇怪的机器 名字叫做蒸汽纺织机 他们使用着奇怪的机器 大批量地将棉花变成上好的棉布 然后再运送出去 还有一部分女人负责装订书籍 他们把一大叠一大叠的书页 用浆糊在书籍上刷一下 然后裹上封面封底 再用棉线装订一下 放到一边 等浆糊干了 就装车送出去 干不了支部的老人们 则被安排洗菜 做饭 或者做车夫运送布匹 编竹制品 给大家制作家庭生活所需的小器具 最奇怪的是 小孩子们的安排 这劳改股居然安排小孩子们读书 我的个天 居然是读书 这他娘的是囚犯该有的待遇 刘寇们看到自己的孩子 坐在干净整洁的学堂里面 读着三字经 百家姓 小学数学的那一刻 甚至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 看错了吧 这一定是看错了吧 这个地方就不正常 一个刘寇忍不住就嘀咕起来 就算是官府 也不可能给我们这么好的安置条件 他看了一眼山谷周围高大的五彩围墙 墙头上拿着火冲巡逻的士兵 除了没有自由 别的一切都像在梦中 喂 新来的 人群中有人在叫他 你过来 这刘寇寻生看去 一个看起来就与众不同的老改犯 身后还跟着一大群小弟 正在对着他招手 刘寇心想 这个人一看就是这里的老大 得罪不起的 他赶紧低着头过去 这位大哥 找我有事 那老大咧嘴笑 老子出自雇员边军 大家都叫我陈板户 在这个地方 老子说了算 你们这些新来的 都乖乖地听老子的话 明白了吗 不明白的话 我的部下会用拳头让你明白 刘寇吓了一跳 赶紧低头 陈老大 小的名叫刘八万 今后小的就跟您混了 陈百户笑 小子挺机灵 这老大叫得倒是快 行 没你的事了 刘八万行了个礼 转身要走 突然又想起什么 回过头来对着陈百户道 老大 小的有一事不明 实在不问不快 陈百户 你问 刘八万 这里不是个大牢房吗 怎么还给咱们的孩子上课 教他们读书写字呢 这这实在让小的不懂 陈百户哈哈大笑 这道理还不简单 你们这伙人 不论男女老幼 以后都要为天尊做事 这是天尊饶了你们一命 你们应该有的报答 既然如此 那当然是做事的能力越强越好 让你们的孩子多读点书 将来长大了 才能多为天尊出力 刘八万听了这话心中一惊 这地方考虑好长远 连我们的孩子一辈长大之后的事 都考虑到了吗 这可比我以前的老大强多了 以前的老大只考虑明天吃食吗 偶尔他考虑的长远一点的话 就是考虑后天吃什么 当他像老鹰一般高瞻远主的时候 就会考虑大后天吃什么 刘八万低声道 老大 这里不是官府的地盘吧 陈百户 废话 当然不是官府的 官府能有这么好 刘八万 那这里是行红狼 行大当家的地盘 陈百户哈哈大笑 行大当家只是这里的一个小头目 这里真正的大头目是天尊 天尊之下 还有天刚三十六行 地煞七十二行 合起来一共是高家村一百单八将 刘八万被虎得一愣一愣的 这么厉害 其中一个行红狼就已经很有名了 另外一百零七个 都是哪些老大 陈百户 我也认不完 只知道 其中有雇员老鬼头 雇员老南风 轻见点灯子 前面两个刘八万不知道 但点灯子这名字一爆 刘八万就吓了一跳 这人我知道 好厉害的老大 厉害个屁 陈百户道 在这里 他都排不上号 阿倩 正在永迹古渡码头 指挥水寨 建设发展的赵胜 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谁在背后说我坏话 刘八万问道 还有别的呢 陈百户 老子和你一样是个囚犯 哪里叫得出所有头领 这个别问 老子以后你自己慢慢就知道了 新来的劳改犯们 很快就这样被老劳改犯带上了路 第二天大清早 他们就被压了起来 加入羞辱大军了 一下子 加入了五千轻壮劳力 高家村劳改营的人力 变得极为充沛 由于劳改犯被管理得更严 不像普通工人那样 想干活时就干活 不想干了 可以请假或者辞职 而且 劳改犯也不能挑剔工作内容 脏活累活都得上 偷懒摸鱼 还要被陈百户等老劳改犯 殴打教训 如此一来 劳改营的工作能力 飙升得简直可称恐怖 连高家村最厉害的建筑标兵队 工作能力都比不上劳改营 劳改营上空 整天都飘荡着这伙人的歌声 深山有宝深山埋 打开山门把路开 铁锤打实 硬对硬 锄头挖土排成排 一层肉茧一战路 自古前途修出来 陕西省 西安府 巡抚衙门 陕西巡抚刘广生 正娇眉愁眼地翻看着各地发来的情报 好消息不多呀 三边总督杨赫的招府政策 可谓相当的失败 自从流寇主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之后 留在陕西境内最大的一股流寇 就是北路叛军的神医魁 神医元两兄弟了 杨赫委派宁州之州周日强等人 前往昭安 神医魁同意后 在三月初九日派孙继夜 卢成明等大小头目六十余人 率众至宁州接受昭安 同时送回河水之县 蒋英昌和保安献印 杨赫为了张扬骑士 命周日强在城楼上安设龙亭 导引寿府 头目在龙亭前跪拜 山呼万岁 然后到宫署拜夜杨赫 再一道前往关帝庙骑士 经过这么一番表演 算是达成了昭安的协议 16日 神医魁亲自赴宁州投建总督 杨赫摆出一副恩威病用的架势 先数罗神医魁犯有十项罪行 然后宣斥赦免 受与神医魁守备官职的贱妇 散给祥丁以机名印票 勒令解散 遣送回乡 神医魁受辅之后 上天龙 王老虎 独行狼 郝林安等人 也纷纷投降 接受昭辅 陕西境内 一度呈现出一种虚假的安宁 但是这样的安宁 注定是没用的 刘寇在接受昭辅时还乖乖 一到了返乡 环节 又是各种乱七八糟的破事频出 杀人放火抢劫 闹得十里八乡怨声载道 杨鹤拼尽全力 勉强维持住了对神医魁的府局 但是 别的却维持不住了 前不久才受辅的李老柴 独行狼部再次叛乱 攻占中部县 经陕西黄陵县 正所谓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杨鹤的府局 成了一个不堪收拾的烂摊子 陕西巡抚刘广生看完了情报 长叹了一声 这可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候 部下进来通报道 西安推官时可法求见 刘广生 哦 是推官吗 请他进来 很快 石可法进来了 有趣的是 他进来的时候 左手上拿着一把麦穗 右手上提着一个脏兮兮的麻布袋子 这两样东西 与他一身官服 十分不相衬 刘广生 是推官 你这是 石可法脸上泛着兴奋的红光 巡抚大人您看 这一把麦穗 能看出点什么吗 刘广生仔细盯着看 看了好一会儿 他怎么了 石可法 好吧 巡抚大人久在庙堂 对于农作物 已经不太明白了 他只好直接讲了 这麦穗长得特别的茂盛 只看他这样子 就知道 他今年的产量 必定能翻一倍 哦 刘广生这下懂了 粮食产量翻倍吗 这倒是件挺好的事情 石可法继续一脸兴奋地道 下官手上这个麻布袋子 就是粮食产量翻倍的关键 它的名字叫做化肥 据说是用什么硫酸 处理什么矿弄出来的 下官也没记得很清楚 总之 有工匠懂得如何制作 用了这种化肥 小麦就会长得 如我手中这一把小麦一般茁壮 刘广生听了这话 倒是不禁疑了一声 有点心动 此物如此厉害 那理应大力推广才是 速速调集工匠 大量制作为家 石可法大喜 巡抚大人答应了 刘广生突然感觉哪里不对 猛地一拍脑门 等等 弄这玩意儿 需要大量的工匠吧 工匠要工钱 制造的时候 还需要什么硫酸 和什么矿石来着 挖矿需要矿工 也需要工钱 石可法 刘广生 把这个化肥造出来之后 再发给农民们使用 他们一开始肯定不相信这个 所以一开始得 免费提供给他们 待他们是出了效果 才能卖给他们 也就是说 刚开始也需要投入大量的钱 石可法常常地叹了一声 是的 刘广生贪手 本官没钱 石可法 咱们上书朝廷请皇上发 刘广生想都不想 就摇头道 不可能的 咱们陕西拖了好久的赋税 没有上交了 每次皇上 来找咱们要赋税 本官都退出没有 收不上来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你说说 这种情况下 咱们去要钱 皇上会怎么说 石可法一阵无语 好半想才垂头丧气地道 皇上大约也会一副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的态度吧 刘广生 没错 就是这么回事了 石可法咬了咬牙 难道 这么好的把粮食产量翻倍的机会 咱们不该拼了命地抓住吗 刘广生 本官作为一省巡抚 肯定比推官 更想搞好侠地的农产 但是 真的是毫无办法呀 就在这时候 外面又有一个部下跑了进来 城城县令梁士贤 送了一封书信来 有请巡抚大人过目 刘广生疑了一声 城城县令 拿来看看 石可法精神一震 他就是才从城城县过来的呢 在城城县的见闻 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对梁士贤送来的信 他比刘广生更感兴趣 很快 信送来了 刘广生展开来看 石可法在旁边伸长了脖子偷看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两人都愣了愣 原来 这封信居然是来送东西的 梁士贤在信中表示 城城县也是陕西的一份子 不忍见陕西老百姓流离失所 生活困苦 愿意为陕西免费提供一大批化肥 还可以派出指导教师 教那些没有受灾的老百姓们使用 当然 这个免费提供 只限今年一年 算是适用 如果效果好 还想用明年吗 可得请他们自己掏钱来买了 刘广生和石可法 哪里懂得 后市卖化妆品 先送你小样的骚操作 两人一见 城城县令人还好怪的脸 居然愿意免费赠送化肥 太他娘的好人了 石可法 巡抚大人 此乃天赐良机 咱们立即把这批化肥接过来 交由那些没受灾的农民使用 咱们陕西的粮食产量必定大增 说不定能缓解一下流寇之乱 刘广生也精神一振 大善 使推官 反正你刚从那边回来 那就麻烦你再去那边跑一趟 把这批化肥给接回来吧 石可法拱手 下官必定把此事办得妥妥的 崇祯四年 七月开始入夏 气温一天比一天高了起来 原本舒爽的和风里 现在也加上了一丝燥热 木偶天尊 正在永济古渡码头边调皮 用木手抓着小石头打水漂玩呢 突然 一骑快马 飞速奔入水寨 马上骑士人还没下马 就大声怪叫起来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王国忠被朝廷任命为蒲州副将 不日即将上任 他这一喊 还真是一旦激起千层浪 营地里的老百姓们都被吓了一大跳 行红狼 噪音 老南风等人 也全都惊了一惊 全都向着一石厅跑 只有高初五 还傻乎乎地站在河边 拿起了一块小石头 学着木偶天尊刚才的动作一甩手 小石头在河面上 一连串的蹦搭了三下 他拍手大笑 哈哈 天尊 我打了三下水漂 李道玄笑 快去一石厅 高初五 啊 为啥 李道玄 看样子 王国忠要打过来了 高初五 高初五这一下才猛的一醒 永激就在蒲州呢 这永激古渡码头 就是属于蒲州管的 王国忠既然被任命为蒲州副将 那当然是马上要来了他 赶紧把木偶天尊放在肩头上 撒开双腿 向着义士听狂奔 等他到的时候 才发现 另外几个头领 已经摆出了开会的样子 行红狼 王国忠背叛了王家印 投靠了曹文照 被任命为蒲州副将 马上就要走马上任 大家都知道 蒲州城离咱们这个古渡码头 蒲州驻扎之后 不可能不注意到我们 他随时都有可能攻过来噪音 据信使说 王国忠麾下 大约有三千名 从流寇里精挑细选出来的精兵 全部出自于边军和卫所兵 这群人战斗力不弱 一旦盯上咱们的水塞 会给咱们造成一些麻烦 行红狼 蒲州城里有我们的书店 还有许多给我们送各种物资的商人 另外 我们从萧池运过来的盐 也要途经蒲州 一旦王国忠掐在那里 我们会很难受 高出武坐在旁边 听得一脸蒙 来了一个叛徒 就这么麻烦吗 那把他干掉不就好了 老南风轻轻拍了拍高出武的肩 干掉他不难 但是我们 一向都躲在山西与陕西交界的河边 低调形势 就是不想向王家印亮出风筒 招来朝廷的重视 若是我们出手干掉了王国忠 那就低调不了了 高出武这才明白过来 不是大伙打不过 而是打了会同马蜂窝 招来官兵围攻 很麻烦一屋子人都纠结起来这种时候 还真希望天尊帮他们拿主意 而这时候的天尊 正在箱子外面查资料呢 这资料 一查还真实 历史上 在王喜印被干掉之后 王国忠就被任命成了蒲州副将 这一点与史实是一样 而王国忠这家伙 在有了官职之后 立即就把自己当成了真正的官兵 甚至比官兵还要卖力 拼命地镇压流寇 讨好朝廷 从此成为了血腥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柜子手 直到数年之后 李自成的哲里过 将他打败 扶展于隋德成这个人 若是会有复叛的记录 那还好办 趁他复叛时干掉他就行了 但这个人还真是从此以后 就一心一意做官兵了 没有再复叛 那就还真难办了 李道玄得考虑一个更好的方式有了 木偶天尊终于开口了 派个人去见杨赫 就说行红狼喜心革面 愿意接受朝廷的招呼 杨赫必定来招呼行红狼 在他来的半路上 咱们将王国忠击败即可 行红狼等人一听 以老男风哈哈笑了起来 天尊真是喜欢捉弄世人啊 这一招高 这可真是把朝廷的脾气算了个准 行红狼 那好 咱们赶紧行动起来吧 三边总督杨赫 现在正一个脑袋五个大 陕西和山西的局面 是一天比一天乱 他的招呼政策 几乎完全停摆 各地受府的流寇 今天受府 明天再叛闹的到处都不安宁 他拼了命地哄好了神一魁 但现在眼看着神一魁 也开始有点动摇了 也不知道还能哄得住多久 说不准哪天又要反 哎呀妈呀 脑瓜疼爆 一名部下跑进来报道 外面有一个操汉子求见 自称是永继行红狼麾下的姓氏 永继行红狼 杨赫在脑子里过了好一圈的资料 才想起来 啊 一个小延宵 手底下只有几百个流寇 据说他拒守永继古渡码头 从没有玩过攻城拔寨 烧杀抢掠的事情 算是个挺乖巧家伙 所以 朝廷也就一直没有派兵去搅他 他派人来见本都做甚 部下低声道 说话很客气 有可能是来祈福的 这话一入耳 杨赫精神大振 主动祈福 这可是好事啊 好事啊 又让本都省了不少的心 想到这里 杨赫赶紧到 快快叫他进来 不一会儿 行红狼的人进来了 一个精悍的汉子 正是常年随着他走南闯北的 私言贩子老朱 对着杨赫抱拳道 总督大人 我家行老大 想要改邪归正 混个官身 将来好光宗要组 杨赫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既然行大当家的愿意 弃暗投明 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本都岂有不允之理 左右的 来人啊 咱们去永济走一趟 说完 他又补充道 去通知御史无声 让他带些钱粮过来 这倒不用了 老朱抱拳笑道 咱们家行老大卖 私言多年 倒也有不少积蓄 自己能养活自己 无需朝廷的救济 御史无声那些银子 还是用在更需要 用银子的地方吧 杨赫再次大喜 招辅别的流寇光室 安置这一项 就让他头疼万分 但这行红狼 居然连安置银子 都不需要 实在是太省心了 行 杨赫笑道 那咱们 就赶紧去百祥人酒吧 就在老朱 去见杨赫的同时 一艘巨大的运兵船 缓缓地靠在了 永济古渡码头边上 船上刷地 跳下来了一个壮汉 正是郑大牛 他是奉天尊之令 率领数百名高家村民团 过来增援永济古渡码头 准备干掉王国中的 他双脚刚刚落稳地 就见噪音迎面冲了过来 碰得一拳 泪在了郑大牛的肩头上 嗨 大牛 真是好久不见了呀 郑大牛咧开嘴憨憨地笑 造教习 好久不见 噪音笑得很开心 有没有想我呀 郑大牛 嘿嘿 当然想了 噪音大喜 郑大牛接道 只有你经常请我吃好吃的 你走了之后 我都没好吃的了 噪音 就只想了我这个 郑大牛 啊 还要想什么别的 噪音 我究竟是你的什么人 郑大牛 请我吃零食的好心人啊 噪音 噗 旁边的人冷汗哗啦啦一下流了下来 木偶天尊张开嘴 半天不知道说啥好 只好将木块嘴巴重新闭上 发出卡塔的声音 噪音气鼓鼓地退开到一边 生了三秒闷气 突然精神一震 又不气了 早就知道了 大牛是这种人了 事到如今 还有什么好气的 这种老实人才 不容易花心呢 他伸手从袋子里 拿出一个巨大的麻花来 递到了郑大牛的手上 笑道 这是山西张银香的永宁村的特色麻花 我专门给你留了一个 郑大牛大喜 呀 我就知道 噪教系对我最好了 噪音嘿嘿笑 我是不是对你最好的女人啊 郑大牛 不是 噪音额头上的青筋 刷的一下弹了起来 谁 还有谁敢和老娘抢着对你好 老娘刚刚心里还夸你不花心 郑大牛 我娘 噪音额头上的青筋 刷的一下 瞬间消失不见 脸上又恢复了笑容 哎呀 原来是伯母呀 哎嘿嘿哎嘿嘿 郑大牛张大嘴 咔嚓一声 就把麻花咬掉了一半 包在嘴里 腮帮子如洞 发出咔嚓咔嚓的脆响声 这时候 行红狼和高出武也走过来了 行红狼故意等噪音 和郑大牛聊了两句 才来打他们的岔 大牛 你带了多少兵力过来 郑大牛呵呵笑 五百火冲兵 五十名制弹兵 高出武咧嘴 那咱们最早的一百名制弹兵 这下子又到齐了 大傻二傻相视一笑 突然觉得哪里不对 三傻呢 高出武忍不住问道 趴地兔呢 这么大的热闹 他不来看吗 郑大牛指了指后面的船舰 他来了正运船呢 大伙向着船上一看 趴地兔正趴在船舰边 对着黄河里 哦哦 吐得一塌糊涂 这这一次 连木偶天尊都忍不住卡塔卡塔地笑了起来 这家伙居然还运船 趴地兔远远地对着大伙招了招手 软弱无力地继续 趴在船舰上来个人 扶本兔爷 下船去啊 高出武咻 你的老搭档正狗子呢 他不扶你吗 趴地兔 他要留几个名团的士兵上了船去 将趴地兔扶了下来 这家伙还在呕个不停 看了 就让人想躲得远远的 大家把趴地兔摆在河边的大石头上 让他吹了一阵子河风 好一会儿 他才舒服一点 但这家伙一有点阳光就灿烂 马上开始浪 刷地一下跳起来 大笑 山西 你们的兔大爷来了 只要本大爷一来 必定就万民于水火之中 你们都放心吧 哈哈 码头上一个正洗衣服的小女孩子转头道 妈妈 那人像是刑大当家的手下吧 你说刑大当家的手下都是好人啊 但是那个人 怎么看起来傻傻的 旁边的女人赶紧拉了他 好人里也会有傻子呀 别看 那种人看多了 自己也会变傻 哦 那我不看了 趴地兔还不知道 已经风平受害 双手插着腰 对着水寨里老百姓们居住的区域大笑 大家有什么困难 只管来找兔爷 本兔爷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就凭这一把天兔断霸剑 他猛的一下抽出剑 结果长剑不慎脱手 掉到了石头上 在石头上钉的一弹 弹进了河里 趴地兔吓了一大跳 糟糕 祖传宝剑 他对着河里刷的一下就跳了进去 啊 本兔爷不会游泳 快来人啊 谁来救本兔爷旁边一群人笑骂道 那里水很浅 趴地兔 哎 他双脚碰到了水底 刷的一下站了起来 河水指到他的腰 他刚才居然就在骑腰身的水里 挣扎了半天 尴尬地笑了笑 弯下腰在水里一阵摸索 终于找到了他的剑 捡起来 擦干净放进剑桥之中 河边洗衣服的女人们 赶紧转开了头 这人真的不能看 看多了会变傻的 趴地兔兔兴性地回到大伙身边 出师不利啊 本兔爷八字与水字不合 兔子不喜欢水 应该没问题吧 众人点头 没问题 但你作为这支援军的参谋 到了山西 没有第一时间汇报工作 而是跑去卖唇 问题就很大了 趴地兔 程序知道郑大牛很憨 啥也不懂 所以这一次500多人的援军部队 虽然名义是以郑大牛为队长 但却任命了趴地兔做参谋 重要的事 都是交代给趴地兔的 趴地兔被吐了槽 赶紧回归正题 这一次送过来的500火冲兵 其中有200人 使用的是下塞波步枪 和教习说 这是他们第一次参与实战 虽然训练了很久了 但实战与训练 完全是两回事 希望他们 能在这一次对付王国中的战斗中 积累经验 也请各位前线的将军 凭着这一战 充分了解下塞波步枪的优点与弱点 今后以之为中心 创造出更优秀的战术 木偶天尊听到这里 精神一震 嘿 后装步枪 终于开始实战了吗 虽然只有200把 还不多 但是对付个小小王国中 那肯定是够了 嘿嘿嘿 200名下塞波步枪兵 很快就在河边的沙滩上整裂了 李道玄于天启七年 往箱子里放下了 塞下波步枪的图纸 到如今已经是重真四年夏天 整整五年过去了 当初李大说 用一到两年 才能做出这把枪 而实际上 则是花了整整五年 终于将这把枪 带到了实战场上 弹簧 火帽 气密性 数个难题 李道玄并没有刻意去帮助他们 基本上都是靠着引导 慢慢让他们自己解决的 能看到这支部队站在这里 木偶天尊 其实也很开心 行红狼忍不住问道 你们能做到多长时间发射一枪了 一名火冲兵队长上前一步 大声回答道 报告 我们能做到十次眨眼一发子弹 行红狼好奇地问道 十次眨眼究竟是多久 高初五 媳妇莫及 我现在就是一事 他还真开始眨眼了 行红狼 初五 你对我真好 高初五 红狼 两人碰的一声拥抱在了一起 旁边的人 木偶天尊在旁边摇了摇头 打几轮给大家看看 士兵们看天尊都发了话了 赶紧应道 遵命 很快 士兵们架起了木靶子 摆在两百步开外 这距离 也让行红狼等人双眼一亮 这个距离是限堂枪吧 啪地吐黑黑笑 是的 下赛波步枪 全部都是限堂枪 在几百步距离 都有很好的准头 但是 在这么远的距离 要打中敌人 需要很好的枪法 这些菜鸟大多数不行 就别指望他们狙击敌将了 只有本免兔 嘿嘿 他把这话说得洋洋得意 旁边人忍不住就问道 兔爷 你的枪法很好吗 啪地吐 不 本兔爷的更差 众人 不 那你得意洋洋地来个 只有本兔做啪 啪地吐 只有本兔爷的特长是用剑 与所有人都不一样 众人 好吧 那就是没有特长了 两百下塞波步枪兵准备完毕 要开始是射了 李道玄立即切到了箱子外 准备好了苗表 开火 啪地吐一声令下 两百火冲兵开火了 碰碰碰碰 一阵密集的枪响之后 两百人同时开始装填 他们用飞快的速度 打开枪身后面的枪膛 将上一次射击的残渣抖出来 然后从弹袋里 又拿出一枚子弹 放了进去关上膛盖 咔嚓一声压石 再抬起手臂 碰碰碰碰碰 第二轮又来了 李道玄手里的苗表一点 时间停在了十秒的数字上 这个数字 还真是让李道玄心中一阵暗血 好快 这就相当于一分钟 能打六发子弹了 两百名火冲兵 一分钟就能打出去 一千二百发子弹 这射速 在这个时代 就基本上无敌了 草原民族 可以去能歌善舞了 慢 等等 还不一定呢 一分钟 一千二百发可不光意味着火力强 同时还意味着后勤补给压力大 虽然李道玄的物资近乎无限 但他只能提供火药 铅弹的原材料 并不能直接提供子弹 他投进去的原材料 需要小人们加工一下 鞭炮的火药 要重新配比 才能制成颗粒黑火药 铅也要重新溶解 制作成弹丸 摔炮也要重新掉配 才能做成火帽 小人们还需要自己造纸 用来将火帽 黑火药 铅弹这三样东西包裹起来 最终才能制作成子弹 前线一分钟 一千二百发 打得虽爽 但在这一分钟的背后 需要多少人 多少工作 才能支撑得起 这可不是工业时代 流水线一开 子弹就自动从生产线里蹦出来 子弹的整个生产流程 几乎全是人工 木偶天尊赶紧大叫一声 停 两百火冲兵齐齐挺手 但就这么短短转几个念头的时间里 他们已经打掉了四百多发子弹 没有感觉到金钱在燃烧 却感觉到自己的人口在燃烧肉疼呀 子弹消耗好快 老南风也发现了这一点 趴地兔 你们携带的弹药有多少 趴地兔黑黑笑 不多 也就几万枚吧 这玩意儿造起来可麻烦了 现在大量的铁匠 火药匠 造纸匠 投入了做这个纸包弹的工作 村子里还聘请了大量的女工来包子弹 说到这里 趴地兔有点小遗憾地道 可惜不敢用老改营的女人来做子弹 他们的品性还不能信任 现在不敢把火药这么危险的东西过他们的手 所有制作子弹的女工 全都是经过了长期考察 信得过的人才行 这就限制了产量 老南风点头 这是肯定的 这样说来 这下赛波步枪虽然很厉害 但我们却不能太草率地使用 否则 短短两炷箱时间 就能把高家村打得倾家荡产啊 赵胜从旁边冒出来投来 也不能全部由高家村来制作 在永济古渡码头这边 也要建兴的兵工厂 要让子弹能在前线也得到补充 不然全都千里迢迢地运过来可不行 这话在里 大伙心里都生起了一种 任重而道远的感觉 高家村虽然强大 但天下更大 想要踩平天下 拯救所有世人 真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头也建立一套工坊出来 赵胜 在下随传返回一趟高家村 去那里钓一些懂技术的高级工匠过来 以他们为核心 在永济古渡码说完 他一撩衣衫下摆 就想往船上跑 走路请让我们抬 但他还没来得起步 旁边就刷地 窜出两个名符 将他架上了滑杆 先生莫跑 你又忘了一跑就要船 要赵胜 可 那可真是麻烦你们了 两个名符抬着滑杆 飞快地跑上了船去 行红狼贪了贪手 好吧 负责后勤的文人们都在努力 咱们这些前线打仗的人 也要加把劲了 做好战斗准备吧 啪地兔从旁边冒出头来 话说 我们这次要对付的 究竟是谁 高出五抠着头给他介绍道 是一个叫王国中的猎贼 他出卖了王家印 混了个官身 他把王家印的死因 详细地讲给了啪地兔听 啪地兔 哇 虽然王家印也不是什么好人 但也不能说出卖就出卖啊 人家王大哥 当初离开王家印时 说到这里 他猛然一醒 赶紧把话停住 这可不能说出来 王二在高家村 可是绝密事件 没几个人知道的 哼 啪地兔道 本兔爷要替天行道 杀了王国中这种小人